是不想要命啊 没事了 只是不小心失足 话落 他看向周周 对他竖起大拇指 周周笑道 姐姐 你可要对姐夫好点 他为了你 可是差点连命都没了 温馨瞪了一眼君莫涵 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只是想到自己的身体 他眸子黯淡了不少 温馨淡淡道 周周你放心吧 你姐夫死不了 他们那点小伎俩 他是知道的 这肯定是周周这小子出的主意 不过出的也好 如果真让这笨蛋翻过去 那说不定已经掉下去了 把房门一关 君莫涵便猥琐的找来键盘 老婆 今天的事你要是还生气 那么我就给你请罪 温馨笑了 你怎么总是来这招 没皮没脸了 谁让你说老婆 对了 今天陆梦听的新闻 你看了没 看了 你也是够狠 竟然找了好几个男的 他是活该 还有那个葛晴 提到葛晴 君莫涵话风一转 那个李月娥医生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不就是一普通医生吗 他是葛晴的姑妈 什么 温馨急吼出声 他竟然是葛晴的姑妈 这也太巧了吧 你说你的病理结果 会不会有问题 温馨想了一下淡淡道 应该不会 毕竟医生 都有自己的操守医德 我担心 我的结果 会不会被葛晴调换 你的结果 会不会动了手脚 很有默契的话 让两人有了同事有了希望 君莫涵沉声道 明天我们重新 患家医院检查看看 确保放心 毕竟葛晴这人 对我们恨意很大 加上今天又跟陆梦庭 混在一起 就算这事和他没关系 我们就当再做一次检查 万一会有好的结果 温馨点头 好 我们明天就去 晚上 吃了饭 温馨和林海燕出去散步 家里只有周周和君莫涵在家 周周看着 正在阳台捣咕花草的君莫涵 小心地走过去 用食指戳了戳君莫涵的后脑勺 喂 君莫涵 君莫涵把洒水壶丢下 沉声道 叫姐夫 不叫 你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和我姐姐 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不可能 肯定有 你们这两天神情不对 瞒得过我妈妈 瞒不过我的眼睛 君莫涵起身 一把抱起她 你倒是挺聪明的 我和你姐姐 确实有事瞒着你 所以她这几天不开心 你想不想报仇 说吧 我出点子揍人 可比你厉害 君莫涵把温馨出事的事都说了 甚至还说了 葛琴和陆梦婷的事 周周一听 所以姐夫怀疑 姐姐的病例结果 被葛琴动了手脚 不知道是不是动手脚 明天我们去重新检查一下 周周道 检查结果要重新检查 如果姐姐的检查结果 真的被调换 那么我们可以去医院查看一下 你们检查那天的监控 看看她葛琴在不在 阿嬷 君莫涵一口气吻在她的脸上 笑道 小家伙 我怎么没有想到 走 陪着姐夫去掉监控 好嘞 姐姐肯定没事 君莫涵已经等不及 她现在最希望看到那天葛琴在医院 这样温馨的结果 就有可能被调换 那么她就有希望了 温馨这么善良 她相信老天不会对她这么绝情 半小时后 医院监控室 保安正在电脑前找那天的监控视频 君莫涵抱着周周凑镜 这段视频放慢一点 对 早上十点左右 好 稍等 君莫涵凭住呼吸看着 忽然看到一熟悉人影 她沉声道 这个人回放 随着镜头调慢 君莫涵看到那熟悉的人影 虽然镜头太远 可她还是看出那就是葛琴 只见葛琴慌慌张张地朝着楼梯 走廊走去 紧接着就碰到一护士 两人手里都拿着东西 君莫涵清楚地看到 葛琴撞向那护士 然后把那护士手中的东西调换 然后还给护士 周周激动出声 姐夫 刚刚那个女人她 好像是换了东西 对 那是你姐姐的穿刺 这护士正好送了去检验 太好了 那姐姐有可能没生病 君莫涵沉声道 明天还得去穿刺 然后才能确定 华洛 她看向保安 你好 请把这段监控拷贝给我 温馨和林海燕带着狗狗 从欢乐湖走了回来 然后经过小区的时候 狗爷正脱掉狗绳 温馨追上去 林海燕急声道 你慢点 我去追 这狗爷真是的 怎么了最近 不知道 妈 你也慢点 两人跟着狗爷跑上楼 发现狗爷正在抓人家的门 狗爷 我们走 温馨拉着狗爷要走 就在这时门被人打开 温馨一愣 咦 怎么是你 哎呦 原来是你 正好我最近忙 忘记没有 把狗给你送过去 你既然来了 我就把狗狗让你带回去 林海燕凑了过来 什么狗啊 就是你家狗狗 把我家母狗肚子搞大了 生了五只小崽子 我们家小 养不了 所以就还你们 不是 我们家也小 我女儿也怀孕了 所以养不了 林海燕一说 那女人便道 你搞笑了 当初可是你们家说要的 再说这些狗崽子 还是你家狗搞出来的 我们没找你们赔偿 已经是好事了 你还想要干嘛 林海燕 不是 我家狗是坏了事 可是你家的也不要脸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听着两人为狗子吵架 温馨忙道 妈 你们别吵了 那女人看向温馨 当初可是你说的 你要承担所有狗子 怎么今天想反悔啊 不反悔 这是我妈不知道 我今天就是来接小狗狗的 那就好 我这就给你端出来 狗狗快两个月了 你们能照顾好吗 温馨点头 放心 嗯 林海燕端着纸箱里那五条狗 气得不行 一路上牢牢叨叨 你说你现在这个情况 怎么养这么多狗 家里本来就小 再加上这些狗 你怎么弄 你不怕公形虫狂犬病啊 你真是气死我了 温馨一只手捂住耳朵 妈 你就别牢牢叨叨了 烦死了 这狗本就是狗爷的错 他要是管住他弟弟 又岂会招来这么多小家伙 我们也不能把他丢了吧 林海燕深吸一口气 看着那些要爬出箱子的狗 真是恨不得把他们丢了 可终是不忍心 这样吧 反正你婆婆家大 你可以把这些狗送到他家呀 那可不行 我婆婆最不喜欢动物 正准备上楼 就听到君墨涵和周周在身后说话 温馨回头 一眼就看到君墨涵牵着周周走了过来 你们这是去哪里了 回家说 有好消息 话落 他探头看去 哪来这么多狗 你家狗爷在外面帮人家狗搞大肚子 然后生的 哦 我记得这是 周周喜欢狗 尤其是小狗 直接从君墨涵身上跳下 就去抚摸小狗 回到家 君墨涵便拉着温馨回屋 有什么事非要躲着说 温馨提不起劲 加上怀孕已经胸部胀痛 他整个人瘫软在床上 跟只懒猫似的 君墨涵顺着他躺下 我今天晚上和周周去医院调取监控了 你想不想看 什么 不会是葛琴的事吧 君墨涵没说话 温馨急死了 快给我看看那监控视频 君墨涵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视频 往他面前一放 温馨真是没有想到 葛琴胆子竟然这么大 连他的结果都敢换 那可是关于生命的事 他竟然如此戏耍 要不是被他们发现 要么拿掉孩子 切除胸部 要么他为了孩子不手术 最后郁郁寡欢 说不定生了孩子没有病 也下出病 毕竟这胸部疾病 最忌讳的就是郁郁寡欢 想到这他愤怒出生 这个女人太卑鄙了 君墨涵你 看你总是给我惹下桃花 弄得我差点被人给害死 一个陆梦庭还不够 又来个葛琴 你别告诉我 你后面还有数不尽的桃花 君墨涵抓抓头 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这你不能怪我 哦 不怪你怪谁 你应该怪你公婆 把我生得太好 所以才招惹这些祸事 可我的心一直只有你 温馨一个白眼过去 你还有理了 老婆 你放心这两个麻烦 我定会给他们教训 马上他们便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温馨自然是相信他 要不是相信 这次陆梦庭设计的挑拨大事 他们两个肯定闹起来 还好自己理智 也不蠢 想到这 他淡淡道 早知道找个帅哥不安全 我当初就不该逼着你踢胡子 当天晚上 陆梦庭的事在网上传开 婚礼成为帝都一场笑话 陆梦庭被当场退婚打脸不说 甚至还被全网评判为帝都最荡妇之人 名声算是毁了 以后嫁人也毁了 陆老爷大发雷霆 直接动用了家法 陆梦庭差点被打断腿 要不是陆夫人跪着哭着求着 陆梦庭算是彻底被打死 毕竟对于陆氏这种大户 家族人多 少了一个陆梦庭没事 反正继承人也不到他 可若是陆氏集团没了 那陆家的庞大基业也就没了 这对于陆老爷来说 简直就是要命 新闻持续发酵了好久 都压不下去 一直在热搜第一 陆氏集团用尽手段 抛出不少钱都压不下去 隐隐约约觉得 这是没那么简单 陆老爷知道君墨涵背后出手 可也不敢贸然对付 毕竟 那可是他得罪不起的人 只能把气发在陆梦庭身上 君墨涵也没闲着 第二天就带着温馨 重新去检查 检查回来后 便给那些跟陆氏集团合作的家族企业施压 好多厂商和投资者 为了明哲保身 宁愿赔钱也要退出陆氏集团 甚至陆家的股票也降到最低 陆家在帝都算是真的毁得彻底 要不是基业够大 根本扛不住 陆氏集团也会马上破产 到了第三天 温馨穿刺结果终于出来 良性根本没事 只要生了孩子后 经常去必超复查就行 到时候把姐姐取了便可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为了出这口气 君墨涵带着温馨 拿着两次的检查结果 和监控视频 便去找了李月娥 然后有李月娥 带着他们去了葛秦的公寓 葛秦还不知道 自己换结果的事已经被发现 还在家里怒骂着陆孟廷是个蠢货 一点事都干不好 直到李月娥的电话打来 姑妈 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开门 你来我家了吗 好好 我这就来开门 看她这么兴奋 正在收拾东西的李燕道 你姑妈来你这么高兴 肯定高兴 她来肯定是给我带来温馨 那见人的好消息 这次陆孟廷这个蠢货设计军 莫寒不成 把自己给毁了 以后我还得靠自己 那女人靠不住 我去开门 葛秦穿上拖鞋 就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 入目的是 李月娥带着眼镜那阴沉的脸 姑妈 快进来 正好我还没吃早餐 一起吃 李月娥看着这混账侄女 气得不行 冷声道 等一下 我给你带来两个人 什么人 你朋友 葛秦眉头一蹴 正想问是谁 就看到君莫寒牵着温馨 一脸冷漠地走来 葛秦双腿不自觉一软 有些担心 他们怎么找到这里来 还是跟她姑妈一起 难道她做的是被发现了 正想着 两人已经来到她面前 李月娥沉声道 还愣着干嘛 不引你朋友进去做做 葛秦猛吞口水 明明不情愿 可是看到李月娥一直盯着她 她只好尴尬一笑 莫寒 温馨你们怎么来了 温馨自然不跟她客气 想到这女人三番两次伤害自己 她就火大 冷声开口 作为你朋友 你害我 我当然得来看看 葛秦心一跳 害怕地看向李燕 李燕一副你自求多福的模样 看她心虚的样子 李月娥气不打一出来 想她帝都复刻一把刀 竟然有这种蠢货侄女 还害她被医院批评 这职业生涯 差点因为她毁了 什么朋友 她看她应该是把人家当敌人 不然怎么会害人家 这简直就是品德有问题 李月娥微怒 还愣着大马 不请我们进去做做 葛秦反应过来 忙道 快进来 君莫含扶着温馨进去 让温馨坐下 自己并没有坐 那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 看向葛秦 葛秦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跟你姑妈说说 省得到时候狡辩 葛秦看向李月娥 姑妈 我什么都没做 李月娥暴怒 拍沙发站起 葛秦 你爸妈和我 都是那么正直的人 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卑鄙的东西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不清楚 还是你根本就不敢说 你好得很 竟然敢算计到我的头上 为了男人 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男人 人家结婚了有孩子了 你还不放过 还想介入人家家庭 你知不知道 你这种不要脸的行为 会被你爸妈打死的 葛秦吓得一阵哆嗦 他颤声道 姑妈 你误会我了 我是喜欢君莫涵 可我也没做什么呀 没做什么 你还不承认 那我让你死得明白 李月娥把手机丢在她的面前 李月娥看到那监控视频 吓得直接跪地 姑妈 求你一定不要告诉我爸妈 不然我就死定了 姑妈 求你了 李月娥虽然也心疼这侄女 可是这做的是犯法的事 更何况因为她 害得人家夫妻两个 差点把孩子留了 这别说是人家小两口 就是她也无法原谅 现在不是我和你爸妈说的事 而是你这个已经构成犯法 是要被关着监狱劳改的 姑妈 我不要 求求你救救我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所以才做了这种事 我做了就已经后悔了 真的 要不是他们欺负我 我也不会铤而走险啊 姑妈 葛秦一边哭 一边把头磕在地上 玉图 让这个让李月娥心软 温馨冷声道 李医生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有你这种侄女 你现在害得你姑妈被降之不说 甚至还要检讨 这事是小事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莫涵发现了 这结果被换 如今 你伤害的不止是我 还有我的三个孩子 葛秦你 甚至还和陆梦婷 一起遇徒害我们夫妻两个 这次没人就得了你 还不等温馨说完 君莫涵冷声道 老婆 没必要和她好好说 这种人不给教训不行 葛秦知道君莫涵的手段 毕竟陆驾 已经濒临破产阶段 她担心她的公司 还有他们葛家 也会受到波及 吓得忙求情 君莫涵 请你看在我爱你 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姑妈你 赶紧为我求情啊 李月娥叹了一口气道 君先生 温小姐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从轻发落 就不要报警了 毕竟她是设计师 一旦有了坐牢的劣迹 这一生就真的毁了 毁了 君莫涵冷笑 她只是事业毁了 若是我没有发现 这结果被调换 那她毁的不仅仅是 我的三个孩子 还有我的家庭 以及我老婆 那才是痛苦的事 你说的那么容易 这事要是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如何 李月娥张着嘴 有些不知道如何开口 毕竟这事要是换成她 她肯定不会原谅 不经她人苦 莫劝她人善 这做人的道理她 不是不知 可是 葛青 这事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你必须受到惩罚 葛青一听 拔刀声音吼道 姑妈你不是最疼我的了吗 你也不管我了 我绝对不坐牢 哪怕是死也不去 我可以做任何事 就是不能入警察局调教 温馨看向君莫涵 老公 你说怎么办 想了一下 君莫涵沉声道 好 我可以不让你去警局 不过你的公司必须破产 然后低价收购给我 以后你在帝都也混不下去 我给你机会离开帝都 永远不要回来 一旦踏入 你们葛家也就完蛋了 到时候 他们全部会被你拨挤 葛家的那些小商铺 也会混不下去 还有我已经在所有公司打过交道 没人会收你 你这辈子完了 葛晴砸在地上 脸上有的都是不可思议 他拼尽一生才得到的东西 竟然被他一句轻飘飘的话 给全部毁了 他一下子什么都没有 从天堂跌入地下的感觉 让他连呼吸都是痛的 最终他没抗住 气急攻心 直接砸在地上 温馨 君莫涵离开的时候 给他留下一句话 三天后 你没走 葛家便没了 车上 温馨看向前面开车的君莫涵 不由感叹 有钱就有了权势 做什么都那么容易 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权利的可怕 还好这个有钱有权的男人 是他老公 要是别人 他定完蛋了 正想着 手机响起 温馨看了一眼 是楚涵 君莫涵柔声道 是谁的电话 你妈 我估摸着 是我病情的事 说着温馨接起电话 打开免提 那边传来楚涵激动紧张的声音 温馨 听说你病了 你这孩子 怎么不跟我说啊 你是要吓死我们吗 要不是姜燕说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怎么可能得案 温馨心口一暖 想到之前对自己 那么厌恶看不上的女人 如今这么关心自己 她就觉得幸福 加上病情的事也解决了 心口一下子松了开来 人一旦放松 眼泪就流出来 她道 妈 没事了 我好好的 不可能 我听姜燕说 你的肿快是恶性 你放心 虽然妈妈很爱孩子 可是妈妈更爱你 好好治病 孩子我们以后要 来日方长 要是以后不能生 我们就不生 大不了领养一个 你别怕 现在你还有我们大家子爱着你 你不是孤军奋战 说着说着 楚寒就低声抽气起来 你说 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要是得在我身上该多好 妈 我真的没事 我穿刺的结果被葛秦换过 其实我是良性 所以没事 什么 电话那边的哭声戛然而止 被惊猴取代 你的意思是 葛秦这个贱人 把你的结果换成恶性 对 所以我没事 我重新检查了是良性 等生了孩子后 切了就没事 楚寒这才又哭又笑 那太好了 只是那个贱人 我定要去守思他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听说 他还跟陆梦庭一起搞默寒 妈 可惜我们已经解决了 至于陆梦庭这次 被他爸爸打断腿 估计也蹦得不了 所以 这事就算过来吧 好好 过了就过了 楚寒嘴上说着 心却不这样想 这个陆梦庭他 不会放过 想到自己以前 眼睛瞎喜欢这女人 硬要撮合他和自己儿子 他就打寒战 这要是娶回家 才真是家宅不灵 那么恶心的事都做得出 活该最后被三鸭子给毁了 挂断电话 楚寒便寻思着 邀约陆梦庭出来教训他一番 才能出这口气 君墨涵笑道 没想到妈现在这么关心你 老婆还是你厉害 连我妈这种人 都能被你降服 什么降服 我们这个是彼此看到了 彼此的真心 所以才会和好 更何况 你妈是哪种人 哪有这样 贬低自己妈妈的儿子 君墨涵一笑 看看 这么快就为他说话了 我这说的是实事求是 想到你没事 我感觉我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话落 君墨涵打开车窗 让风吹进来 高兴地吸着那清醒的空气 许久 温馨不说话 他反光镜一看 这丫头 又头一点一点睡着了 还微张着嘴 还时不时流点口水 那样子着实好笑 回到小区楼下 君墨涵车速减缓 一眼就看到穿着衬裤 没穿衣服 裤子的温国强走了进来 好像是害羞 双手捂住下腹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保安还以为是神经病 连忙来赶 你 赶紧出去 这穿的是什么 温国强笑道 你看不出是什么 这是内裤啊 谁让你穿成这样进来的 滚出去 不滚 我还没有找我女婿道歉 这要是滚了 我可就死定了 君墨涵生怕他说出自己 是他女婿丢脸 立马把车窗关上 快速地越过他离开 然后把车停在车库里 这才回头看向温馨 发现他已经打着哈欠醒来 老婆 温国强来了 正在楼下 只穿着内裤 什么 温馨震惊出声 他真的脱了衣服来道歉 对 我们去看看 说着君墨涵下车帮他打开门 然后拉着他去看 老远就看到 一保安拖着他要往外面走 可温国强不愿意直接坐在地上 任由那瘦弱的保安怎么拉 都拉不动 温馨瞬间觉得没脸 有个这样的爸爸 还真是丢脸丢到极致 他是真心觉得这男人就不配为人 君墨涵道 你先上楼 让妈做好准备 温国强来道歉 我去把温国强带到家门口 好好 我这就去 温馨坐了电梯上门 把门敲得很响 很快 林海燕便打开了门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你不知道你 还有孩子 妈 你准备好 温国强来了 一提温国强 林海燕的脸便阴沉下来 他又来干嘛 他害我还害得不够 我不见 温馨安抚道 你先别急 他是来道歉的 道歉 正说着 便踢门打开 紧接着 里面传来温国强的声音 林海燕一愣 随即便看到温国强君墨涵走了过来 尤其是温国强那一身光秃秃的样子 让林海燕吓得不行 他看向温馨 这怎么一回事 你自己看 话刚落 温国强直接一下子跪了下来 哎哟 这是干嘛 林海燕吓得一个弹跳 直接退到屋里 周周自视一见状 马上关了电视 闪身到房间看好戏 林海燕吼道 有毛病吧 穿成这样 你还以为你是年轻身材好的小伙 这么肥厚 真是戳下眼睛 温国强跪着走进去 随着门一关 温国强直接哭道 老婆 老婆你原谅我 我错了 你有毛病吧 林海燕退后 你别过来 谁是你老婆 你恶心谁啊 你是我老婆啊 说着 温国强直接抱住林海燕的腿 吓得林海燕大叫 君墨涵直接走过去 一脚踹在温国强身上 你给我站好了 别动 对对不起 我就跪在这 老婆 你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林海燕恶心的后退 你要道歉就道歉 道完歉赶紧滚 看到你 我就想吐 要不是 看在你是孩子父亲的份上 我早报警了 温国强道歉 君墨涵直接录制视频 逼迫着他 把所有事情说清楚 其中包括 自己怎么把人家林海燕给强了 加上温月污蔑温馨的事情 全部都说清楚 君墨涵把视频往往上一放 任由大家怎么骂 反正只要报了仇 他就无所谓 温国强道完歉 便光着上身 被君墨涵给踹出去了 那样子甚是狼狈 气死我了 他那是道歉的态度 简直让人汗眼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林海燕气得胸口激烈 我这一辈子 都不想见这种人了 妈 不见就不见 反正以后也见不到了 以后也不会有人 再误会我们 温馨松了一口气 他和他妈妈身上的枷锁 终于泄了下来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 林海燕看向他 什么意思 他之所以道歉 还是莫涵威胁过 温国强答应过 以后不会来烦你和周周 更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真的 林海燕松了一口气 所以 你就放心吧 现在我们一家人 要好好生活 等等我的三个大宝贝出世 这么一说 林海燕心情好了起来 他摸着他的肚子笑道 你说你 怎么这么有本事 一来就给我怀三个 哎呦 太幸福了 楚涵知道自己而媳妇 被陆梦婷给设计 这口气就是咽不下 直接给陆梦婷打了电话 约他出去聊聊 陆梦婷接到电话 高兴急了 还以为有转机 坐着轮椅也要去见面 约定的地方是甜品店 晚上七点 由陆家司机 推着陆梦婷来到咖啡馆 紧接着司机便去车上等着 远远的陆梦婷 就看到角落靠窗边坐着的楚涵 忙开着电动轮椅过去 阿姨 等很久了吧 陆梦婷笑着打招呼 只见楚涵阴沉着脸 视线落在他那白皙的双腿上 冷笑道 腿怎么了 没事 就是不小心摔断了一只腿 不过已经接好了 只是还不能动 不小心摔断 楚涵嘲讽一笑 我看是被你爸爸故意打断的吧 陆梦婷一愣 随即笑道 阿姨 你怎么知道 你的那新闻可是天天挂在热搜 我这不看也不行 陆梦婷尴尬一笑 阿姨那就是误会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干 你知道的我心里一直喜欢穆涵 那谢谢你了 以后喜欢穆涵的是不必了 楚涵这么一说 陆梦婷心咯噔一下 阿姨 你到底什么意思 楚涵直接起身 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孟婷啊 阿姨 啪 楚涵一巴掌拍了过去 直接扇得陆梦婷轮椅后退 连他自己连也火辣辣的痛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体 陆梦婷不高兴道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 我儿子和我儿媳 两人好好在一起 你竟然还跟那个 葛情勾结在一起 想设计我儿子 结果自己设计了自己 陆梦婷吼道 之前可是你支持 我勾引你儿子的 现在你不认了 那是因为 我被你这件人给蒙蔽 谁知道你这么龌龊 我还真庆幸 没找到你这种媳妇 否则 我真是要把眼睛哭瞎了 见楚涵撕破了脸 陆梦婷也不再伪装 直接道 楚涵 你骂我的时候 就没想想自己是什么好货色 你 我什么我 你自己的婚姻 还是抢的别人的 你好意思指责我 我至少喜欢一个人 还是光明正大 不像你 直接用别人生死 甚至还下药的手段 霸占不属于你的男人 楚涵暴怒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比起不要脸 你可是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啪 啪 连续两个巴掌扇去 楚涵还不解气 直接端起自己的咖啡 就交打在他的头上 陆梦婷因为腿站不起来 只能被忍着毒打 只剩一张嘴嘶吼着 楚涵你个贱人 你打我 你比我都不要脸 楚涵冷声道 打的就是 你这不要脸的贱人 就你这样子 也配喜欢上我儿子 我告诉你陆梦婷 你以后要是继续欺负我儿媳 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话落 楚涵一脚踹在他的轮椅上 轮椅轰然倒地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啊 杀人了 救命啊 陆梦婷睡在地上抱腿大喊 服务员跑来 其他客人都看着楚涵 有人看不下去指责道 这位老太太 你都多大的年纪了 怎么还打人 人家还是病人 你怎么能把人家推倒在地 楚涵被骂 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只是冷声道 你们为他说话 你们可知道 这人是谁 谁啊 不就是一个病人 一个服务员靠近认出陆梦婷 天 他可是大名人 网上那个结婚现场 一次性陪三鸭子的陆家大小见 众人一听纷纷起身来看 陆梦婷没脸了 把头用双手捂住 我不是陆梦婷 你们别冤枉我 服务员笑道 你不是陆梦婷 你把头捂起来干嘛 对啊 松开手我们看看 听说那陆梦婷 可是很不要脸 还基于人家老公 楚涵鼓掌 对啊 这个女人还基于我儿子 我儿子都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她还勾引我儿子 这种人 你们说该不该打 当然该打了 真恶心 太贱了 说着 有人开始上脚 直接踢了过去 古奶奶 我最讨厌你这种不要脸的小三了 我前夫就是你们这种不要脸的小三 给勾引走的 我打你 陆梦婷痛地大叫 直到楚涵走出去 对着陆家司机道 里面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被打了 应该是你家的人 你还不去看看 啊 那司机一听 把腿就往里面冲 楚涵冷笑 就你这点货色 也配跟我斗 当天晚上 君墨涵帮温馨洗了脚 两人上了床 温馨看手机 君墨涵帮他按摩腿部 老婆 这样舒服吗 嗯 坐正我帮你揉揉肩 温馨刚坐直身体 君墨涵手才搭上他的肩膀 温馨就激动出声 天 你看 怎么一回事 别一惊一乍的 小心孩子 你看 这是陆梦婷吧 温馨把手机递过去 打开那视频 只见陆梦婷捂住头被好多人打 一边打一边骂着小三 镜头划过 楚涵一脸嘲讽地看着 妈怎么也在 温馨一听 立马看了过去 哟 真是妈 君墨涵一笑 估摸着是为你出气 咱妈现在可护着你了 妈妈真好 我明天就去看看她 不用 后天就是将燕墨柔订婚宴 到时候又去 温馨一笑 我竟然忘了他们的事 对了 你大哥上次相亲你没问 问了 这家伙没去 我还是去给他办个相亲的 到时候让他自己选 可以啊 第二天 君墨涵就去真爱王 给博锦身交了钱 弄了个会员 然后 把所有优质女人资料都带回来 直奔警局 博锦身看着靠在车头等着自己 手中拿着一些资料的弟弟 笑着走了过来 和他并排站着 还不忘把手搭在他的肩膀 今天怎么有时间找哥哥 君墨涵嫌弃的把他手拍掉 然后把那达资料 塞进博锦身怀里 这是 给你相亲用的 所有都是优质资料 事业也有 人长得也漂亮 你挑选几个去相亲 博锦身一愣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不去 你都三十多了 你再不去 你自己终身大事怎么办 博锦身眉头一蹴 不行 我不想去 你不去以后 就别认我这弟弟 不 博锦身被气笑了 你怎么能用这种事威胁我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你到底去不去 博锦身无奈一笑 好好 我就去见见 不过你别抱希望 毕竟我已经有 喜欢的人这几个字还没说完 君墨涵便道 你别告诉我 你喜欢那香雪 博锦身握住的手一紧 没有 那就去相亲 博锦身最后迫于无奈 挑选了三个去走过场 很快就到了江燕 君墨柔订婚的好日子 燕会在盛世华庭举办 由于只是订婚 所以请的 只是双方比较熟悉的亲属 君墨涵带着温馨领海燕周周 一起去的盛世华庭 此时楚涵 军场也已经赶到 楚涵还没进去 看着门口江燕的父母 不由一惊 忙跑到正在下车的君墨涵面前 墨涵 这江燕爸妈 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 君墨涵一笑 能不眼熟吗 他爸妈可是京都首富江浩 就是京都那个最有钱的江家 对啊 你不知道 楚涵震惊出声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太好了 现在我们两家可是强强联合 都是首富眼 温馨也凑了过来 没想到江燕背景这么厉害 他竟然还只甘心当个医生 君墨涵一笑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后悔没选他 虽然他说的小 可还是被楚涵听到 他凑近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温馨气呼呼的 直接一脚踩在他的脚背 痛得他咬牙笑道 妈 没事 就是开个玩笑 你赶紧去吧 楚涵一走 君墨涵便带着林海燕们 准备进入 周玉并不喜欢这种宴会 一上车就打瞌睡 最后只好君墨涵抱着进去 江燕一身西装和君墨柔 一身红色针刺旗袍傍身 两人站在一起 像极了金童玉女 极其般配 献煞不少参加宴会的亲戚 江浩看到君墨涵 立马赢了上来 君总 你好 久仰大名 你可真是青年才俊啊 年纪轻轻 就创下这么大的公司 君墨涵伸出手笑道 江总你也别高看我 要论厉害 你可是前辈 我可要跟你学习 哪里的话 现在 你我两家能结合成为一家人 还是天大不缘分 君墨涵笑道 也是强强联合 有机会一起合作 好的 君总 里面请 温馨也和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带着林海燕们 一起进了宴会厅 订婚宴会开始 江燕在台上发表致词 弄得君墨柔 泪水流个不停 宴会结束 江燕 君墨柔手牵着手 把宾客们送出去 温馨悄悄地给君墨柔 塞了一个礼物 大嫂你这是 收下吧 这是我用自己钱给你买的 不过不是很值钱 嫂子买不起太贵的 以后要是能买更贵的 我又送你 君墨柔一听 眼眶都红了 他把温馨拉到 一边颤声道 大嫂 我和江燕 要不是你 我们也不会在一起 当初他那么爱你 我有段时间误会过你 实在对不起 哎呦 温馨好笑道 这是 我早忘记了 现在看着你幸福 我比谁都高兴 你好好跟他在一起 祝你们幸福 君墨柔点头 然后和他抱在一起 车上 林海燕问温馨 刚刚墨柔跟你说什么 看他都哭了 没什么 就给他送了根项链 他就感动哭了 这墨柔是个不错的孩子 能找到江燕 确实不错啊 证明你妈我眼光不错 这话一说 开车的君墨涵不高兴了 毕竟林海燕当初 可是非常喜欢江燕 他沉声道 江燕确实不错 温馨 要是没遇到我 那他可能嫁得更好 林海燕一夜 想解释 被温馨按住手 温馨摇摇头 对着君墨涵道 老公 醋可不是这种吃的 我没吃醋 死鸭子嘴硬 林海燕好笑道 墨涵 不是我说你 这种事也吃醋 那可就太无理取闹了 这就是以前的事 不过妈妈 找到你这个女婿 那才是幸运 你比江燕不知道 强多少倍 对吧 周周 周周别嘴 能力长相确实不错 就是人笨 会被人设计 周周怎么说 你姐夫的 姐夫笨 我说的是实话 对吧 姐 温馨一笑 笨是笨 不过笨得可爱 我喜欢 你们一家人 是一起欺负我 欺负我人好 君墨涵嘴上这样说 心情好了很多 醋意是有点 不过他并没有 真的生气 和一个即将成为 自己媚妇的人生气 那可真是蠢 更何况 江燕配他妹妹还行 配温馨 那就不行了 总而言之 媳妇已经拐到手 一切都无所谓 一周后 君墨涵刚收购 好可情的完美公司 下班回到家 博锦身就来了电话 硬要君墨涵 把那真爱王给关了 他已经天天 被那些女人烦得不行 甚至还有人 拿着他的照片 来警察局围堵 求着约会 这一切对他的工作 造成严重影响 上司已经很生气 给出他三个月时间 赶紧解决自己终身大事 隔绝这些烂桃花 墨涵 就算哥哥求求你 赶紧把我消息注销 我实在受不了了 君墨涵沉声道 可以 我跟你上司站一起 你要是能 我的号注销 然后把你资料销毁 否则不可能 君墨涵 你这 挂了 就这样 电话一挂 温馨便走了过来 老公 博锦身还是不同意相亲 对 他的心思我知道 你真的觉得 他喜欢香雪儿 对 而且还不浅 温馨一笑 想了一下 靠你大哥 主动是不可能了 其实香雪儿也不错 听说人家 现在自己自考 已经考上名牌大学 已经在就读了 他这样上镜 和你大哥 还是挺匹配的 你的意思 是你想要帮他 嗯 我明天去探探香雪儿的意思 到时候再说 君墨涵本不想同意 温馨到处跑 可想着 自己那又臭又硬的 石头哥哥 便同意了 明天我让家里司机送你 我不放心 你一个人来回跑 好 也行 第二天 温馨吃了早饭 就直接去了 帝都最好的大学 学校门口 因为有豪车停下 吸引了不少 学生的注意 温馨下车 扶不道 少夫人 需要我跟你一起进去吗 不用了 谢谢 你在外面 找个停车位等着 好了我给你电话 好的 你小心点 嗯 温馨提着给香雪儿 准备的礼物 走了进去 问了不少 学生才问到香雪儿 在那个班 他直接去他班上 时间就这样过去 不知不觉 温馨肚子也有了五个月 身上的反应也少了很多 吃什么都香 他也胖了不少 五个月的肚子 导致他越来越没精神 瞌睡是少了些 就是人饭懒 君墨涵上班之前 来到温馨床前 只见他已经醒来 一个人看着天花板发呆 被子下 挺着的肚子 莫名让他有种幸福感 他顺势坐下 手覆盖在他挺着的肚子上温柔道 我准备上班去了 妈妈今天有事来不及 去送粥粥 我 我去送吧 温馨打断他的话 然后坐起来 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酬绪 君墨涵见他这样 自是不放心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 你最近都好奇怪 温馨眨眨巴着眼睛 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 毕竟他答应过香雪儿 此事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 尤其是君墨涵 见他不说话 君墨涵道 我发现你好奇怪 自从上次你去了香雪儿学校以后 你回来就会这样发呆 问你什么你也不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温馨张张嘴 许久才会难道 事情过了两个多月了 我实在憋不住 老公 我要是跟你说了 你别跟博景深说 好 其实上次去找香雪儿 他并没有在教室 而是在他们学校的医务室 哦 怎么一回事 温馨眉头揪起 有些心疼 香雪儿那天在学校下腹无故出血 然后他就去学校医务室检查 医生说他们那里检查不了 他出来便撞见我 我陪他去的医院 君墨涵看着温馨红红的眼眶 便心中微沉 肯定是香雪儿 查出不好的结果 不然自己老婆不会如此难过 他没说话 静静聆听 暗自祈祷不要发生大事 不然他大哥那死板的人 这辈子就要光棍到底了 医生说他之前流产的时候 伤到宫颈 里面被感染过 以后要孩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说到这 温馨嘟嘴低着头 难过不已 君墨涵深吸一口气 许久才到这事以后不好整了 大哥他 他认死里跟我一样 认准了一个人 不会再和别人在一起 如果香雪儿以后 真的不能再生了 那他妈妈肯定不会接受他 他们两个之间 以后更不可能在一起 温馨有些烦闷 这是你自己搞吧 我去洗脸送粥粥 嗯 那我上班了 君墨涵现在焦头烂了 一边是大哥的终身大事 一边是自己好焦虑 转眼间自家老婆都五个多月了 马上就到生的时候 他听公司里的人说 孕妇生孩子 是从鬼门关走过 好多孕妇没撑过 这一说吓得他 每天都如履薄冰 度日如年 温馨目送他离开 然后便去叫周周 周周此时已经醒来 又在打坐 他习惯了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打坐半小时 然后洗脸上厕所十分钟 八点的时候 到学校门口排队进校 温馨走过去 食指戳了戳周周的后脑勺 小家伙 喜叔准备去学校了 等下错过学校的早餐 周周嘟囔着 几点了 七点四十 嗯 马上 周周洗漱好 穿上校服出来 背上背包 姐 我们走吧 好的 温馨第一次 送周周去学校 心情很不错 看着他进入学校 温馨也没回家 而是准备去找萧涵 步行置小巷子的时候 他感觉有人跟着他 他一回头 又什么都没有 他以为是自己想多了 来到萧涵家楼下 正好撞见萧涵 和张国栋撕扯着 温馨忙跑了过去 喂 张国栋你这是作甚 放开萧涵 萧涵见温馨扶着大肚子 快步走来 吓得不行 忙道 温馨你别管我 走慢点 温馨跑过去 直接拽住张国栋的手 就把他推到一边 然后用自己身体 护着萧涵 又是你 你这女人 怎么总是坏我好事 温馨冷声道 谁坏你好事 你在这里拉扯萧涵 你想干什么 张国栋道 我能干什么 我只想见我女儿 我妈妈因为见不到孩子 已经病倒了 这关萧涵什么事 张国栋你应该记住 你和你妈妈 已经把萧涵母女撵出去了 更何况你们已经离婚 请你不要来打扰他们 张国栋一听 情绪激动 那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就不能见了 当时离婚她也分走 我不少钱 怎么可能孩子钱她都要 不可能 我现在就想要孩子 不给我孩子 我什么都做得出 萧涵被逼哭 你凭什么在我们 拿到离婚证的时候 和我抢孩子 别说你抢不到 就是法律也不行 我劝你赶紧滚 我就不滚 不给孩子 我就复婚 温馨好想笑 正要反驳 就听到张国栋手机响起 紧接着他接起 免提那边传来王强的颤声 儿子 妈快不行了 你要是不把我 孙女接回来 我就真的不行了 妈好想孙女啊 呜呜呜 那边传来王强隐忍的哭声 张国栋一听极了 妈 你放心 今天一定让你见到孩子 我挂了 挂断电话 张国栋道 萧涵你也听到了吗 妈妈今天见不到孩子 会很痛苦的 你就让他见一面 实在不放心 你抱着孩子 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萧涵毫不犹豫拒绝 不去 萧涵 求你了 我跪下了 碰 得一声 张国栋直接跪下 拽住他的裤子 还真的哭了 萧涵看着温馨 两人面面相去 温馨还是第一次见着男人哭 拉着萧涵 我们走 你们离婚了 他妈妈的死活 跟你没关系 对 萧涵应了一声 便要上楼 张国栋被逼急了 也不管不顾跟上去 温馨没好气到 你跟着我们进电梯干嘛 有毛病吧 今天我妈妈见不到孩子会死的 我不会走 你们若不让我见孩子 我便随时跟着 萧涵无语 你 反正我早调查清楚了 你和那个王东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 所以 你还是单身 我还有追求复婚的权利 哈哈 温馨好像听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事 笑得格外大声 他也不客气 你跟你的家家都没离婚 现在还想和萧涵复婚 开什么玩笑 再说 谁跟你说 王东和萧涵不是男女朋友 他们早在一起了 我不信 除非你让王东亲自说 反正我也没见到他们两个在一起亲嘴 他萧涵就是单身 我有权利追求他 别理他 萧涵不想跟他说话 出了电梯打开门 拉着温馨便要进去把门关上 可张国栋人高马大 直接把门推开就走了进去 然后直奔房间 孩子孩子 爸爸来了 萧涵吓得大叫 喂 你给我放下孩子 张国栋 你别逼我报警 我是孩子爸爸 报警警察也不会管这事 萧涵要去抢孩子 张国栋就是不让 不过好在 他只是坐在一边抱着孩子逗弄着 也没干什么 所以萧涵也不好再赶人 温馨拉着萧涵来到一边淡淡道 看这情况 这人一时半会不会走 你打算怎么办 总不会让他一直在你这里待着吧 萧涵眉头一簇淡淡道 可是我也赶不走 我猜不让他带孩子见他妈妈一面 他肯定不会走 一直赖在这 温馨 要不你抱着孩子 跟着他回去见王强一面 不行 我怕他乱来 像上次孩子掉下去的事 我经不起再一次惊吓了 孩子也是 要不这样 你让王东陪你去 也好断了张国栋想复婚的念头 萧涵一想 这是个好办法 可是他上次把王东赶走后 两人就没见过面 期间 王东给他的电话短信 他都没有回复 对他很绝情 这要是找人家 他该多丢脸 卑鄙龌龌龊 更何况 他们已经断了 要是再请人家帮忙 那可就太不要脸了 想到这他淡淡道 算了 我已经和他没了联系 没必要再一次害他 温馨点头 那我陪你一起去 嗯 看来只有这样了 萧涵走到张国栋面前 用商量的口气道 我今天可以带着孩子 让你妈见一面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你们想见 只能通过视频 张国栋眉头一簇 不行 每个星期周末 你得把孩子给我带 不可能 你连孩子都不会带 我可以学 既然你们这么不要脸 这孩子 你们一天也不想见 快走 萧涵抢过孩子 直接下了逐客令 张国栋干脆转身 不走就是不走 我不走 今天赖在你这吃饭 反正只要你单身 我就想跟你复婚 王家家那边 我准备去监狱 跟他说清楚离婚 你别拿王东找借口 人家大老板 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更何况 你不是没住人家房子了吗 这说明 你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所以我还是决定 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在一起 温馨一听 双手抱胸 靠在旋转柜面前 眼睛一转 这张国栋赖在这也不是坏事 王东和萧涵的事 需要一个催化剂 而这个催化剂 需要张国栋来给 想到这 他给王东发了一个信息 温馨 张国栋又来萧涵这里 赖着不走了 你要不要看 王东刚出差回来 还没有回到家 就看到这信息 他眸子一冷 脸色极其不好 对着司机到 送我去世纪城的那条小巷子 萧涵正和张国栋争执不休 就听到敲门声 温馨嘴角一勾 我去开门 打开门 温馨和王东相视一笑 屋子里依旧传来张国栋 萧涵的争执声 我说过 我和王东已经在一起 请你不要再 对我抱有任何幻想 他不可能喜欢你 不然怎么会把你撵出去 你就跟我回去吧 萧涵 求你了 谁说我不喜欢他 他说的对 我们早已经在一起 王东走了过来 毛子微沉 由于上次表白悲剧 为了换个好心情 他已经把胡须给剃了 剃了胡子的他 更加帅气 气质卓绝 只是人憔悴了些 一时之间 没让萧涵反应过来 就连张国栋也猛然起身 看到王东 差点惊得掉了下巴 你 你怎么在这 王东一笑 越过张国栋 来到萧涵身边 温柔地看着他 还不忘把手搭在他的肩膀 眼中的爱意 俨然是一副爱情的模样 我什么我 当初让萧涵母女搬出来 是因为那边的家 要重新翻修一下 有甲醛 所以我们请了甲醛公司除甲醛 所以才让他们母女暂时搬出来 萧涵有些感动 又很尴尬 他看向温馨 温馨正双手抱胸 笑眯眯地看着他 张国栋不信 我不相信 你要是真的和萧涵在一起 那你们轻易和我看看 张国栋你 不要这么莫名其妙 你看你 你恼羞成怒了 你别以为你 找他忽悠我 我就相信你们在一起了 张国栋你到底要干嘛 萧涵话一落 王东直接绑过他的头 就吻上去 时间静止 呼吸交缠 贴合在一起 萧涵震惊不已 垂在身侧的手 已经震惊地紧紧握住 他竟然主动吻了过来 王东最后重重地 在萧涵唇上吸了一口 然后松开他 温馨一笑 很甜 萧涵下意识后退 脸颊爆红 实在不敢看他 张国栋暴怒 你们 你们 现在 你相信了吗 我和萧涵本就是男女朋友 以后你就不要来打扰我们 否则 我定会让你不客气 出去 张国栋被王东下逐客令 可还是处在震惊中 一步没挪动 王东直接拽住他 把他丢了出去 张国栋一走 温馨也不好意思 在里面打扰人家两夫妻 笑道 你们两个聊 我走了 王东加油 温馨离开 一路上嘴角带笑 这两人有戏 没想到王东这次挺男人 直接亲上 还有萧涵的脸红的呀 温馨哼着小曲下的楼 准备回家 就在他经过小巷子的时候 一位肚子 比他还要大两倍的孕妇 突然双手处着腿 站在一边拼命喘气 好像随时要昏倒一般 温馨看到这一幕 马上走过去 你好 请问需要帮忙吗 孕妇抬起头 脸色煞白道 肚子太大 天气太热 我有点喘不过气 好想休息 那你家住在哪里 就在这巷子里的尽头处 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温馨没多想 好 走吧 搀扶住他 两人朝着后面的巷子深处走去 他不知道的是 那孕妇低着头的眼中 带着一丝恨意 转瞬即逝 巷子最里面 越往里面走越没人 温馨有些不安道 你们住的这地方 怎么这么偏僻 没办法 没钱只能住这 这里的房子太古老了 加上最近拆迁 所以好多人搬走了 现在稀稀疏疏 只有两三家住在这 哦 那你家住在几楼 三楼 姑娘要是你不想上去 你你就送到这吧 温馨点头 好 那我就不上去了 我这肚子也不方便 好好好 就在温馨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听到那孕妇叫了几声 啊 温馨回头 忙扶住要摔倒的孕妇道 你没事吧 没事 头太疼了 应该是有点中暑 那我还是把你扶上去 那孕妇忙赶接 好 那谢谢你了 温馨把他送回家 然后准备走的时候 门突然被关上 他吓得一愣 那我走了 你好好休息 走得了吗 孕妇的语气突然变得阴森 紧接着他抬起头 温馨眉头一蹴 那声音让他很熟悉 好像是葛琴 他回头 咦 就在他震惊之时 孕妇已经把自己衣服里 藏的东西给取出 那肚子是假的 你不是孕妇 你到底是谁 那女子冷笑着抬起头 一边优雅地走到旁边 抽出湿纸巾 往自己脸上擦汗 一边道 姑娘出来吧 人已经给你带来 话一落 里面的房间门走出两人 葛琴还有李燕 温馨震惊不已 怎么是你们两个 葛琴冷笑 走了过来 看向李燕 李燕 我们请这个首富太太 好好坐下 商量一下接下来的事 温馨眉头一蹴 没想到这个贱人 被君莫涵赶走 竟然还能回来 甚至还火通别人 把自己骗到这 他感觉自己太蠢了 李燕走了过来 按住温馨肩膀 玉途把他按了跪下 温馨一把推开他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我自己会做 谁说让你做了 我们是让你跪下 那李燕话一落 他的脚便狠狠地 踢在温馨腿上 紧接着温馨直接跪在地上 痛得他倒吸一口气 葛琴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找死 莫涵的手段 你应该知道 葛琴不怒返笑 起身 围着温馨笑道 我知道你男人厉害 不过他不知道我回来 你们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我也不想活了 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 温馨暴怒 你疯了 莫涵已经放了你们葛家 只是不让你回来 你怎么还要来逼迫我们 我逼迫 明明是你毁了我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你知不知道 我付出多少才回到这 葛琴说着 脸上露着猙獰的笑 笑过后 他又在哭 温馨被他弄得猛圈 这女人怕是疯魔了 葛琴想到这几夜 陪着那老头的一幕 他握住拳头 为了得到这次机会 他整整赔了那七八十岁的老头 五天五夜 那就是一种痛苦 变态的折磨 手铐 鞭打 掩头烙印 这些痛苦历历在目 不愧是最大的头目 玩的法子一套接着一套 葛琴掀开手臂上的衣服 还有肚子上的吊带 凑近温馨 看到没 这就是回到这里的代价 三十多条皮带打的痕迹 十七个掩头烙印 还有手铐 差点把我手给弄散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你害我离开这里 我为了进来一趟 和那只脚踏在棺材里的老头睡了 他是个变态你知道吗 葛琴一边吼 一边哭 看起来就跟疯了一般 温馨在他眼中看到了恨意 那种恨意仿佛脆了毒似的 他知道这次他会出事 只是没想到 这个女人心里已经扭曲 为了报仇 出卖自己肉体 温馨淡淡道 你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钱 对 我要钱还要看君莫涵 到底爱不爱你 所以 我想和你赌一把 怎么多 马上你就知道了 想到这葛琴嘴角勾起一丝音效 他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马上派人来接我们 对 按照我之前说的那样做 五分钟后 一辆黑车在楼下停好 温馨被葛琴李燕 分别驾着走上了车 君莫涵准备下班 收到一转接电话 电话内容是 温馨被绑架 需要准备五千万赎金 到景延山去赎人 来的时候必须他一人 否则就撕票 一尸两命 君莫涵接到电话 心中好不容易筑起的城墙 请客间倒塌 砸得他差点一口血 把自己送走 徐特助正好进来 看到这一幕 立马扶住他 君总 你这是怎么了 抱我抱紧 我老婆他 嗨嗨嗨咳 君莫涵口中咳出血 弄在地板砖上 吓得徐特助尖叫 君总 你不是要死了吧 你怎么无缘无故吐血 别管我 去财务调动五千万现金 快 一定要快 徐特助紧张到 财务的钱 不是随便调动的 要很多手续 君总你到底怎么回事 以前的你 不这样六神无主 你还吐血 君莫涵深吸一口气 许久才擦去嘴角的血道 我老婆被绑架了 匪徒要五千万赎金 不让我报警 我一遇到他的事 我就稳不住自己情绪 徐特助你去拿着我的印章 调动两千万 其他三千万 我拿我自己账号上的 你准备好给我送到 通往锦岩山高速公路等我 我现在去找我大哥 好 君总你不要急 话未落 君莫涵已经跑了出去 徐特助能看到 自己雷厉风行稳中的偶像 一下子亮呛一下 不由心提到嗓子眼 他赶紧跑去财务调钱 柏景深的电话 一遍又一遍响起 却没人接 君莫涵又不敢去警察局 只能打电话 他急得只会锤打方向盘 好在几分钟后 柏景深回拨了电话 莫涵 想我了 温馨被绑架了 什么 你别激动 先听我说 绑匪不让我报警 不然温馨和孩子很危险 绑匪只让我一个人去 所以我需要你 挂断电话 柏景深并没有按照 君莫涵说的等消息 而是私自召集了 十名手下 跟着他一起去了锦延山 他打算让他们 在山下埋伏等待时机 然后他独自一个人 悄悄地跟着君莫涵上山 看情况 毕竟那是他的弟弟弟妹 他无法看着他们 独自面对危险 君莫涵赶到通往 锦延高速路口的时候 徐特助已经准备好一切等着 把钱拿到手 君莫涵吩咐徐特助回去 自己便上了山 此时 锦延山山顶 李彦和二十多位保镖站在一边 都纷纷暗瘫辣眼 就在这时 一个打探动向的保镖走来 恭敬出声 金爷 君总已经提着钱上山 估计还有十分钟左右才能到 身边没有其他人 嗯 既然如此 我们就等着吧 金爷话落 用嘴啃在葛延肩头 狠狠地咬下去 直到口中血丝蔓延 葛延痛得眼中含泪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非人折磨 他暗暗告诉自己 再忍一下 今天过后 这死老头再也不会欺负他 他要的是 君墨涵跟他相互厮杀 而他只要在他们厮杀的时候 解决温馨便好 那脆了毒的视线 落在不远处的温馨身上 他冷笑 很快 君墨涵便赶到 远远的温馨 就看到那枚身影 眼中含泪 感动得他背后绑住的双手交握 这一次是他疏忽 没想到被葛延设计 不过他一定不会害了君墨涵 老公 他的声音有些微颤 听得君墨涵心 仿佛被什么割住一般 那染血的毛子 在看到他此刻处境之时 更加血红 他只说了四个字 别怕 我在 温馨摇头 嗯 我不怕 葛廷看到那个 逆着光走来的俊美男人 如同折线一般 瞬间呼吸一致 他总是能给他带来惊喜 这样的危险 也敢一个人上来 不愧是他看上的 至少到现在 他已经被他伤害的心碎 他依旧爱着他 你来了 君墨涵听到葛廷的声音 回头 一眼就看到 金爷怀中的女人 毛子立马散发着 阵阵试杀之意 果然斩草不除 跟春风吹又声 饶了他一次两次 他又来第三次 果然是你 葛廷你 最好祈祷你这次能活着 葛廷不甘示弱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让你女人活着吧 金爷推开身上的葛廷 爽朗一笑 哟 老朋友好久不见了 你那蠢货外公 也不带你来找我穿穿门 这几年不见 你越发长得跟小白脸似的 越发好看了 你要是活在古代 肯定会落个 古代帝王的男宠当当 君墨涵俊美的脸上浮出寒意 如果眼睛能杀人 此时这金爷不知道 被杀了多少次 他冷笑着 金爷 你就是我外公手下的一个叛徒 要不是靠着卑鄙手段 把我外公绊倒 你现在应该还是一条 姚维起怜的狗吧 金爷一听暴怒 好大的口气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看看谁是狗 来人 把这个女人吊起来 不要 君墨涵震惊地看着温馨 被几个保镖拉绳索 紧接着 温馨便被吊到大树下 脚底悬空 整个人都在天上摇摇晃晃 他玉途跑上前 金爷掏出手枪 对准温馨肚子 你要是赶过去 我这枪打通他的肚子 听说里面有三个孩子 不要 君墨涵气血的毛子 迸发出泪 一片心红 乍一看 还以为流出血泪 他痛苦地握紧手中的 钱箱子沉声道 好 我不过去 钱我已经带来 放人 那我得咽咽钱 君墨涵激烈的心跳声 以及双手止不住的颤抖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 那里确实是一打打崭新的钱 保镖走过去看了看 摸了摸 然后对着金爷点头 君墨涵合上箱子 钱准备好了 五千万不多不少 人放了 好 可以 先把钱给我 这女人我自然放 不行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拿了钱四票 金爷把玩着手中的枪笑道 既然你不信任我 那我们玩个游戏如何 你只要从我胯下钻过 像狗一般用嘴舔干净我的皮鞋 那么我把它放下来 然后你跪着雪狗叫 叫我生祖宗 我便拿了钱就离开 保证以后不会来打扰你们 不要 君墨涵不可以 温馨大叫 由于风很大 他在半空中 被风吹得四处摇曳 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一般 任人宰割 君墨涵看着他染满泪的小脸 以及无助的痛苦样 心痛至极 握住拳头的手 搁直坐下 见他犹豫 金爷冷声道 考虑好了就快点 你老婆这样挺着肚子挂在树上 总归不是很好 说不定那孩子就掉了 好 我答应你 葛晴震惊地后退 双眸圆睁 你竟然因为他愿意做条狗 君墨涵 你疯了 葛晴 哪怕我是条狗 也比你崇高 不像你 君墨涵语气冰冷 脸上的嘲讽 如同利剑一般 似在他的心头 一刀刀把他千刀万剐 突然之间他笑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过来舔吧 君墨涵 我要让你后悔 金爷冷声道 好了 你以为你有什么高尚的 还不是跟个母狗似的 任我宰割 滚过来喂老子葡萄 好 我这就来 葛晴眼中的毒辣转瞬即逝 他走过去 拿着葡萄包皮喂了过去 君墨涵跪了下去 用膝盖一步一步 朝着金爷挪去 温馨哭道 你怎么这么傻 你应该报警吧 我 君墨涵血红的眸子看着他 那里皆是柔情 碰 一声枪响 金爷的枪声 从温馨脸颊边擦过 吓得君墨涵一口血翻涌 直到看到他没事 金爷冷声道 赶紧 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君墨涵握住拳头 朝着他张开的双腿钻去 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 肩挺笔直的腰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折腰 别说是金爷 就是躲在一边的柏锦身 也震惊得不行 夕阳打在他的身上 他脸下毛子 落下眼泪 就这样钻了过去 所有耻辱都没他重要 柏锦身本要阻止 可他看到两名保镖手中的枪 指着掉温馨的那根绳索上 一旦他轻举妄动 那么温馨便会掉下悬崖 一时三命 他痛苦地咬着牙 只能等待温馨从大树下放下 然后再攻上去 我这乖狗狗不错 听话 快把你祖宗我的鞋子舔干净 舔干净后 我就把你那母狗放下来 说着 金爷还不忘摸了摸君墨涵的头 俨然一副把他当成狗鹿毛的样子 旁边的保镖们都在笑 好 君墨涵低着的头毛子一冷 他处在地上的双手微动 袖口里的手枪便握在手中 就在这时 他猛然起身 速度极快 一个过肩摔金爷被他砸在地上 他一个翻身骑在金爷身上 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 保镖们以及葛琴大惊失色 其中一个保镖开了枪 温馨的绳索差点断了 君墨涵冷声吼道 谁要是敢开枪 我现在就杀死他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我紧身见状给下面的人发了消息 让他们上来 而他此时也跑了出来 手枪指着那些保镖 大哥 快救我老婆 我紧身一动 那些保镖便纷纷围了上来 君墨涵怒了 手枪用力地抵在金爷太阳穴 让你的手下放下枪让到一边 不然就送你去死 有种你开枪 我死 你们几个都活不了 死得最快的就是你老婆 金爷不是那么好威胁的 毕竟是在刀剑上填血活着的 又怎么可能被他给吓到 君墨涵咬住牙 看着半空中的温馨 泪水滑落 这一滴滴泪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看向薄景深 对他点头 博景深不同意 摇头 树上的温馨看到这一幕 知道君墨涵想干嘛 他想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赌注救他下来 一旦他离开金爷 那些人便会开枪 他就会死 不 他不能死 这个男人用他的生命爱着自己 就算是死 也不能是他 他为自己付出太多 多到他根本无法还清 这一次就换他保护他一次 他看向树上 那根差点被子弹打断的绳索 只要他用力一挣 那么绳索便会断裂 而他就会掉下悬崖 可是掉下去的同时 距离悬崖边的地方有棵树 树有手臂粗 短时间内定能支撑他的身体 看来只能堵一把了 就在君墨涵准备开枪扑上去的时候 他听到温馨急声大喊 老公 我爱你 一直以来都是你保护我 这次就换我保护你一次 啊 绳索断裂 温馨朝着悬崖下坠落 他看着他 满眼不舍 视线落在悬崖边的那棵小树上 这是他唯一的生机 不要 君墨涵开了枪 打死了金爷 眼睁睁看着温馨掉下去 一口血喷涌而出 博锦身的枪朝着保镖们打来 那些保镖们显然没料到 自己主子会死 都疯了一般 用枪乱射 葛琴夏的瑟瑟发抖 李燕走过来 玉途带着他离开 君墨涵忍住悲痛 用枪打死不少人 可是金爷的人源源不断涌来 仅靠他们两人根本无济于事 还好最后小林赶到 君墨涵跪在悬崖边 撕心裂肺的声音 在整个山间回荡着 直到听到一阵细微的声音 老公 救我 如遭雷击 君墨涵心口一跳 那一道道声音断断续续传来 老公 救我 温馨 你在哪里 君墨涵趴了下去 这才看到悬崖下面的一棵树 温馨一个人掉在那里 狂喜失而复得的惊喜 让他无法考虑太多 他大声喊道 大哥 快来救人 博锦身吩咐小林 把所有人绑好 连忙跑过去 怎么回事 我老婆还活着 快救他 博锦身也看到了 惊喜不已 快 你拉着我的脚 我去救 不要 你拉着我 我去救 不行 危险 我练过 博锦身自然是不同意 君墨涵不管不顾 他等不得 温馨每掉一分钟 他的心脏就骤停一分钟 他也危险一分钟 俯身直接伸手下去 还把上半个身体 朝着悬崖下覆过去 完全把自己身体 垂直在悬崖边 博锦身没办法 只好拉住他的脚 紧紧地生怕他掉下去 小林也带着三个人赶来 君墨涵脸已经憋红 还差一点就能拉到他 大哥 你把我的身体继续往下 不行 再下意识失手 就会掉下去 快点 君墨涵暴怒催促着 整个人已经失控 温馨看着他 倒冲着嘴角一出的血哭道 墨涵 放弃吧 你拉不到我 我没力气了 不准你这样说 血随着他张嘴低落 落在温馨额头 看着他那发青的脸 温馨哭道 时间太久 你这样会脑出血死的 那我也不可能放弃你 就在这时 一边的葛晴正脱开禁锢 朝着君墨涵走了过来 他抱起大石头 想砸了下去 博锦身健壮 大叫 小林 小心后面 小林抬起头 手上依旧没松 只见葛晴手上的大石头 并没有砸向小林 而是砸向君墨涵的头 君墨涵 你和温馨都给我去死 随着石子落下 枪声响起 小林的枪刺穿了葛晴的左胸口 而那石子也砸在君墨涵头上 发出一声巨响 君墨涵闷哼一声 口吐鲜血 不 老公 温馨惊恐间松开了手 眼看着他要掉下 君墨涵不顾一切 用尽全力拽住了他的手 大哥 我拉住他了 你把我们拉上去 好 小林用力拉上来 三分钟后 君墨涵抱住温馨 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让他紧绷的心终于松懈下来 口中吐出的鲜血 一口接一口 把温馨吓得够呛 老公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话未落 君墨涵双眼一闭 直接砸在地上 救护车的声音在山间荡漾 伴着警车的声音 让整个山间变得严谨起来 温馨 博锦身看着医生在抢救君墨涵 整个救护车里 随着温馨的哭泣 变得气氛窒息起来 医生沉声道 没事 你是孕妇别太激动 病人现在是脑部受伤 加上倒冲太久 估计左脑有点出血 有我们医生在 你先生绝对没事 温馨没说话 一边哭一边点头 看着君墨涵口中一直流血 他实在蹦不住 手术持续了两个小时 确实是脑部出血 那大石头把他脑子砸穿 还好出血不是太多 加上抢救及时 君墨涵也度过了危险 由于葛琴受伤严重 今夜死去 博锦身要回去交代清楚 便没留下 只是打了电话给楚涵 君厂 楚涵 君厂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1点 看到自己儿子躺在床上 包着头一动不动 楚涵便泪流满面 君厂揽住他的肩膀 没事了 没事了 度过危险就好 爸妈你们来了 温馨一只手掐着腰走了 进来换倒 楚涵这才看向温馨 忙走过来拉着他的手 温馨 你没事吧 你们要吓死我了 听说 你差点掉下悬崖 那个贱人还在抢救 要是死了更好 不死我也不饶他 怎么这么黑心 你还怀着孩子 还有那金石 我的 不就是我爸爸的一条狗 脱离了狗圈 就敢这样对你们 活该死无葬身之地 温馨无奈叹道 还好最后没酿成后果 墨涵也终于脱离了危险 是啊 赶紧回去睡觉 还有孩子 不能熬夜 墨涵 有我和你爸爸看着 不行 温馨看着君墨涵 心疼得不行 我想守着他 这次要不是他 我可救 这么一说 温馨眼睛又红了 想到君墨涵为了他 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他就后怕 这个男人从今以后 他会好好宠着 楚涵看到他眼中的心痛 和军场对视一眼 然后道 那行 我们先回去 明天来替你 嗯 谢谢爸妈 楚涵军场一走 温馨便趴在君墨涵的旁边 握住他的手 温柔地看着他的睡颜 嘟囔道 墨涵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孕妇 一个人生孩子 他痛得坐在地上 旁边连个人都没有 我去扶他 我问他 他家人怎么不在 你猜他怎么说 看着床上没有睁眼 也没说话的男人 温馨淡淡道 他说 他们一家人开车去 玩出了严重车祸 一家五口只有他逃过一劫 因为他的老公婆婆 用他们的身体护住了他 所以他才 乌隐隐约约的抽气声 在病房里回荡着 温馨咬着自己的手背 不知道他是为那孕妇 悲惨的遭遇哭 还是为自己而哭 他和那孕妇都是幸运的 都有人宠着爱着 可是那孕妇却不同 他也是不幸的 家人都死了 徒留他一个 现在准备生孩子 也只有他一个人 他本就是孤儿 无父无母 如今 只有肚子里的孩子陪着他 想到这 他的视线落在君莫寒脸上 还好我还有你 夜深人静 温馨趴在床边睡着 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 温馨做了一个梦 白色的花圈随风摇曳 君家大大的别墅 全部都是白色的纸 从天上飞下 他牵着三个孩子走进去 一眼就看到 那口停在门中间的水晶棺材 孩子挣脱他的手 跑过去扶着棺材哭泣 哭着喊着叫爸爸 温馨忙跑过去 看到君莫寒死去的脸 那么清晰 他痛得忙捂住胸口跪下 就在这时 所有来吊咽的人 都走了过来指责他 要不是因为你 君莫寒不会死 我们公司也不会倒闭 我们也不会失业 对 要不是你 温馨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 去死吧 去死吧 啊 温馨从梦中惊醒 吓得满脸都是冷汗 拼命喘息 他看着床上依旧沉睡的君莫寒 伸了个懒腰 温馨眸眸子暗淡 就在他准备转身出去的时候 他的手被人握住 温暖的触感 仿佛抹进他的心里 那股平静的心 仿佛被一团火给燃烧窜起 激动的他回头 对上君莫寒那带笑的眼睛 他高兴地蹦不出一个字 泪水滑落 扑进他的怀里 呜呜的抽气声响起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再不醒 我会崩溃的 君莫寒抚摸着他的头 虚弱一笑 我这不是没事吗 以后不会让你有这么的危险 温馨抬起头 擦干眼泪 颤声道 你还有桃花吗 没 绝对没 真的 我怎么有点不相信 君莫寒眉头一蹴 其实还有那么十几个 不过你放心 他们绝对不敢 那还差不多 正说着 病房门被推开 林海燕楚寒 还有宝雪一起走进来 每个人手上 都提着一个保温盒 林海燕率先道 哟 莫寒你醒了呀 太好了 昨晚要不是周遇 一个人在家 温馨不让我来 我昨晚就来看你了 宝雪也笑道 我也是今天早上 才知道你出事 头还痛吗 不痛了 谢谢妈 谢谢阿姨 君莫寒轻轻应了一声 头还在痛 一说话就痛 他干脆不说话了 温馨看着他们三个 从保温盒里倒出东西 不游道 妈 你们都给我们 准备了吃的呀 对呀 我准备的是鸡汤 我这里还有粥粥饺子 楚寒道 太清淡了 没有营养 温馨我给你准备了 你爱吃的炒菜 还有莫寒喝的八宝粥 君莫寒病了一次 被家里所有女人给宠的 整整胖了三四斤 萧寒自从被王东亲过以后 再也不敢见王东 一直逃避 逃避了整整半个月 今天 王东忍不了 直接来到萧寒门口 萧寒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束玫瑰花 血红的玫瑰上 还沾着露水 娇艳欲滴 很美 他不由一愣 小姐 你好 这是有人给你送的玫瑰 男子声音低沉 故意压低嗓音 听着陌生 萧寒眉头一簇 谁送我的 他接过花 眼皮一抬 王东那张俊脸 就这样映入眼帘 他紧张的心跳加速 咦 王东一笑 走了进去 随即把门关上 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 俨然一副熟人的姿态 萧寒 我今天来试试想带你和孩子去一个地方 不知道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 萧寒紧张到 什么地方 跟我走吧 我没勉强过你 这一次 请听我的好不好 犹豫了一下 萧寒还是拿了一件大衣批上 然后抱着小雪糕跟上他 还吩咐王东 把背腰拿上 身前的男子高大 仿佛一棵大树 为他遮住了一切风吹雨打 萧寒那不平静的心 逐渐安静下来 他在想 要是他早点遇到王东 那么就不会经历那场悲催的婚姻 那他和王东是不是就会走到一起 两人肯定会很幸福 毕竟在王东的眼里 他看得到他满眼都是他 而张国栋眼里 永远都是自己 忽然身前的男子停了下来 萧寒低着头 没收住脚 直接撞了上去 他的胸肌很硬 看起来一直健身 萧寒撞疼 闷哼着 娇春道 你怎么突然停下了 撞疼了吗 还好 王东接过他手上的孩子逗弄着 还不忘摸了摸他撞疼的额头 萧寒下意识后退 尴尬出声 没事 莫名的王东嘴角上扬 因为他看到 他脸颊上的那一枚红 仿佛有魔力一般 牵引着他的整颗心 王东带着他们母女 来了一间餐厅 餐厅被包场 很安静 二楼的台上 有如流水般潺潺的钢琴声传来 小雪在王东的怀里 好奇地裹着拇指 一双葡萄般大眼睛 好奇地四处打量 时不时发出裹手指的声音 王总 你们定的位置已经准备好 要马上上菜吗 服务员走来 弯腰微笑 视线在萧涵身上打量 任务来了 王东沉声道 可以 话落 他带着萧涵入座 萧涵有些窘迫 毕竟第一次来这种大餐厅 又是包场 整个人纠结不已 骨子里的自卑总是提醒他 不要沉浸在公主的美梦中醒不来 他和他不可能 王东把孩子放在婴儿座椅上 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些玩具 又贴心地用湿纸巾 帮他把手玩具擦了 这一切都落在萧涵眼里 他嘴角微勾 王东 谢谢你做的 比我这个当妈妈的还要好 王东一笑 目光灼灼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其实你没必要为我破费 我会有心理负担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萧涵摇头 不知道 就在这时 耳边的钢琴声换了 换成生日歌 紧接着餐厅的灯光熄灭 几个穿戴整齐的服务员走来 推着点好蜡烛的生日蛋糕 以及一些香喷喷的饭菜水果走了过来 随着他们的步伐 生日歌的语调 也随着他们荡漾而开 萧涵震惊地瞪大眼睛 这才想起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眼中莫名一出泪 他这一生没过过生日 没想到会有人记得他的生日 桌子下的手紧张地握住 烛光打在他的脸上 晶莹剔透 王东笑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快许愿吹蜡烛 谢谢谢谢 萧涵控住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边点头一边哭 更多的是感动 服务员把菜上气离开 偌大的餐厅 就只有他们两个大人一个孩子 小雪糕伸着手 想去抓蛋糕 许愿后吃了饭 王东开始表白 萧涵 给我一次机会 保护你们母子吧 看着他伸出的手 萧涵犹豫很久 他承认他动心 不是动心 是这颗心早已经被站满 只是他不敢答应 今天他鬼使神差想答应 就在他准备抬起手 放在他手心的时候 门口传来一阵异动 紧接着 拐杖落地的声音传来 他看到王东眉头一蹴 顺着他的视线过去 入口处 王老爷子拄着拐杖 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王家的保镖 整整十位 这气势 还是汹汹 萧涵在半空中的手 立马收回 急速不安地 看着那走来的老人 一身贵族气质依旧耀眼 即使已经白发苍苍 可岁月丝毫不败 他这样的老人 紧紧一眼 萧涵松动的心 又开始紧绷 他知道 今晚注定不眠 爷爷 你怎么来了 王东迎了过去 直接被王老爷子 一巴掌打在脸上 王东那白皙的脸 瞬间红如血 触目惊心 逆子 你敢在这里 撕毁下件胚子 就别怪我不客气 来人 把大少爷押回去 关在家 要是他赶出来 马上卸下双腿 王东怒吼 爷爷 这是我的事 你要干嘛 带下去 保镖们涌了过来 王东挣扎打倒几人 可很快又有 源源不断的保镖赶来 把他押住 旁边的小雪糕 吓得哇哇大哭 萧涵已经顾不得什么 立马走过去 丝毫不畏惧地 对着王家老爷子道 王老太爷 请你放了王东 我和他没关系 就算有关系 那也是王东 他一厢情愿而已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喜欢过他 更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而一两个字 让王东闭上眼睛 那紧咬的牙齿 咯之作响 他呀 总是说得那么简单 却不知他的话 总是字字诛心 一厢情愿 自始至终不爱他 更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王东被人按住的手握紧 仿佛立马就要 把自己手掌捏碎 可是他不知 萧涵的心 才如成千上万蜂窝 是咬一般 那才是真的痛 为了他 即使在违心的话 他也能说 王老爷子冷冷地 看着萧涵 满眼嘲讽 放 你敢跟我说 你们没有关系 你叫萧涵是吧 是 我是萧涵 王总只是可怜 我们孤儿寡母而已 我有自知之明 从来没有乐剧 我和他的关系 连朋友都算不上 要是你不相信 我以后不会和他来往 王老爷子脸色缓和 沉声道 你说 你们没关系就没关系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犹豫了一下 萧涵笑道 王老爷子不妨直说 我没读过书 脑子愚钝 好 那我就直说了 给你五十万 你带着你的孩子 永远离开帝都 不要再回来 爷爷 你这是在逼死我 王东嘶吼出声 眼睛泣血 他紧紧地看着萧涵摇头 萧涵冷笑 在心里暗暗地 对着他说着对不起 王东 我们这辈子不可能 谢谢你爱过我 好 我答应你 明天离开 不过钱就不必了 只希望你放了王东 自始至终他没有错 你倒是有骨气 王老爷子嘲讽一笑 记住 你永远不准踏进帝都 好 萧涵抱起孩子 看了一眼王东 淡淡道 王东 我走了 重新找个人吧 你知道的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谢谢你给我带来的一切 不要 你以为你这样做 我就会感激你 萧涵你这是 把我的一颗真心 往脚底踩 我愿意放弃王家一切 哪怕是公司家人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我会不顾一切 带你离开 王东歇斯底里的嘶吼 触动了萧涵 他背对着的身体一僵 整个人仿佛被什么 抽走灵魂一般 无力的快要摔倒在地 身后传来老爷子的怒吼声 你当真以为你走得了 离开了王家 你什么都不是 加上我的施压 你连工作都找不到 又拿什么养这个狐狸精 还有这个外子 王东低吼 是生是死 用不着你管 话落 他甩开保镖的手 朝着萧涵走去 那一刻萧涵震惊的心在颤抖 从来没有人为了自己放弃一切 王老爷子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开口威胁 你可以走 你妈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要是他知道 你跟一个下贱之人离开 他本就卧病在床 你就不怕他一口气撒手而走 更何况你走了 他没人照顾 王东停止步伐 挣扎着 眸子血红 萧涵笑道 王东 你难道还不清楚 你我就算离开这里也不可能 没有祝福 你我都不会将就 我走了 愿不要再见 萧涵离开 殊不知转身的那一刻 泪如雨下 这个梦总该是醒了 离开这里也好 不打扰任何人 别人也找不到 王老爷子吩咐人把王东关起来 在萧涵没离开的之前 不能放他出来 哪怕他怎么闹 也无济于事 温馨守在君墨涵床前 眼皮一直跳动 总觉得有什么事发生 就在这时 王东给他打了电话 电话的铃声 惊醒了床上的君墨涵 温馨抱歉地拿起手机 是王东 不好意思 把你吵醒了 没事 你接吧 应该是他有急事 接起电话 那边传来王东激动的声音 萧涵我爷爷要把萧涵赶出帝都 萧涵答应明天离开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告诉他不要走 是我连累他 我会和爷爷商量好 再也不出现在他的面前 温馨眉头一簇 本就烦闷 此刻听到他们 这档子是更加难受 许久才到 王东你既然喜欢萧涵 为什么不带他离开 你可知道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无亲去顾 他能去哪 对不起 王东嗓音沙哑 我是想带他走 放弃所有 可是老爷子用我妈逼迫我 你也知道 我妈卧病在床好久了 他经不起折腾 哎 温馨看口气 你放心吧 我会去找萧涵 至于你还是跟你爷爷说清楚 你们这样最好是断了 萧涵嫁到你们家 也会被那些人给吃了 你不可能永远保护他 嗯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温馨听出王东的心碎 只有爱及了一个人 才会流露出这样的语气 王东确实是萧涵的良配 可惜啊 他实在想不通 这个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多偏见 尤其是豪门 偏见更是大 看着眉心舒展不开的老婆 君莫涵也高兴不起来 大致意思 他是知道了 就是没想到王家老太爷 竟然如此迂腐 偏偏这是人家的家事 他还不能掺和 老婆 过来 温馨回神 朝着他走来笑道 老公 刚刚那是你听到了 你觉得他们以后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 只能各自安好了 王家老爷不是我妈妈这种性格的人 那老头偏见极深 受传统影响很大 特别死板 根本不好改变 有这么固执啊 当然 就是爱上一个年龄稍微比他爸爸大四岁的女人 硬生生被老太爷给拆散 还差点把那女子弄得家破人亡 最后是王东他爸爸跪着妥协 答应和王东妈妈结婚这事才结果 天 太恐怖了 这就是你们豪门的偏见 君莫涵一笑 握住他的手腕 把他拉到怀里 那是他们 我可没有 说着 他便亲吻他 等于他的脸颊耳垂 弄得温馨痒样的 他抗拒着 别闹 等下护士进来查房 怕什么 我亲我老婆 难道还犯法 不是 抗一声再次被他的唇覆盖 温馨被稳得晕头撞向 却也束手无策 肚子里的宝贝一阵抗议 温馨理智彻底崩溃 猛烈地回应着 君莫涵也忘记了 自己还在输液 把他往身上一抱 犹豫力 气太大 输液真脱落 那针水滴在床单上 别 老公 在这里不好 我不管 呃 君莫涵眼中情欲弥漫 温馨也被弄得虚脱 只好回应着 悠的门被推开 护士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 立马羞红了脸 嗨嗨 护士轻咳几声 还不忘敲响着门 温馨这才理智回来 猛然做起 尴尬地看着护士 瞬间无地自容 该死 他竟然 君莫涵意犹未尽地舔着嘴唇 那里还留着他的余香 护士这次看到他脱落的针头 忙走过去 把输液管关了 沉声道 我知道你们小夫妻控制不住 可这是医院 更何况你还在输液 你看看这针头都脱落了 你手上的血 温馨刚大的道歉 错了错了 麻烦你重新帮他弄一下 这是我的职责 不过你们以后还是优着点 更何况你还怀着身孕 好 我明白了 抱歉 一阵批评过后 君莫涵倒是一脸坦然 似笑非笑 温馨可就没那好命 被护士数落一番 又被男人嘲讽一番 子子 他真是快疯了 护士一走 他便瞪着君莫涵 你还笑 看你做的好事 我还怎么有脸出去 这不怪我 不怪你怪谁 当然是你 谁让你勾引维夫 维夫本来自控力就弱 所以就爆发了 你还有理了 你自己在里面待着 爸妈也快到了 我去找肖涵 今晚就睡在他家了 话落他娇羞着脸离开 关上门 还听到他唇角溢出的笑声 就在他气呼呼地来到卫生间时 里面传来几个护士的一轮声 刚刚听小刘说 撞见病人在病房输液 还稳得天昏地暗 连输液针都脱落 哈哈 我也听说 那不就是军事集团总裁 还有他那小娇妻吗 没想到这丑小鸭 佩天娥的事还真有 那军总可是对他媳妇宠溺得很 看得好羡慕 我还听说他老婆怀孕出妻 军总忍不住要了他 因为力气太大 导致他妻子出血 两人下得连夜来医院 被妇产科的医生说叫了好久 哈哈 太好笑 这豪门怎么跟我们平民都一样 温馨此刻更加没脸了 连厕所都不赶上 直接跑出医院 好家伙 一路走来 全部都是目光 这就是名人效应 打了车 来到萧涵家 已经晚上十点 萧涵正在收拾东西 没想到温馨会来 很意外 拉着他聊了许久 萧涵 你真有要离开 东西都收好了 你当我开玩笑 我怎么跟你就是说不通了 王东打电话说了 他已经说服老爷子不跟你联系 你们没必要走了 萧涵苦涩一笑 我要走并不只是因为他 还有张国栋 他现在一直打我孩子的注意 我只有离开这里 他才找不到我们 张国栋的事交给我 你要是走了你能去哪里 更何况 你带着孩子 你根本不方便 萧涵叹了一口气 其实他也没有想好去什么地方 可是去别处总比在这里好 温馨拉着他的手 你看你 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敢乱跑 萧涵一笑 老家是回不去了 我爸妈最近无缘无故安分了不久 我才不会回去被他们找到 实在不行我去云南 那不是你的老家吗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 哪里看起来不错 温馨眼睛一亮 确实 我虽然不是大理的 不过那个地方确实很不错 在那里很放松 是个不错的选择 连我都想去大理住上一段时间 那就说定了 我去大理 等安德好 你有时间来找我玩 心中虽有万般不舍 可是温馨知道 萧涵已经下定了决心 便也没有挽留 只是给他留了五万块钱 萧涵硬是不要 固执的跟王家那老头似的 第二天 温馨亲自送他去了机场 在这之前 他给王东发了一条信息 温馨 对不起 我没挽留住他 他趋意已决 现在 我们正赶往机场 你若是能来送他更好 王东看到信息的时候 正被关在铁屋子 他的拳头猛锤铁门 无人来开门 王东吼道 我要出去 放我出去 爷爷 你这是要逼死我 王老爷子眼不见为敬 干脆吩咐下人 不准开门 甚至还把铁窗也给夹了锁 萧涵走了 王东也病倒了 颓废的像一具尸体 任人宰割 温馨回到医院 直奔葛琴病房 知道葛琴转危为安 他那漂亮的毛子 也被恨意取代 三番两次害他 他还真当自己是软柿子 可以欺负 就算知道他病情稳定要坐牢 温馨也不想放过 一次教训他的机会 毕竟 要不是他的那大石头君莫寒 也不会差点死去 犹豫了很久 温馨推开葛琴的病房门 床上的葛琴正沉睡 丝毫不知道有人进来 温馨走过去 手掐住他的脖子 渐渐收紧 悠的 葛琴睁开眼睛 惊恐地看着他 你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得坐牢 坐牢 温馨冷笑 松开了手 你这种贱人自有天收 我定是不会为了你这种人 弄脏自己的灵魂 那你就给我滚出去 这是我的病房 我可以滚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温馨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你的那大石头 害得我老公差点死去 我不会轻易饶过你 在你进监狱前 我会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礼物 话落 温馨掏出一根很长很粗的针 吓得葛琴一声尖叫 你想干嘛 温馨用床边他自己的臭袜子 塞住他的嘴 然后冷声道 我不干什么 我就用这个东西教训一下你 放心这针眼很小 没人会知道 你受到这酷刑 毕竟你现在说的话 也没人相信 话落 温馨眸子一冷 针刺进他的皮肉 痛得他睁大眼睛 却叫不出一个字 整整被刺了一百多下 直到他痛得昏迷 温馨才收回针走出去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无法欺负他 君莫涵出院那天 葛琴也被带到警察局 杀人未遂 还卖淫 罪则很大 没有个十年是出不来的 加上君莫涵用了点手段 他以前做生意 用劣质材料 导致几名小孩子 患白血病的事 也被查到 整整要被关二十年 君莫涵休养了两天 听说王东半个月 没去公司 他不放心 便亲自去了一趟王家 王老爷子 已经被王东气得住院 王家小少爷 带着君莫涵 去到王东房间沉生道 你看 我大哥就这副 半死不活的样子 不吃不喝也不出门 公司家他什么都不要了 把自己搞的 还把爷爷气到医院 你陪他说说话吧 君莫涵看着地上 全部都是啤酒瓶的男人 他睡在地上蜷缩着 人抱受不说 胡子邋遢 身上还散发着 阵阵难闻的气息 不由心疼 王东你疯了 为了一个女人 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 你若是喜欢 就不能去找他 当初是你爷爷 把你囚禁你去不了 现在你解脱了 你还这样自暴自弃 你就是一脑肿 地上的王东睁开眼睛 那深陷的眼睛 看着他许久才到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 把自己弄死 死了最好 一聊百聊 君莫涵听他这丧气话 就不说 你要是死了 萧涵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你甘心 听到这句话 王东挣扎着起身 你什么意思 我给你买了云南大理的机票 萧涵在大理 你去找他 可是 我妈怎么办 君莫涵白眼一番 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你这方面 要是有事业上精明 又怎么可能被你家老爷子 耍得团团转 王东醋梅 你别卖关子了 急死我了 你就不会带你妈妈一起去 反正这个家 也没有人真心带你和你妈妈 还不如带他去散心 王东眼睛一亮 该死 我怎么没想到 君莫涵你 真是我的知音 打住 别这么激动 你家老爷子也不是吃素的 随时派人盯着你 等下听我的做 我给你买了两张周五的机票 现在周一 你还有几天时间 讨好你家老头子 态度给我好点 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好 让你家老头放松警惕 然后周五会邀请你家老爷子出去吃饭 到时候 徐特助会来 接应你跟你妈妈 你们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等老爷子消气再说 王东虽然很高兴 可是想到会连累君莫涵 立马道 这是肯定会连累你 到时候 老爷子把你恨上怎么办 恨就恨呗 我堂堂首付还怕他不成 大不了到时候多给他融资 等他气消了 你们又回来 谢谢 好兄弟 我真是爱死你了 王东一个 没忍住搂住他 就要亲过去 被君莫涵嫌弃地跑开 你别这样 身上臭烘烘的 赶紧洗澡去陪你家老爷子 好好认错 王东一笑 是 我这就去 君莫涵摇头离开 看着外面的蓝色天空 他深吸一口气 怎么自己就这么多管闲事 又得多废口舌了 算了算了 老婆高兴就好 谁让他上辈子欠他的 温馨急死了 也不知道君莫涵那家伙 有没有搞定 他在阳台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 看得林海燕都直晃哟 温馨 你能不能别晃了 有那个时间 你赶紧把这些小狗给处理了 你妈我天天当铲使官都罚了 温馨这才道 哟 对不住 妈妈 我确实把这些小崽子都忘记了 都是纯种博美 你放心好送人 他算了一下 送侠侠一个 自己留一个 佟姐一个 婆婆一个 这不就好了 想到便开始行动 给田秀玉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田秀玉很是高兴 毕竟侠侠这孩子就是喜欢狗 一直嚷嚷着要去温馨家找狗爷 佟姐也喜欢 搞定了一个 只等他们上家里拿 楚涵的话 他想直接送过去 算是给他的惊喜 解决好狗的事 君莫涵也回来了 看到楼下的的劳斯莱斯 温馨拔腿就跑 妈 莫涵回来了 我去看看 林海嫣喊道 你慢点 都快六个月的身子了 还蹦蹦跳跳 没有回应 他只好低头帮狗狗们顺毛 温馨跑出电梯 正好君莫涵迎了上来 显然没料到 自己老婆下楼来迎他 有些高兴 老公 快跟我说说 王东怎么打算呢 老婆 我还以为你是想我了才跑下来 原来是为了这事 哎呦 温馨拉住他的手 你快说嘛 你老跟我出马 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他高兴得很 收了机票 答应周五就走 太好了 那照片 我就暂时不发消寒 省得他看了难过 电梯门关上 君莫涵看着他 因为奔跑粉嘟嘟的脸笑道 既然我让你开心了 你是不是应该也让我开心开心 怎么开心 他眨巴着眼睛 一脸天真 其实心里知道 这家伙引诱犯了 你懂的 我不懂 老婆不带你这样的 说着 他握住他的手放了过去 温馨立马甩开弹跳 靠 君莫涵 这里面是有监控的 我可不想出名 好好 回家说 这一回家 林海燕还没开口 两人就快速进了房间 真是奇怪 连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一个小时后 温馨红着脸出来 尽量表现的平静 可还是让林海燕看出端倪 虽然女儿女婿关系好 她是知道的 也开心 可自己女儿这肚子 算了 她还是得和君莫涵谈谈 不然按照他们这样下去 铁定早产 吃了饭 君莫涵便被林海燕叫到厨房做工作 林海燕手上还握住一本书 名字就叫 运气大百科 妈 你这是 林海燕笑道 翻开那书凑过去 莫涵你看着着 君莫涵结果一看 脸色瞬间红了 她尴尬道 妈 我和温馨梅上面说的那么不节制 更何况 我们没有做那些事 没有的话 天天看你们进房间个把小时出来 那个两个脸红彤彤的 这话一说 君莫涵动不住脸红的颈 她该怎么解释 她只是在里面 算了这事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妈 你放心 我知道分寸 铁定不会拿温馨和孩子开玩笑 这妈就放心了 当初我看了的新闻 那孕妇就是没控制住 早产出事 所以你也别怪妈妈 我多管闲事 我知道了妈 那没事的话 我带着温馨 把狗给侠侠送过去 林海燕满意道 去吧 去吧 我带周周去买点彩泥 老是要 嗯 君莫涵抱着小狗 温馨牵着狗爷便下了楼 想到刚刚林海燕的话 君莫涵到现在还尴尬着 你可知道 你妈妈刚刚叫我做什么 不知道 温馨笑道 无非就是说宝宝的事 差不多 不过是来教训我 啊 温馨笑道 我妈妈那么喜欢你 怎么舍得教训你 开什么玩笑 她把刚刚的事一说 温馨立马捧腹大笑 这是怪不得我 你这是活该 谁让你大白天让我帮你 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了 她甩了甩酸账的手 真够累的 敢 以后我们晚上来 白眼一翻 温馨直想躺平 侠侠在家里 听说温馨要给她送狗狗 她激动的哪也不去 连作业也不想写 就这样等着 听到敲门声 更是激动不已 一打开门 一大一小狗狗便跑了进来 侠侠一眼就看到 狗爷身后跟着慢悠悠 憨态可居的小狗 爱得不行 温馨姐姐 这狗狗好可爱 毛好好 温馨和君莫涵走了进来 你喜欢就好 我真是太喜欢了 你不知道我妈妈 天天去菜市场卖菜 我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好无聊 这要是有了她 我就不无聊了 说着她抱起小狗狗 放在怀里 我没了爸爸 如今有狗狗妈妈 还有哥哥姐姐 我真是太幸福了 君莫涵一笑 最近功课有没有落下 没有 我学习进步得可快了 老师都夸我 是吗 那我检查一下 好嘞 侠侠把狗狗放下 然后去翻书包 温馨便坐在一边 看着专注的俊美男人 跟侠侠讲课 心中的一片柔软被俯过 她幸福地勾起唇 转眼间周五便道 如约而至 君莫涵邀请王老爷子吃饭 由徐特助去接王东 以及王母 机场 温馨看着准备好的王东 把手上的一包东西递给她 王总 这是我给萧涵准备的 你们去到大理 一定要好好生活 她在而海边的一家民宿里 确切位置她不告诉我 估计怕我跟你说 需要你自己去找 王东千恩万谢 你放心 我知道 温馨谢谢你 看着他们过安检 温馨这才看向徐特助 这王母是不是不会说话 不是 王母患有老年痴呆症 加上自己丈夫早早离去 他也想不开 便提前吃吃傻傻了 哎 温馨满脸愁绪 这萧涵王东以后的日子 可有的瘦了 为了爱情 王东抛弃了所有 钱没了 自己妻子回生的公司也没了 如今家也是没了 以后怎么养孩子 还有他妈妈这个病人 还好他在那袋子里 塞了君莫涵给他的十万块 君莫涵说 当给小雪高的满岁钱 见温馨沉默 徐特助道 嫂夫人 我送你回去吧 君总已经为他们准备了很多 不会有事 好 我们走 飞机上 王东心中五味杂陈 更多的是解脱 他看向飞机下的那片片 从小生长的土地 终究还是闭上眼睛 小喊我来了 希望你这次 不要推开我 正陪着王老爷子吃饭的君莫涵 收到温馨发来的信息 嘴角莫名上扬 他起身 老爷子 来我敬你一杯 哈哈 行 不过君总这次无缘无故请我吃饭 不会是单纯吃酒那么简单吧 自然 话未落 包厢门被推开 身后的保镖走了进来 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什么 只见老爷子脸色大变 什么 你说那个逆子带着他妈跑了 对 管家来的电话 少爷说带着夫人去走走 没想到到现在还没回来 公司里也打了电话 他把所有工作都交给了小少爷 啪 王老爷子激动地拍桌起身 然后看向君莫涵 君总这么淡定 难道不给我个解释 我才说 你怎么无缘无故请我吃饭 原来是瓜好心 君莫涵微微一笑 依旧一副笑面虎的样子 丝毫不把老爷子的暴怒放在眼里 这事 你可就错怪我了 我真是只是 请你吃饭谈融资的事 至于你孙子自己走了 跟我没关系 不过我倒是挺佩服他 放弃一切 也要寻暗 王老爷子听到融资两字 气消了一些 你的意思 你要跟我们公司融资 对 融资一意 老爷子你看够不够 王老爷子激动到 够是够了 只不过 你为何在这个时候 跟我们融资 难不成王东的离开 真是你的手柄 你为了平息我的怒气 才跟我们融资 两意 君莫涵再次开口 老爷子惊讶地捂住嘴 好 此事就这样定了 那逆子我暂时不管 反正他吃够了苦 还是会回来的 君总我们继续喝 君莫涵只起杯子和他相碰 果然没有钱搞不定的事 除了健康 处理好王家这一档子事 君莫涵也醉得不行 最后还是徐特柱送他回去的 温馨在客厅里等着 看到君莫涵 因为自己喝成这样 也是很心疼 他趴在沙发上头 凑着垃圾桶一直吐 温馨便给他顺背擦脸 听到这干呕的声音 林海燕也睡不着 直接穿衣走了出来 莫涵喝酒了 妈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你能不能帮我煮点新酒汤 好 跟你妈我客气什么 林海燕进入厨房 温馨便给君莫涵擦嘴 他又开始说梦话 老婆 这王老爷子不傻 我融资了两亿他才平息怒火 你说我为了你融资两亿 你开不开心 温馨淡淡道 开心开心 谢谢你 好了 不要我自己来你去睡觉 君莫涵晃晃悠悠起来 又摔在浴室 吓得温馨一个劲尖叫 林海燕跑了过来 怎么了 没事 就是他摔倒了 赶紧我帮你把他扶到床上 省得他折腾 好的 妈 温馨和林海燕一起合力 把君莫涵扶到床上 林海燕便端来醒酒汤 让君莫涵喝下 这才回房休息 温馨看着食不食兔的男子 心疼了 老公 你说你怎么这么好 好的 我都离不开你了 君莫涵梦中笑了 老婆 我爱你 一个月后 王东带着自己妈妈 在大里尔海边住下 他走遍了好多民宿 也没见到萧涵 天色已晚 他失望地坐在尔海边 吹着海风 一遍遍拨打着那个 把他拉入黑名单的电话 他问了好多人包括温馨 大家都不知道萧涵的确切位置 他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弄得王东都怀疑 萧涵到底在不在云南 听说今天娘娘民宿开party 请来了一个人烧烤西施 又能看美人 还能吃烧烤 什么烧烤西施 一对情侣的声音 在王东身后徘徊着 他回头 只见两人坐在石凳边 女的掏出手机 就是上个月 突然窜红的烧烤西施啊 听说他背着孩子卖烧烤 由于长得美 被人把照片传到网上 瞬间火了 好多人慕名而来 就为了看他 还吃他的烧烤 王东眸子一紧 心忧地开始疼痛 尤其是听到背着孩子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那烧烤西施 没准就是萧涵 他忙起身 朝着情侣走去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有烧烤西施的照片吗 有啊 就是他 王东看着手机上的视频 背着孩子的女人 手脚麻利的烧着烧烤 笑意盈盈地 把东西递到客人手里 那一刻 他的心情千转百回 眼睛莫名溢满了泪 是他 是萧涵 他背着孩子 笑得那么美 那是 他从来没看到过的笑容 在黑夜中 露灯下 如同璀璨星河 那么耀眼 只是他的笑藏着 不为人知的痛 看起来有些沧桑 王东拔腿就跑 白色的衬衫随风飘逸 那挺拔身姿 多了几分萧条 娘娘民宿 慕名而来很多人 把整个不小的庭院都站满 好多人排队等着那烧烤 萧涵忙得不行 背上的孩子已经熟睡 小嘴隔着假奶嘴 乖乖的 旁边帮忙的陈阿姨 在维持秩序 好了 要吃烧烤 请排好队 我们家萧涵没那么多手 等不了的就先回去 改天我还会让他来这里摆 有客人抗议 那怎么行 我们慕名而来 开了很久车才到这里 不吃一顿不行 这位姑娘这么漂亮 带着孩子摆摊 你老公怎么忍心啊 陈一多嘴 这不是萧涵的男人 是个渣男 两人离婚了 不然我们家萧涵那么漂亮 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话一说 那些小伙子高兴了 纷纷吹着口哨 有人还干脆坐在围墙上吆喝着 那太好了 萧涵姑娘 我们这么多的男人 你选一个 对对 我们铁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们这边的男人 负责淳朴还顾驾 萧涵懊恼地瞪了一眼沉疑 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离婚 事事给说了 这下有麻烦的桃花 本来身边还有两个追自己 如今 王东一到 就听到这些人调侃的话 脸色极其不好 他本就身高高 长得也好看 往里面一战 确实也亮眼 好多女子都纷纷回头看 王东本想直接上去 可被那些个女人围住 纷纷要后马 帅哥 请问你是明星吗 帅哥 约不约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帅哥 这是我的幸运符给你 王东被那些 如狼似虎的女人给缠住 而萧涵被那些个男人 给缠着要联系方式 弄得两人 跟银河相望的 牛郎之女一般 看得到过不去 好不容易人群散去 背上的雪糕已经醒来 在哼哼唧唧要吃奶 萧涵放下 对着收东西的陈一道 陈一你帮我抱着孩子 我去给他充奶 该是饿了 陈一没听到 王东走来 接过他手上的孩子 温馨没注意 一个劲低着头 跑过去充奶 充好后才看到 陈一在擦桌子 他眉头一簇 陈一你不是帮我抱孩子吗 孩子怎么不在 没啊 我一直在这里擦桌子 什么 萧涵吓到了 连忙跑了过去 只见刚刚的位置没人 他吓得大哭 孩子不见了 孩子不见了 由于孩子哭 王东便抱着孩子来看鱼 听到萧涵的哭声 他忙跑了过来 萧涵 孩子在这 温润如玉的声音 仿佛一汪清泉 洗涤了他一生疲惫 他抬起头 对上那张俊妍 心中忧的意境 他不敢相信 眼前站着的男人 竟然是自己日思夜想的 那个男人 他就这样站在那 白衬衫黑色西装裤 长长的发丝随风飘逸 那俊美的脸上 爬上疲惫 虽然受了不守 可依旧俊美 身上抱着的小雪糕 也配合的哥哥笑着 脸上还挂着泪痕 陈一被王东这颜值惊艳了 不由道 这就是你那渣男前夫 不是 他是我朋友 哎呦 太帅了 还愣着干嘛 快去啊 陈一配合的推了他一下 小涵走过去 哽咽在嗓子里的话 已经说不出 剩下的 只有思念和感动 他就像一个天神一般 在自己无助的时候降落 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王东五味杂陈 知道他不喜欢自己 有些尴尬的双腿 无处安放 他笑道 抱歉 我突兀的跟来 你不会怪我吧 你放心我只是 远远看着你 绝对不会对你造成困扰 请你不要赶我走 我已经和家里断绝关系 他们不知道我来这里 我也穷了 不是总裁 只是一个穷小子 我能配得上你了 你别当我走好不好 我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你和孩子 还有我妈妈 别当我走好不好 他眼中含泪 满眼期待 短短一个多月 那下巴便瘦得让他认不出 他说他变成穷小子 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为了他 放弃一切 那样小心翼翼 哪还有一丝 欲气风发的总裁样 旁边的陈一都被感动了 看着小涵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他本就是急性子 这么好看真诚痴心的男人 他看了都为萧涵捏把汗 血啊 愣着干嘛 陈一把他推到王东面前 贴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伙子加油 这姑娘不错 孩子我帮你抱着 雨霸 陈一接过孩子进屋喂奶 王东感激地看着 院子里恢复了安静 半点海的风 听着重鸣 仿佛时间也停止了一般 路灯下 两人就这样相对而战 旁边的烧烤架 还传着烧焦味 不过萧涵已经顾不上 你真的为了我 什么都不要了 是 你可会后悔 无怨无悔 你太傻了 你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而我只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累赘 值得吗 只要是你便值得 小涵深吸一口气 突然之间破涕微笑 他张开手臂 微笑地看着他 王东发愣 陈一站在窗子前没好气到 小伙子愣着干嘛 上呀 王东那小麦色的皮肤 爬上红昏 他抓抓头 有些窘迫地看着 许久才道 可以吗 破 陈一探头笑道 是个傻小子 小涵你可要好好调教 小涵笑道 可以 王东大喜 守得云开见月明 他激动地跑过去 宽大的身体抱住他 那么瘦削的人 在他怀里 显得格外突兀 屋子里的小雪糕 好像能感受到 自己妈妈的幸福 抱着奶瓶不喝 咯咯地笑着 你个傻子 为什么要放弃一切来找我 你可知道没了事业 一切酱油盐醋 都会压垮你 你不懂我们 农民的辛苦 王东抱着他 稳落在他的发顶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 我会学 没有你才更加痛苦 夜深人静 温馨躺在君墨涵怀里 感受着孩子在肚子里 给他带来的胎动 那么神奇 君墨涵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 随着孩子一动 他激动地大叫 老婆 孩子踢我了 你看 好有力 天 你肚子骨包了 那是小脚丫 还是小手 温馨笑着 满脸慈爱 他的掌心抚摸在他的头上 所以小生命太神奇了 那些要把孩子留了的 可真是造年 生了这三个就不生了 老公我怕你痛 君墨涵虽然在孩子的狂喜中 无法自拔 可该有的理智还是有的 毕竟孕妇生孩子的痛他 没有感受过 却能从别人口中知道 他不想温馨受罪 更何况 三个孩子已经超过自己预期 毕竟当时他是不打算要的 温馨想到奶奶 内心有些悲痛 他说 老公 你说要是奶奶知道 那他定会高兴吧 肯定高兴 改天我带你去奶奶目的看看 把这好消息分享给他 好的 正有此意 正说着 王东的视频打到君墨涵手机上 温馨一眼就看到有些激动 是王东 君墨涵接起视频 萧涵和王东 坐在尔海边的视频边 映入眼帘 两人相拥着 嘴角都带着笑 还不等君墨涵说话 温馨率先开口 你们终于在一起了 对 在一起了 谢谢你们两夫妻 王东有些羞涩 可其实很羞涩 温馨看着他 那眼睛中的笑意很明亮 他很欣慰 他们幸福他也幸福 原来 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之上 彼此相爱 沟壳也能跨越 萧涵轻声道 温馨谢谢你 是你让我觉得 自己人生有了盼头 这个地方很好 我喜欢你的老家 只能能给我们带来平静 连呼吸都是甜的 没有那么多压力 我喜欢大理的风 大理的海 大理的山 还有淳朴的人 因为萧涵的话 温馨没来由的感动 忍住鼻腔中的酸胀 他笑道 那你们就给我好好过日子 我等着吃你们的喜酒 等我生了孩子 就来看你 我也好久没有回妈妈的老家了 记忆中 还停留在很小的时候 好 我们等你 那就不打扰 你们睡觉了 萧涵话落 抬起手跟他挥了挥 挂断视频电话 君沫涵看着 还在难过的女人 没打扰 起身来到梳妆台上 抽了一张纸 然后替他擦去泪 你有没有觉得 一切事情 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萧涵王东在一起了 你我也幸福了 佟姐也有了自己的成就 咱们好了 沫儿我找到幸福 家里也一片相和 现在只有我大哥 还让我操心 温馨抬起头 小鹿般的毛子看着他 极其认真 要不我们帮帮他 这可不容易 首先要说服薄仪 接着还有香雪儿 这可是漫长的过程 无论漫长与否 温馨一旦决定 便会坚持 第二天 温馨又去了香雪儿的学校 正好碰到学校 有人告白 几个女同学赶往表白现场 一边跑一边交谈 看到温馨带着肚子 有人调侃着 你这孕妇 就别往这里凑了 人家校草表白 人可多了 你可得当心你的肚子 温馨一笑 没事 我也好奇 大学生表白是什么样的 正好来找人想去看看 哦 那你可要小心点 不过这校草表白的女生 那可是一言难尽 听说还留过产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 温馨一听 眉头一簇 怎么感觉这女生 说得那么像香雪儿 正想着 那些男生女生 已经朝着宿舍楼跑去 温馨忙跟上 由于肚子太大 走起路来有些慢 学校很大 十分钟到宿舍的路 他用了整整十五分钟 还好没错过表白 远远的温馨 便看到那在宿舍高楼上 飘逸的横幅 上面的内容 让他眉头一簇 香雪儿 我是思洛 今天是我爱上你的 第108天 请接受我的告白 横幅下面 宿舍楼台阶上 一个长相俊朗 穿着白色衬衫牛仔裤 抱着鲜花的男生 拿着喇叭表白 香雪儿 我喜欢你 请你出来 香雪儿 我是思洛 我喜欢你 一声声告白 香雪儿并没有出来 温馨倒觉得 这是一场机会 想着他便掏出手机录视频 准备发给博锦身 下面的男生起哄 香雪儿出来 香雪儿答应他 温馨绕过人群 来到了香雪儿的宿舍门口 他们门大开 香雪儿坐在床上 看着手机 旁边的同学劝说着 雪儿那可是校草 你真的不出去见见 学校里那么多人喜欢他 你这放弃太可惜了 他家还很有钱 又是学霸 赶紧跟我去看看 说着 那女同学就去拽他的手 香雪儿为难道 我不想去 要去你去 你疯了 全学校的女生都羡慕你 你说你都被人睡过留过产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挑 你本就配不上思落 要不是思落眼瞎看上你 你这样的 在这学校根本活不下去 赶紧 别给脸不要脸 温馨听着这话 非常火大 这女生是有毛病吧 他走了进来 用力地拍掉那女生 拽住香雪儿的手冷声道 放开他 你谁啊 挺着大肚子 来我们宿舍干嘛 那女生很生气 甚至还想动手推温馨 香雪儿心口一紧 猛然起身 就给了那女生一巴掌 他低吼着 王平你有毛病吧 他还怀着孕 你竟然想推他 他出了问题你承担得起吗 这样的香雪儿 才让温馨欣慰 王平别嘴 谁让他先动手的 思落表白 你爱去不去 不去后果自负 这学校是思落爸爸投资的 他爸爸是大股东 你就等着滚蛋 温馨眸子一冷 你又不是那思落的狗 吼什么吼 雪儿爱去就去 不去你也管不着 有病 王平拍拍屁股离开 那样子看起来恶心极了 随着王平的离开 宿舍恢复了安静 楼下依旧还是告白 声音一波又一波 温馨看着他 几个月不见 他身体补起来 小脸也有了肉 出落得更加漂亮了 连眼睛都灵动不少 当时的干别样不复存在 怪不得那男人喜欢雪儿 香雪儿回头拉着温馨 温馨姐姐 对不起 让你看笑话了 唉 他们平时就这样欺负你 香雪儿没说话 他本就糟糕 被人嘲讽也早有预料 他已经习惯 好了 刚刚我从楼下上来 看到那男生对你表白 你若是真的不喜欢人家 你就出去拒绝了 省个掉人家的胃口 香雪儿低着头尴尬道 思洛跟我表白不是真心的 他就是和别人打赌书了 想耍我 我不去 什么意思 我听王平说的 温馨一笑 那女生的话你也相信 一看他就是因为极度 故意骗你的 那他刚刚还逼着我出去 傻瓜 这样他才能在思洛面前乱说你 到时候 思洛因为你拒绝不给面子 生气把你赶出学校 那岂不得不偿失 啊 王平这么恶毒 香雪儿没想到 自己在山洞待了两年 竟然变得这么单纯 不屑试试 被人耍 他感觉自己好丢脸 还不如温馨了 去吧 好去好散 别这样躲着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 难不成你喜欢他 香雪儿一听 娇羞出声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我有喜欢的人离开 你喜欢谁 哎呦 温馨姐姐没谁 我知道 你喜欢我老公君莫涵 谁说的 香雪儿吓得窘迫出声 我喜欢宝 姐姐你别吓我 温馨一笑 我还没有说完了 你喜欢的 是我老公君莫涵的大哥 薄景深 薄景深这三个字 更有魔力似的 直接让香雪儿脸 青红皂白 姐姐 好了 赶紧去吧 温馨陪着香雪儿一起下楼 此刻她是知道了香雪儿的心思 这丫头就是喜欢薄景深 这下摸清香雪儿心思 那便只有她心中的秘密了 这个不能生孩子的事 还是需要慢慢调解 更何况 她不相信 她以后就真的不会有孩子 人家医生说有可能 又不是完全没希望 楼下 人群越来越多 支持的极度的比比皆是 随着香雪儿的出现 热闹的操场片刻安静 思洛走了过来 毛子里的情深一切很真 让香雪儿更加窘迫不安 香雪儿 你听到我的表白了吗 我喜欢你 和我在一起吧 年轻的男生 笑容张扬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确实有足够骄傲的自信 她把手中的鲜花递了过去 一双眼睛都是情愫 看得温馨 不由感叹年轻真好 只可惜 她当初没有读过书 否则这样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现出一丝不安 直到温馨走过去 牵着她的手 她才有那么一颗平复 下面的男女生起哄 答应她 答应她 对不起 思洛 谢谢你喜欢我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对不起 思洛有些不敢相信 急声道 你喜欢谁 你说 我要看看 她到底比我好在哪里 抱歉 她在我心里 以后别浪费时间找我了 我不怪了 话落 她拉着温馨 便朝着人群外面走去 学校长廊里 香雪儿紧张的手心都是汗 温馨笑道 好了 别怕了 你刚刚表现得非常不错 不出意外 等下有个惊喜给你 博景深执行任务回来 准备回家的时候 看到温馨发的视频 随意点开一看 瞬间毛子一紧 直接调转车头 就往香雪儿学校跑 学校门口 温馨拉着香雪儿 站在路边 不知道等谁 就是一直盯着一条路看 香雪儿笑道 姐姐 你这是等谁 让你去喝奶茶 你也不去 没等谁啊 哦 那我们走吧 这路边有一家果汁很正宗 你难得来一次 说着 香雪儿直接拖着 带着她去了路边的奶茶店 温馨见坐在外面 可以看到学校进出的人 便也没拒绝 好 你请我喝果汁 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呀 那我就不跟姐姐客气了 点了两杯橙汁 温馨赶敏一口 就看到那辆奔驰 他立马给博景深发了信息 温馨 我们在你左边的这家奶茶店 看到信息 博景深打开车窗 果然看到温馨对他轻笑 其中里面还有不知情的香雪儿 博景深莫名开始紧张 把车找车位一停 博景深变下来 他抓了那么多坏人 都未曾紧张 今天却紧张到 连双腿都是抖的 最没出息的是 刚走几步 紧张的肚子都痛了 没办法 他只好先找厕所 看着走来的人又离开 温馨气得又给他发信息 温馨 大哥 你搞什么 这都到了 又当缩头乌龟 博景深 抱歉 我这一想到要面对他 我就肚子疼 马上好了 温馨无语 深吸一口气 这还是那个警局 最厉害的博景深吗 开什么玩笑 温馨 好好好 你快点来 博景深上了厕所出来 这屁股一擦 肚子又开始痛了 他不得已再次蹲下 果汁已经喝完 人还未到 门口不少学生 等着他们起来 有女生道 姑娘你们要是喝完 能不能让他坐 你们在这里都坐好久了 香雪儿一笑 好好 不好意思 我们这就起来 温馨被香雪儿 搀扶着起来 看了一下那边 还是没有博景深 他真是快气了吐血 那个 温馨姐姐 我等一下还有课 我要走了 我帮你打车 不用了 要不你再陪我一下 还没请你吃饭了 改天吧 我今天课程比较重要 这步马上要上课了 看他有些着急 温馨没办法 只好道 好吧 那我改天再来找你 香雪儿一走 博景深这才跑了出来 看到温馨 忙走过去 温馨 雪儿呢 温馨没好气的 瞪了他一眼 大哥不是我说你 人家香雪儿 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 你怎么肚子早不疼吃不疼 偏偏这个时候疼 现在好了 人家走了 媳妇你也蒙想要了 反正也有不少人追他 博景深被温馨说得面红耳赤 蒂西说他怂 他确实无力反驳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真够怂 许久 他不好意思道 错了错了 刚就是紧张 所以肚子才下疼 下次我不会了 我现在去找他 看着博景深准备要进去 温馨忙换主 回来 温馨你这是 大哥不是我说你 你这鱼目脑袋 哎 礼物 博景深恍然大悟 立马笑道 好好 我这就去买 不错 香雪儿可就交给你了 嗯 放心吧 温馨看着 博景深进了路边的精品店 他在店里走了好几圈 抓了抓头 也不知道选什么 最后选了一个温馨 最好笑的巴比娃娃抱着出来 硬是没被他狂笑出声 他不得不说 这大哥这方面 确实欠缺 正好笑 君莫涵已经打来电话 询问他在哪里 温馨想到那巴比娃娃 便忍不住笑道 我在香雪儿学校外面 我来接你 你现在都六个月身孕了 别乱跑知道吗 伤到我孩子怎么办 哎呀 不会 我好着了 就是被你大哥笑到肚子 温馨再次忍不住笑了 君莫涵随意道 什么事 我好不容易把香雪儿约出来 让你大哥解决相思之苦 他倒好看到人家 紧张的肚子都疼了 一个进往厕所跑 等解决好了 雪儿走了 他想空手见雪儿 我便让他买个礼物 你猜他买的什么 君莫涵笑道 不就是鲜花巧克力 不是 是芭比娃娃 哈哈 老公没觉得好笑吗 君莫涵嘴角一抽 本事不好笑 可为了配合老婆 他硬说好笑 好了好了 你赶紧来接我 我想去学校看看 你大哥怎么被香雪儿拒绝 挂了 喂 话未落 电话已经传来嘟嘟声 君莫涵没法只好起身接老婆 博锦身提侦的芭比娃娃 还是用的白色塑料袋装好 然后便走进学校 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帅 吸引了不少花吃姑娘的喜欢 有的女生走了上来 就给他塞纸条 塞不进去 手里直接塞进装娃娃的塑料袋 更好笑的是 他来者不拒 这一幕正好被香雪儿看到 香雪儿一看 自食气得不轻 转身便走 博锦身回头就看到 那熟悉的背影 忙跑上前 香雪儿 香雪儿加快步伐 博锦身长腿一脉拉住他的手腕 雪儿是我啊 保锦身 保警官怎么来了 香雪儿一边说 一边抽出被他握住的手 然后后退 全身都散发着疏离的态度 这一幕 让博锦身心仿佛被什么触动一般 有些痛 他笑道 我来找你 找我干嘛 我有东西送你 说着 他便把手上的芭比娃娃塞了过去 白皙的脸上立马红了些 给你 香雪儿看着那芭比娃娃 还有里面的纸条 是又气又闹 谁说他喜欢这小孩子玩意 你 博锦身难得一笑 这是我送你的 你们女孩子家不都喜欢这娃娃 所以我给你买来了 至于这些纸条我不明白 看他一脸坦然 什么都不懂 香雪儿突然之间笑了 这男人感情方面就是一张白纸 连情书都不懂 他还是不跟他计较 不过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给女生送芭比娃娃 想到这 他淡淡道 谢谢锦身哥哥 礼物我收下了 你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了 那个 我 我想问问你 刚刚拒绝那男生表白 说你有喜欢的人 那个人是谁 能告诉我吗 香雪儿手捂住嘴 眼睛笑得跟月牙似的 透着一股灵动 没有初始的死板 迷住了保锦身 每次见面 他都比上一次更灵动 一拼一笑 揪住他的心 只听他道 不能 博警官今天举礼没重要事吗 没有 那个我能请你 博警身抓抓头 实在不好意思 说出吃饭两次 急得大树后的温馨 都想把他干脆毒雅 既然没事 博警官到我走了 谢谢你的礼物 说着他便离开 一边走一边心中暗叫 怎么不叫我留下 这个笨蛋 眼睁睁看着喜欢的人离开 博警身懊恼不已 回头就对上温馨那嘲笑的视线 他又是一阵窘迫 弟妹你怎么还在 我这不是看大哥太笨 实在看不下去 所以便来指点一二 博警身善善一笑 那好看的脸 有些蹦不住 我这不是没经验 所以开不了口 不过我挑选的礼物他很喜欢 这就够了 喜欢 提到芭比娃娃 温馨就好笑 那还说你的那礼物 哪有大人喜欢芭比娃娃的 那是小孩子才喜欢 人家雪儿不想拨你面子 所以才说喜欢 啊 那大嫂你赶紧跟我传授几招 两人在学校里走着 边走边笑 这一幕被门口等 温馨的君末涵看到 又是一簇坛子打翻 门口豪车一停 便吸引了不少学生的注意 尤其君末涵一下车 门口的男生女生都围了过去 哇 好帅啊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 气质也非常好 这一看就是非富即贵 真想问他要个号码 不过人家肯定有女朋友了 怕什么 喜欢救上 至少不留遗憾 被旁边同学一怂恿 那漂亮学生便动心了 笑眯眯地走了过去 你好 君末涵连一眼都没给 直接越过女生 朝着温馨走去 博警身一笑 眼中就只有你 你不也就只有香血儿 说着 他朝着君末涵快步走过去 吓得君末涵大叫 你就不能给我慢点 沉稳点 嘿嘿 没事 就是我饿了 你带我去吃饭好不好 馋猫 君末涵揽住他吐槽一声 不远处那女生看到这一幕 暗叹人家已经有老婆 孩子都有了 真是太可惜了 回头 博警身跟在自己身后 君末涵淡淡道 走吧 一起吃个饭 行呀 有人请客 我自然乐的高兴 三人开着车 去了一家比较平价的餐厅 环境嘈杂 装修一般 可一到里面 那浓郁的饭菜香气 便扑面来 弄得温馨馋馋嘴的紧 博警身打趣 你怎么就请我们吃这个 你可是堂堂的大总裁 身价过亿 你也太抠门了 君末涵挑眉 我老婆喜欢 哈哈 大哥 你别小看这家餐食 绝对让你喜欢 到时候 你可以带雪儿来吃 一提雪儿 博警身脸上的红韵 越来越浓 吃了饭 时间不早 各自打道回服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温馨还有一个月便要生产 由于肚子太大 走去路来也很吃力 甚至躺着睡着都困难 有时候必须坐着睡 尤其是三胞胎的肚子突兀得很 君末涵每每看着都惊人得很 总感觉那肚子要裂开 心疼得他干脆不上班 把公司的事情 暂时交给君末笑 逼着他 暂时不要拍戏 还好君末笑比较聪明 虽然不能把工作处理得很好 可还算恰到好处 从床上侧靠着起来 温馨处着腰准备出去 刚走几步 就觉得下腹凉一袭来 他还以为是漏尿 跟鸭子似的走到浴室 这才发现 那尿不受控制的留下 吓得他尖叫 林海燕从厨房里跑出来 吓得不轻 温馨你怎么了 妈 我怎么提前破水了 什么 林海燕推开卫生间门 你不是还有一个多月才生吗 怎么就破水了 我也不知道 妈 孩子会不会出事 呸呸呸 当然不会 我去叫你男人 林海燕让他坐下不要动 然后自己跑出去 打电话给君墨涵 君墨涵接到电话的时候 已经买了好多宝宝用的东西 到了楼下 一听出事 拔腿就跑 推开门 把东西一丢 君墨涵那 还有一丝总裁的高冷样 惊慌失措到 老婆 是不是要生了 我们赶紧去医院 不知道 我一栋羊水就花花下来 君墨涵手足无措 看向林海燕 妈 这是不是要生了 一般破水就是要生了 我们得赶紧去医院 好好 我抱着他 妈 你提着之前 我准备好的产检包下来 还有产检本 好好 你别急 林海燕跑进卧室 去收拾东西 君墨涵便抱着温馨下楼 别说是温馨 就是他自己都双腿发软 老婆你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 没有 肚子痛不痛 不痛 就是漏尿 嗯 你放心 我一直陪着你 今天也不一定生产 经过一系列检查 温馨果然是破水了 只是生育的月份有点早 估计三个宝宝 都要在保温箱住一久 温馨在生产室待产 君墨涵林海燕便守在外面 楚寒宝雪君厂三人 也是一起赶到 怎么样 温馨没事吧 怎么还有一个月突然就要生了 这不是吓人吗 墨涵你倒是说话啊 林海燕好笑道 哎哟 你们就别烦墨涵了 他已经紧张的走了两个多小时 医生说 温馨本就是三胞胎提前生产 也很正常 到时候生下来娃娃 有可能要注意酒保温箱 他检查都好 胎位也正 所以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我都急死了 楚寒一边说一边擦着头上的汗 宝雪笑道 放心吧 我之前生井深的时候 蓝产大出血 这不也挺过来 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大孙女吧 好好 我现在是又激动又害怕啊 楚寒嘴上说着不担心 可还是紧张的不行 生产事外什么都听不到 可君墨涵看着门口那些在走廊上 哭着走着捂住肚子的孕妇们 还是紧张的坐在角落里 双手撕扯着头发 早知道他就做好错失 不让他生孩子了 看着那些孕妇痛 君墨涵就想到温馨痛苦的样子 心碎了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温馨毫无音讯 医生走了出来 家属 孕妇破腹产顺利 俩儿一女 不过孩子还小 需要进保温箱观察一段时间 那么家属谁 跟我抱孩子送过去 办住院手续 楚寒保雪林海燕激动的报名 只有君墨涵急声问医生 医生 你好 请问一下 我老婆怎么样 哦 孕妇没事 放心吧 那我能去看看吗 等一下 病人还要观察一下 没事才会送到病房 好好好 君墨涵这才放下心 看了几眼三个孩子 小小的粉粉嫩嫩的 两个男孩一模一样 君墨涵一眼 就被那小女孩给融化了心 儿子 我们先送孩子过去 你在这看着温馨 嗯 妈 阿姨 麻烦你们了 看着楚寒博依林海燕 把孩子抱走 君墨涵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 所有事都朝着好的发展 转到VIP普通病房 医生交代君墨涵孕妇 六个小时以内不能吃东西 君墨涵便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她一痛 自己也紧张得不行 六个小时以后 君墨涵怕温馨饿 便亲自给她煮了五个糖煮鸡蛋 增加她的体力 温馨痛得眉心皱在一起 全身都在了 没想到剖腹产生的时候不痛 生下来麻醉退了痛得她不行 她扭动着身体 那还吃得下东西 老婆 等过了这几天就不痛了 到时候你陪着我 我也去体验一把 那种生产的痛 跟你同甘共苦 温馨一笑 肚子又开始痛 只好忍住 就在这时 医生又走了进来按压肚子 痛得温馨嗷嗷直叫 医院的这几天 温馨是特意享受了 一把被照顾的感觉 君墨涵一把屎一把尿 伺候她 温馨想到肖寒生孩子的时候 不由心疼 这一对比才知道 自己多幸运 转眼间 温馨也出了月子 三个小宝宝明天出院 因为一下子添加了三个宝宝 120多平方的房子也就小了 再加上住着林海燕周周 更加拥挤 楚涵便让他们搬回家 周周要读书 所以只能和林海燕 继续住在京都花园 温馨 君墨涵便回了老宅 一是房子大 好住 二是里面有保姆佣人 可以伺候温馨 顺便帮着领孩子 楚涵知道大孙子要回来 头天就开始让佣人大扫除 准备婴儿房 还置办了很多东西 就等着今天迎接三个宝宝 早上早早地起床 楚涵便让司机把自己送到医院 等着君墨涵温馨 一起来接宝宝 温馨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孩子 有些激动 林海燕怕她刚出月子吹风 弄了一顶厚厚的帽子戴上 逼着她一个月没有洗澡 要不是有帽子 把那低油的头发遮起 她都不好意思出来 办好出院手续 医生把孩子 交到君墨涵楚涵林海燕手里 温馨想报 被林海燕挡住 你才刚出月子 还是我来吧 我的大外甥搬到老宅 我都见不到了 楚涵笑道 你和周周可以随时来看哦 话落 她逗弄着手中的宝贝 蒙得她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 君墨涵第一次抱孩子 有些不习惯 小小一个抱得她很紧张 小家伙闭着眼睛 粉粉嫩嫩很可爱 回到君家老宅 君墨涵怀中的小姑娘 哇哇哭了起来 弄得一家子手忙脚乱 楚涵道 该是饿了 先冲奶粉吧 别 母乳才是最有营养的 楚涵眉头一簇 你这孩子没在你身边一个月 哪来的奶水 奶水早回了吧 旁边的君墨涵 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她咬咬唇 嘴到现在还是酸的 温馨也有些不好意思 她尴尬一笑 没回 我天天吸着了 对 吸奶气 吸着不会回奶 林海燕随口一说 君墨涵憋笑 差点口水喷在宝宝脸上 吓得温馨忙挡住 老公你这是做啥 不知道这口水有细菌 抱歉 没忍住 君墨涵想到自己 每天为阻止她回奶 就觉得好笑 由于孩子多 温馨奶水不够 只有奶粉和奶水混合喂养 家里有保姆和楚涵的帮忙 君墨涵也轻松了很多 一日 君墨涵匆匆跑了回来 此时君墨涵正把孩子哄睡 大哥 快出事了 君墨涵眉头一簇 把孩子放下 跟温馨轻轻说了一声 便走了出去 你小子大喊大叫干嘛 差点把我儿子吵醒了 大哥 出事了 闭嘴小点声 话落 君墨涵走了下去 说吧 你又闯什么祸了 君墨涵怕被自己哥哥揍 忙活住头 要是我说实话 你别杀了我 你怎么这么怂 赶紧说 君墨涵吞了吞口水 那个我昨天修改和王家的融资合同时 不小心多加了一个零 然后便签字盖了张 王家那边也签字盖张 已经生效了 王老爷子看到多了个零很激动 君墨涵眸子灵力 抬起手就要给他一巴掌 这君墨笑跑得好快 大哥 我就说我不行 你偏偏让我替管 你说过 后果不会让我付的 君墨涵冷声道 本来给王家融资两亿 我已经心疼死了 那不赚钱的破公司 投资两亿本就亏 你偏偏还给我多加个零 那老爷子能不高兴吗 蠢货 你要气死我了 大哥 这事已经发生 你打死我也没用啊 君墨涵深吸一口气 抚摸着胸口 让自己不要生气 错误已经犯了 损失你补上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大哥 你这是要把弟弟我往死里赶 行了行了 你一回来 我就烦死了 既然这样 我马上走 公司我还你了 拜拜 君墨笑话落 直接朝着外面跑去 拉了屎屁股丢给君墨涵擦 君墨涵无奈 想到自己损失的那些钱 他脑袋就痛 当天便去了公司 处理工作上的事 由于君墨涵两个多月没来 公司被君墨笑弄得乱七八糟 他不但要处理那融资的事 还有公司一大堆小事 忙得连吃饭都成问题 徐特助把文件放下 刚想走便被叫住 徐特助 你等下亲自去一趟王家 给王老爷子送一副情帖 邀他来盛世华庭吃顿饭 徐特助有些猛 君总 你找王老爷子 是不是因为合同的事 对 他想从我手里 可是已经打了钱 这老虎可是精明着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多融资 不可能还我们 君墨涵冷笑 手一下又一下地敲打在键盘上 脸上露出狐狸一般狡猾的笑 此事我自有定夺 你去送了情帖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莫琛 莫琛自然知道我的用意 到时候 你让他来盛世华庭找我 好 我这就去 徐特助离开 君墨涵开始宠你合同 当天晚上 盛世华庭饭局 王老爷子穿戴整齐 处着拐杖 心情极好的走了进来 见到君墨涵便爽朗一笑 那笑声中气十足 透着一股威严 让整个包厢倍感压力 君墨涵起身 笑道 王老爷子 请请 好好 墨涵 恭喜你生了三个宝宝 真是让人艳险 哈哈 你不演好事连连 快 坐坐 菜上齐 两人也随意家常聊着 君墨涵看准时机 便率先开口 想必王老爷子应该知道 我找你的目的 这是 我便不藏着掖着了 王老爷子一听 笑容笑得更大 这时还是你们军事集团厚道 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干杯 君墨涵抬起酒 跟他碰了碰笑道 我那弟弟中看不中用 一生志向不在商业 就喜欢演戏 所以才会犯了那低级的错误 王老爷子可要担待 我知道 不过是以成定局 这是我早忘了 君墨涵低下头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这老狐狸是摆明了要坑死他 想让他当定员大头 想到这他抬起头但笑 可这是虽以成定局 但是还有转还余地 当初我之所以给你们这块 亏空的公司融资两亿 那是因为看在王东的面子上 这是我的善意 如今这不小心多写了个零 王老爷子莫非想全部独占 这好事可不能被你全占 王老爷子张张嘴 那你到底要如何 之前签约的合同作废 我重新你了一份 要不王老爷子看看 说着 君墨涵把那文件拿给他 王老爷子一看脸色立即沉了下来 一亿开什么玩笑 之前可是两亿 君总你不会这样过分吧 君墨涵一笑 如果你知道 你们公司现在亏损的金额 一亿已经是你做梦都得不到的结果 我们公司的亏损 我又岂能不知 你融资的钱肯定会赚回来 还能分钱 是吗 那我让你看一份文件 说着 君墨涵起身 朝着门口走去 墨涵进来吧 墨涵走了进来 你要的文件我已经准备好 陆梦庭的事 你可要原谅我 看你今晚表现 好 这是你说的 王老爷子见到墨涵有些意外 原来是墨总 快坐 王董事长 那我就随意坐了 君墨涵把那份文件 递给王老爷子 这是墨涵从内部 找到你们公司的亏损度 远比你看到的亏损额还要多 你看看 那个老爷子 一看震惊不已 他颤抖着 你说 这是我们公司的亏损额 那你们怎么得到的 墨涵一笑 你们公司财务 有个人是我朋友 是哪个混账东西 把这些重要的东西 随意拿出来给你们的 君墨涵抿了一口酒笑道 这是你就别管了 你家老大 根本就不是管理公司的料 之前王董管理公司的时候 可是蒸蒸日上 而最近这段时间 是他管理亏损更大 老爷子都这样了 你觉得我融资一亿亏不亏 王老爷子脸色清黑 要是换成他 别说一亿 就是几十万他都不可能融资的 这一看就是大亏 怎么可能让人家融资那么多 许久 王老爷子都在沉默 君墨涵继续道 常若你相信我 我可 你帮你把亏损的公司扭亏转赢 王老爷子一喜 拍着桌子激动出声 你若是真能帮我 把公司扭亏转赢 我便不要你一分钱融资 还会给你每年分利 君墨涵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随即笑道 好 那此事就这样说定了 三人喝了不少酒 君墨涵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 温馨刚睡下 就听到楼下的动静 何一走了出来 只见福伯搀扶着君墨涵上楼 脚步亮呛 温馨迎了过来 墨涵又喝酒了 对 喝醉了 少爷管理这么大的公司 应酬是难免的 嗯 那我来吧 福伯你回去休息吧 我一走 温馨便搀扶着不省人事的君墨涵走上楼 由于酒味太重 温馨不想让他影响孩子 便把他搀扶在客房 这刚走进去 君墨涵便嗅到温馨身上熟悉的味道 他笑着懒住温馨 老婆 我想你 说着不要吻了过来 温馨被酒味熏得 忙退后 呜呜 臭死了 话刚落 君墨涵直接用酒味十足的嘴吻住他 连门都没来得及关 直接把他逼至墙上 嗯 吻继续落下 两人倒在地毯上 滚啊滚 楚寒本是口渴 睡不着便起来走走 正好经过客房 就看到这一幕 他凑近一看 没想到是自己儿子和儿媳滚床单 本想走 忽然想到温馨剖腹产才四十多天 吓得马上喊着 儿子不可以 妈妈来了 快闪开 温馨推拒着 可君墨涵力气太大 加上脑子已经迷糊 只想亲老婆 困了太久了 妈 墨涵喝醉了 喝醉了就发疯 这家伙也不顾及你身子 说着楚寒走了进来 硬生生把君墨涵给踹开 看他熟睡 温馨不由一愣 妈 你还真是不客气 那一脚踹的 楚寒把他拉起来 温馨不是我说你 你才刚生了孩子 女孩子生了娃 暂时不能同房 你得想想自己身子才是 下次他敢这样 你就收拾他 别客气 就像我刚当那样踹 温馨一笑 这真是亲妈妈 怎么不像啊 好 谢谢妈 那我 你去休息我来照顾他 你现在刚出月子 得注意身体 可是 赶紧去 楚寒把他推着离开 温馨一走 楚寒便开始把自己儿子拽上床 不能喝 也不会少喝点 看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 正说着 君墨涵微微眯开眼睛 他好像又看到温馨 便拉着楚寒笑道 老婆 我今天好开心 嗨嗨 楚寒被自己口水枪死了 我是你妈 天天就是老婆老婆 你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样子 你不是我妈 你是我老婆 我没罪 说着还想往楚寒脸上倾 吓得楚寒 把他往地上一丢 赶紧逃出去 君墨涵头疼欲裂 隔壁传来孩子哭声 他穿好衣服走过去 只见三个孩子一起哭 床上哭着一个 保姆抱着一个 温馨还抱着一个 那场面手忙脚乱 君墨涵走过去 把床上的孩子抱起来 软软的一小个 跟没骨头似的 正的小脸通红 闭着眼睛大哭 老婆这孩子怎么三个一起哭 乐乐 我为老大 老二老三不高兴 为老二 老大老三又不开心 就这么折腾我 君墨涵笑了 难不成孩子还会吃醋 当然不会 这么小 对了 你今天不会还要去公司处理是吧 君墨涵没瞒他 对 我撤销了王家的融资 然后答应帮他们亏损的公司盈利 这有些棘手 奇怪了 他们公司你怎么也管 还不是为了王东的事 我之前投资了两亿 没想到君墨笑 听了来龙去脉 温馨算是听懂了 原来自家老公这么聪明 可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想着他辛苦 他便道 那你赶紧去忙吧 孩子我来照顾 嗯 辛苦了 老婆 实在不行找个乳母 不要 我还是自己喂养放心 对了 孩子名字确定下来了吗 温馨笑道 君渺 君伯 君雪 嗯 是我和你最开始娶的 不错 君墨涵话落 准备离开 就在他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楚涵走了进来 儿子你放心 有妈在 定能照顾好他们几个 最近公司被你弟搞得乌烟瘴气 你还是安心工作 我知道 谢谢妈 君墨涵 事情越来越多 每次回来都差不多夜晚十一二点 此时温馨已经和孩子睡熟 怕打扰孩子 君墨涵只能塑在客房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 温馨见到君墨涵的次数越来越少 整个人也被孩子折磨得疲惫不堪 虽然有婆婆和保姆一起伺候他 可他还是觉得累 整夜整夜不能好好睡觉 这才发现有了孩子 自己的人生也被完全打乱 他开始迷茫不安 就在星期三这天 温馨照常起来喂奶 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上面是一张图片 图片是君墨涵和一女人前后进入KTV 看不清女人长相 只能看到女人背影恶挪 温馨莫名地觉得 世界一片黑暗 仿佛挡在自己头顶的柱子坍塌 整个人没了活力 有时候孩子哭急了 便干脆把孩子丢在一边 然后一个人黯然发呆 有时候整个人也暴躁起来 就在今天 楚涵抱着床上哭着的小孙子走了过来 见温馨不说话 他便坐下官妾出声 温馨 你这是怎么了 这几天看你无精打采的 温馨一笑 没事 就是好久没见君墨涵了 他最近好像不回房睡觉 嗯 回来得太晚 怕打扰你们 便干脆塑在客房 哦 你若是想他 等晚上他回来 我让他来找你 不用了 我今晚等他 与此同时 莫称旗下产业的KTV 君墨涵陪客户吃饭被灌醉 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睡觉 莫称看了一眼君墨涵 然后便准备先送许总坐车 再来解决君墨涵 莫称前脚刚走 一名包裹着粉色头巾 带着黑色大框墨镜的女人 便闪身进入KTV包厢 然后用脚倾踢君墨涵 见他并没有反应 便大胆坐下 掀开头巾一脚 那红唇烈焰很性感 他的唇吻上君墨涵身后的白衬衫 鲜红的红唇 如同绽放的鲜花 在昏暗的灯光下 散发着性感 他起身 悠雅离开 莫称走了进来 君墨涵还在入睡 脸颊因为喝醉了酒红的滴血 莫称扶起君墨涵 天天应酬 也不知这帮畜生 怎么最近总爱用工作的借口灌你酒 我送你回家 你老婆还在家里等你了 君墨涵被搀扶起 微微睁开眼睛 头昏脑胀 他沉声道 送我回家的时候小心点 别让我吵醒 温馨还有孩子 莫称好笑道 你呀 喝醉了酒都想着你婆娘 累不累 不累 吐出两个字 他又闭上眼睛 莫称摇摇头 中毒太深 无可救药 也不知道我这单身狗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两人进入电梯 走廊的尽头处 那名包裹岩石的女子走了出来 静静地看着 嘴角勾笑 夜间一点多 哄睡孩子 温馨站在阳台上 看着君家豪宅的大门处 月明星熙 夜晚的风吹在他的身上 冷得他抓紧毛衣外扇 就在这时 铁支大门缓缓打开 随着车灯闪烁 一辆引入黑夜中的劳斯莱斯 溅如温馨眼帘 他慌乱间朝着楼下跑去 有些开心有些紧张 最近他早出晚归 回来自己已经睡着 起床他已经离开 他好像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 如今 他已经生了孩子两个多月 他格外想他 蹦蹦跳跳跑下去 只见君墨涵被墨琛搀扶着走了进来 温馨随即一愣 一股失望油然而生 他又喝醉了 嫂子 还没睡 墨琛开口 温馨笑道 辛苦你了 这么晚还送墨涵回来 应该的 他在我们KTV喝酒 我自然看到了 要把他送回来 温馨搀扶在君墨涵一边 墨琛搀扶着一边 两人架着他上楼 谢谢你墨琛 最近你应该每天都把我老公送回家吧 也没有 就今天晚上 之前有人送他 温馨一愣 谁送他 这我不清楚了 毕竟我今晚才撞见 温馨没再多问 把君墨涵搀扶到自己房间 墨琛便离开了 他端来温水 替他把外套脱了 温馨扭干毛巾 替他擦拭着脸颊和脖子 就在这时 他看到他白衬衫上面的口红印 整个人将在哪里 一动不动 手中的毛巾赫然掉地 水滴从盆中溅入他的脚 他没说话 忍住心中传来的丝丝咧咧疼痛 把毛巾扭干 端起水朝着卫生间走去 再次回来 他帮君墨涵盖上被子 就这样坐在床边很久 夜深人静 君墨涵揉着太阳穴 迷迷糊糊中看到床边坐着的背影 他起身 这才看到温馨 老婆 你怎么大半夜不睡觉 坐在这里 温馨回头 就两个字 等你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君墨涵忍住头上传来的钻心疼痛 抬起手抹扎着他的脸颊 不知不觉 君墨涵才赫然发现 他的皮肤没了以往的光滑细腻 略显粗糙 眼神也显得呆滞 君墨涵自觉最近疏远了他 心里莫名一痛 月光下他如玉的脸 越发俊美绝伦 他温柔出声 夜深人静 天气冷 过来我给你暖暖手 温馨没说话 任由他拉住自己的手 他掌心的温度传来 让他冰冷的心 越发冷冽起来 许久 他淡淡道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他盯着他 玉图从他眼中看出什么 君墨涵把他拉入怀里 就是王家的公司 亏损严重 为了拉融资东山再起 每天都很累 还救出两个敌对公司的背叛者 那就没有其他事 比如 看他目光灼灼 温馨嗓子里的话吞下 他笑道 没事了 睡吧 第二天早上 温馨帮他把换下的白衬衫泡在水里 把口红印擦拭干净 楚涵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衣服淡淡道 不是有保姆吗 墨涵的衣服你还亲自洗 没事 墨涵的贴身衣服 我还是自己洗才放心 接连几天 君墨涵都是半夜没回家 直到今天 白日里 晴空万里的天突然下起大雨 大风吹得窗帘肆意横飞 保姆抱着君雪 匆匆忙忙地走来 少夫人 小姐好像起烧了 什么 温馨猛然从床上起来 赤着脚接过孩子 把手探了过去 只见君雪的额头滚烫 小小的脸颊滚烫发红 身体轻颤 温馨接过孩子吩咐着 把灯打开 找温度寄来 好 保姆随即走开 然后顺势打开灯 提来药箱 找出体温计 少夫人 暂时只有水银的体温计 怕小姐凉 没事 你看这时间 我给她凉 这一凉 温馨吓了一跳 糟了 快39度 两个多月的孩子 应该不能吃退烧药 保姆道 胃一点应该没事 烧太高 还在生 先去医院 我给她贴上退烧贴 你在家看着凉的孩子 我送雪儿去医院 好 温馨抱着孩子下楼 一边给君莫涵打电话 结果没有人接 楼下的福伯 听到动静起来 见识温馨抱着孩子 忙道 少夫人 你这是要去哪里 小雪病了 我要去医院 我送你吧 少爷还没回来 嗯 医院里 温馨一个人跑上跑下 直到折腾到天亮 小雪才退烧 温馨准备回家的时候 君莫涵才赶来 老婆 孩子没事吧 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 温馨想到 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找不到他 他瞬间火大 抱着孩子歇斯底里吼道 你昨晚没回家 君莫涵视线逃避 抱歉 昨晚喝醉了 便塑在莫衬那里 为什么打电话你也不见 直到现在才来 孩子病成这样 你也不管 两个多月了 你没有关心过孩子 我连见你一面都难 君莫涵你就这么忙 忙到连家人都不要了 有了孩子你就变了 你是不是已经在外面有人了 一连串追击 君莫涵眉头揪起 帮他接过孩子 此刻他很懊恼 自己昨晚手机静音 直到 对不起 你别激动 有事好好说 不要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什么 我严重怀疑 你每天晚上半夜回来 是不是已经在外面有人了 你那么拴那么有钱 那些女人一个一个想巴结你 君莫涵你要是厌恶了我 那我们最好分开 反正我们两个 也不是谁离开 谁就不能过活的 君莫涵被温馨的话 气得咬牙切齿 只是冷声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外面没有人 每天都是陪大老爷们 不信你问莫衬 想起那夜 对他衬衫上的口红印 温馨便不爽 对他严重怀疑 看着面前一脸愧疚的男子 温馨冷声道 你还骗我 君莫涵骗人好玩吗 喝酒喝酒 你每天都在喝酒 既然这么爱喝酒 今天还来这里干嘛 干脆继续喝酒啊 话落 温馨赌气地抬起脚踩在 君莫涵脚背 直接转身离开 福伯催促着 大少爷 夫人生气了 你赶紧去追啊 追什么追 大清早的莫名其妙生气 我也不是闲着 公司最近出事 我也没时间天天陪着他 这么爱发火 让他发吧 君莫涵一只手揉着太阳穴 一只手抱着孩子离开 还不忘回头 叮嘱福伯 把温馨安全送回家 福伯摇摇头 哎 这该怎么办 温馨一个人 独自走在马路上 委屈的眼眶红了 泪水一滴滴落下 他抬起手 赌气地把眼泪擦干 然后回了景都花园 林海燕刚吃了早餐 把晚一洗 准备去帮周周开家长会 一打开门就看到温馨 不由惊诧出声 女儿啊 你怎么来了 孩子有人领吗 妈 有人领 我就是回来看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现在好得很 晚上还能跟人家大妈 跳广场舞 现在要去看帮周周开家长会 哦 那你去吧 我进来看看狗爷 好 家里有早餐 你自己吃点 林海燕一走 温馨便走了进来 逗弄着狗爷 君莫涵回到家 见温馨没回来 把孩子交给楚涵 又出门去找他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林海燕电话 也在关机 君莫涵找不到人 把会议取消 直接去了景都花园 门被敲响 温馨听到声音 没去开门 他从猫眼一看 发现是君莫涵 也没开 坐在沙发 君莫涵本来就着急 打开门 发现温馨坐在沙发上 不声不响 气得咬牙切齿 那俊美的脸上 浮着一丝寒意 没了往日的温柔 看起来有些甚人 他按耐住脾气道 你知不知道找不到你 我有多着急 你明明就知道 我打电话给你 你为什么不接 孩子找不到你 一直饿得大叫 温馨双手抱胸冷笑 你才一会找不到 我就生气了 搞不定孩子 说我发什么火 你可知道 我两个多月找不到你 那是什么感觉 孩子病成那样 在床上抽搐 你连电话都不接 现在换你 你就受不了了 我严重怀疑 我有没有男人 君莫涵气得一拳 垂在沙发上 我是闲着吗 我也忙 要不是为了陪你 陪你和孩子 把公司交给君莫笑 被他搞得乌烟瘴气 我现在也不会交头乱额 所以 你是怪我 怪孩子把你生活 弄得一团糟 君莫涵深吸一口气 我没有这种意思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 没有吗 那你冲我发什么火 好了 我错了 我们回去吧 孩子找不到你 一直哭 说着君莫涵拉着他的手 想把他拉起来 温馨把他的手推开 声道 我会自己回去 你别来烦我 好 我不烦你 我等一下让福伯来接你 说着君莫涵转身离开 看着他离开 温馨气不打一出来 这就走了 这男人怎么变成这样 以前对他的耐心宠溺 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不见 他甚至都觉得 那男人定是出轨了 温馨起身 掏出手机 从网上找了一家公司 然后拨通了电话 电话被接起 那边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 声音温润如玉 听的人很舒服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 温馨沉声道 我找你们有事 请帮我跟踪一个人 对 调查他是不是出轨 君氏集团总裁君莫涵 对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挂断电话 黑暗的屋子里 一名女人走了出来 头上的围巾取下 他沉声询问 那女人有行动吗 握住坐机的男子淡淡道 哟 他已经上钩 让我们调查君莫涵 是不是出轨 嗯 此事正按照我们的计划推进 这次我们绝不能贸然行事 那女人很聪明 上次的事 也是被他给发现的 最后君莫涵没上当 好 放心吧 为了给亲亲报仇 我不会乱来 温馨回到家 人还在楼下 楼上已经乱成一团 孩子哭得不行 一道道哭声落在他的耳里 却撕心裂肺 他把手一洗 大步跑了上去 只见楚寒在楼道 抱着正在哭泣的孩子 保姆也抱着一个 扶神哄着一个 温馨急步跑了过去 差点摔倒 吓得楚寒尖叫 你就不能小心点 大清早的也不在 孩子哭了好久 不喝奶粉 对不起 我现在就是赶来喂奶 话落 温馨接过一个孩子抱在怀里 然后跑到房间喂奶 温馨把一孩子喂了点 然后放在楚寒怀里 让他喂奶粉 这才接过扶沈手里的孩子喂着 楚寒一边喂奶 一边看向他 温馨你 是不是因为莫涵昨晚没回来 你一个人去医院 所以才生气 不是 妈 我们没事 就是今天早上去了一趟 景都花园看我妈妈 嗯 真的 妈 你放心吧 真没事 楚寒一笑 那我就放心了 莫涵这孩子我知道 要不是忙极了不会不来 你多淡淡 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谅 温馨抱着孩子手一紧 手紧紧捏住军妙的衣服 脑海里那枚唇印 又在刺激着他 他闭上眼睛 淡淡道 放心吧 妈 当晚八点 温馨从房间走出来 孩子已经熟睡 他看了一眼楼下 建军莫涵还没回来 下面只有楚寒 他走了下去 妈 莫涵还没回来 刚刚打过电话 今天陪客户吃饭 不回来吃 厨房里给你温着鸡汤 你再喝一点 哦 温馨走了下去 然后去了厨房 想着君莫涵的事 不小心烫到手 手背很红 痛得他尖叫出声 怎么了怎么了 楚寒匆地跑了进来 妈 我就是不小心烫到了 没事 楚寒急声道 用凉水冲一下 好 匆匆喝了鸡汤 温馨整个人心不在焉地 回了房间 疲惫地躺在床上 就在这时 手机响起 暖夜灯照在他的脸上 温馨拿起手机一看 是那公司发来的秘密照片 他打开 看到君莫涵身边 一名红衣气泡女子 俯身在他耳边 从照片的角度看过去 女子好像在吻君莫涵脸颊 温馨握住手机的手一紧 与此同时 君莫涵举杯 对着徐总碰了杯 凑近口中一喝 一名身穿旗袍的女子 走了过来 帮君莫涵倒酒 君莫涵淡淡道 谢谢 那旗袍女子一笑 君总客气了 这次你能跟我爸爸合作 是我们徐家的荣幸 谢谢 君莫涵冷冷地应了一声 刚坐下 那旗袍女子便挪动屁股 紧紧挨着他 君总 吃这个 听我爸爸说 这是君总最喜欢的一道菜 看着那瞎子 腰落入君莫涵碗中 他眉头一簇 把碗用掌心盖起 抱歉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 徐柔一愣 淡淡道 无妨 君总要是不喜欢 我便不碰了 徐总笑道 柔柔 君总喜欢喝酒 你给他倒酒啊 爸爸 我知道了 说着他便替君莫涵倒酒 君莫涵眸子阴冷 看着那倒来的酒有些不满 可还是倒 嗯 喝了这杯 我便要回家 今天我儿子身体不舒服 我需要早点回家陪他 徐总爽快一笑 没问题 来 干杯 君莫涵抬起手和徐总举杯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君莫涵把杯子倒清 示意徐总看看 然后道 时间不早了 我便走了 徐总我们改天聊 好 徐总给自己女儿 徐柔使了眼色 只见徐柔忙起身 跟上御图搀扶住摇摇欲坠的君莫涵 君总 我扶你吧 把你送到车上 不必 你回去陪你爸爸吧 我没事 说着他推开徐柔 徐柔又扶着他 两人如此亲密的动作 被拍下发到温馨手中 温馨再次收到这亲密的照片 黑夜中 泪水一滴一滴落下 徐特柱等在楼下 见君莫涵出来 忙应了上去 君总 我送你回去 嗯 君莫涵虽然有一点醉意 可还算清醒 他坐在车子后面 用力地揉着太阳穴 眉头微醋 窗子被打开 风吹在他的脸上 撩起他的刘海 星星点点灯光 落在他的脸上 徐特柱从反光镜看他 担忧道 君总你最近格外疲惫 天天应酬 可要注意身体 没事 没人来摆平 他得罪了不少厂商 还有客户 这是怪我 小总他也是第一次 处理公司的事情 我又没监督好 才导致他得罪不少人 没事 这是不怪你 其实他不只是工作上的事心烦 还有温馨今天跟他吵架 他一天到晚心不在焉 很烦躁 处理事情也没劲 加上徐总把他女儿安排过来 他甚是心烦 说了几句 君莫涵便疲惫地闭上眼睛 一小时后 徐特柱道 君总 到了 嗯 君莫涵睁开眼睛 然后打开门起身 回去开车慢点 辛苦了 没事 君总 看着徐特柱离开 君莫涵看向二楼的灯光 眉头一簇 他还没睡 该是在等着自己 想到自己早上跟他吵架 他就觉得自己混蛋 哺乳期的妇女本就累 他还不体谅 拖着疲惫的身体 往楼上走 推开房门 床上没人 摇篮里三个孩子睡得正香 浴室门关着 里面传来淋浴的声音 君莫涵一推 门便打开 看着水雾中正在沐浴的郊区 君莫涵只觉全身沸腾 一股躁热感油然而生 老婆 一声老婆 吓得温馨回头 这才看见水雾边站着的男人 他走过来 直接把门一关 君莫涵立马握住他的手腕 一个闪身浴室门被他关上 君莫涵抱着他 把他按在门上 温柔地看着他 那双手不老实地放在他腰间 温馨挣扎着 你放开 谁让你进来的 我在洗澡 他树立的态度冰冷的语气 我给你付金请罪好不好 别生气了 你别碰我 温馨推拒着 努力压制自己 不要说出那个脏子 他的鼻尖 嗅到他衣服上的脂粉味 眉头醋得很紧 这男人白天跟别的女人暧昧 回来又应付累不累 浴室的水 继续哗啦啦流着 伴着水雾 君莫涵吻住他的唇 男子炙热的气息喷洒而来 温馨理智消散 不由主动妥协 迎合着他的吻 一小时后 君莫涵抱着他从浴室出来 然后为他把身上的水擦拭干净 床上君莫涵抱住他 温馨窝在他的怀里 食指在他胸膛画着圈圈 耳边传来君莫涵的声音 老婆 现在气消了吗 台灯下 温馨那白皙的脸上 泛着红昏 他没好气地抬头 没消 怎么还没消 难不成还不够 说着 他靠近温馨 调皮地含住他的耳垂 别动 温馨推开他 翻个身不打算理他 一想到他跟别的女人暧昧过后 回来还碰自己 他又开始胡思乱想 想着想着便睡着 第二天起来 君莫涵破天荒的没走 反而温柔看着他 不得不说他长了一双寒情木 总是把他心勾住 阳光透过纷飞的窗帘照在他们身上 暖洋洋的 如同沐浴着一层金色之光 让温馨那脸显得格外美丽动人 他淡淡道 你今天早上怎么没走 君莫涵温柔地看着他 手抹撒在他的脸上 是不是有了孩子泪着了 你的脸太干 还有些粗糙 我给你买的化妆品怎么不用 温馨沉声道 太忙了 马上孩子要哭 根本没时间细细擦 那我帮你擦 正说着 摇篮里的孩子准时地哭了起来 一个哭惊醒另外两宝宝 紧接着三个孩子都在哭 君莫涵抓抓头 这好准时 你不上班 不上 今天我陪着你 温馨淡淡道 那好 你今天听我命令做事 平时都是我领孩子 今天你领一个试试 可是 我没有奶 怎么喂 噗 温馨一笑 谁让你喂奶了 你只要带孩子就行 现在孩子饿了 你把他抱过来给我 然后你去冲奶粉 哦 好的 老婆 君莫涵走过去 笨手笨脚地抱起军伯 小孩子的哭声 弄得他眉头微醋 如烫手山芋一般抱在怀里 准备递给温馨 鼻尖传来一丝臭味 紧接着 他看到小孩子屁股上的衣服黄黄的 手摸过去 黏黏腻腻 又臭又恶心 他吓得大叫 老婆 老婆 这是什么 温馨一笑 屎 啊 君莫涵吓得准备把孩子 放在温馨怀里 这才想到 孩子屁股都是屎 他又收回 老婆 这下要怎么办 温馨指着旁边的尿布台 把孩子放在尿布台 端温水帮他把便便洗了 抹上霜以防红屁屁 然后帮他穿上纸尿裤 君莫涵眉头一簇 可还是按照温馨的指示坐着 见他去打热水 温馨也开始穿自己的衣服 穿好后便靠在一边 双手抱胸 看着忙碌的男人 把水放在地上 温馨瞪大眼睛 老公 这是大人的洗脚盆 你怎么拿来帮孩子洗屁屁 还有擦脸 可是我不知道 孩子的盆是哪个 最小 那个白色的 哦 好 君莫涵手忙脚乱跑进去 再次端来温水 温馨指示着他 用湿纸巾给孩子擦屁股 孩子因为他力气太大 提着孩子 双脚露着屁股 难受地哭着 擦屎不小心还擦在手上 他吓得尖叫 温馨实在看不下去淡淡的 你别这样提着他 伤害他的颈椎 要让他侧躺着 哦 抱歉 老婆 我重新弄 君莫涵刚要把孩子翻身 小屁还尿了 那炙热的尿 直接喷在他的身上 脸上 操 呸 好难喝 老婆实在不行了 我要去洗澡 温馨笑道 不行 你还没弄好 不能走 看着操作台上都是湿尿 温馨没办法了 只好接过孩子 我来吧 你去找宝宝的衣服 只尿裤 嗯 君莫涵解脱式的跑开 赶紧把手洗了 上面的衬衫脱下 丢在浴盆 这才跑出去 找孩子的衣服 满满整个衣帽间 孩子柜子有三个 各式各样的尺码 让他眉头一簇 君莫涵抓抓头 该穿什么尺码 看了大小 他选了一件适中的 卧室传来温馨的声音 好了没 要纸尿裤 快了 君莫涵抓起旁边的 XL纸尿裤 便跑了过去 老婆 来了 温馨看着那 不对马的纸尿裤 以及衣服 叹了一口气 这尺码不对啊 你看看 你这个爸爸 怎么什么都不换 你用这毛巾 把孩子裹着 我去拿衣服 君莫涵脸色有些尴尬 好 温馨走来的时候 见孩子大半个身体 露在外面 温馨沉声道 君莫涵 你看你动到孩子了 抱歉 温馨接过孩子 帮孩子穿衣 君莫涵就 站在一边站着 有些挫败 这孩子方面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温馨见他傻站着 不动弹弹道 你去冲奶 然后喂孩子 我伺候另外两个 保姆怎么不在 君莫涵问道 温馨这才想起 阿姨感冒了 我让他回家去了 要不然传染孩子 那我妈怎么也不在 哦 你妈妈今天有事 还好你今天在家 快去冲奶 哦 君莫涵跑过去冲奶 温馨大声道 要温水冲 先放水然后放奶粉 奶粉抹平 30毫升水 放一勺奶粉 充90毫升 记得双手揉搓奶瓶 不能上下摇晃 会导致孩子胀气 君莫涵应了一声 上一秒倒水 下一秒就记不得要干嘛 想了许久 端起奶粉罐 把奶粉倒入 奶瓶微烫 他抱着孩子喂 孩子一喝 哇哇直哭 吓得温馨抱着老大跑过来 怎么了 我不知道 喂他奶粉他就哭 温馨眉头一簇 看到老二伸出的舌头红红的 这才道 你的奶粉太烫 烫到他了 你看孩子舌头都红了 君莫涵心疼地抱着孩子摇晃着 别摇了 小孩这么小怎么可能让你这么摇 脑袋都没发育好 君莫涵有些烦躁 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明明自己商场上是那么如鱼得水 怎么到孩子方面就那么愚笨 这挫败感让他不舒服 温馨接过孩子 把孩子放在床上 然后自己去冲奶粉 三个孩子轮番喂奶 轮番拉屎 让君莫涵得直不起身子 他看向温馨 莫名生出心疼 老婆 你平日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所以 你以为我是闲着 没有 没想到领孩子这么累 老婆你辛苦了 君莫涵是真心心疼温馨 见孩子吃饱喝足 自己平躺着再玩 他便走过去 体贴地帮温馨垂背揉肩 只是他本来是休息 可下午又接到电话 君莫涵匆匆说了一声便离开了 形色匆匆的模样 再次让温馨揪住了眉头 徐特助见君莫涵跑了出来 忙营上去 帮他打开车门 自己则去开车 车子启动 君莫涵脸色不好 本来还因为昨天晚上 跟温馨来了一发 神清气爽 现在又被这些人 给气得眼冒惊心 拆迁款不是已经谈妥了吗 他们怎么还不搬 徐特助淡淡道 那几家人应该是约在一起反水 也不知道是谁怂恿过 现在都嫌钱少 所以不搬 真是岂有此理 我已经尽大可能给了他们不少钱 甚至还在市区最好的地段 给他们分了房 明明是他们赚 还如此贪得无厌 合同签了没 徐特助犯男 今天我带人去签 他们反水 所以还没牵吼 甚至有家的男主人 直接把他90岁的妈妈给推出来 坐在门口堵着我们 他们就是一些不讲理的 眼中只有钱 没有任何信誉 嗯 先去看看吧 君莫涵 徐特助一起来到世纪花园 这里是古城区 君莫涵已经拿下这片地的开发权 准备在这里建游乐场 本来各方面都谈妥 没想到有三家反水 五辆挖机正在实行拆迁 世界花园的中心地段 那三家人正在楼下闹 把你们老板叫来 钱不够 我们不搬 对啊 分套房子就打发我们了 给那点钱算什么 等这里建好 那才是真正有价值 要搬家可以 从我们尸体上踏过 一下车君莫涵就听到这些人嚷嚷的尖叫声 毫不讲理 徐特助看君莫涵脸色不好 有些担心他发飙闹事 那么事情更加无法解决 不过他太低估了君莫涵的忍耐能力 好 既然你们不搬 那就在里面住着 守着你们这老房子一辈子 君莫涵冰冷的声音 越过人群 传到己人耳里 三家人纷纷一愣 随即便看到君莫涵一身滑 西装走了上来 那俊美的脸上 覆盖着一层寒霜 张家男人沉声道 你就是老板 你刚刚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既然要住这里就住吧 我们照常拆迁 这里拆迁过后 就会断电断水 你们要是受得了 便继续住下去 我把分你们的房子收回 毕竟那可是市区 可比这荒郊野外好多了 话落 君莫涵回头对着徐特助道 徐特助吩咐大家继续施工 对了 顺便打个电话 把市区那三套房子收回 放网上拍卖 徐特助一愣 随即看到君莫涵对他识眼色 他忙道 好 君总 我这就打电话 徐特助果然假巴打电话 那三家的男主人一听 面面相去 一旦房子拍卖 可就没有住的了 反观自己的家破烂不堪 周边也全部被挖机拆毁 要是住在这里 别说家人受不了 就是自己也受不了 张家女人拉了拉他男人 然后两人在一边嘀咕 张三 你真的要住在这 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好了多要钱吗 可现在这大老板明显不给 别要了 已经够多了 那边房子我非常喜欢 妈妈天天要用掉西洋 你难道要让妈妈住在这断电断水 你要是不去住 你自己在这待着 我要带孩子去 张三急道 可话已经说出口 怎么收回啊 你自己看着办 谁让你听他们蛊惑 贪得无厌 看着自己老婆转身回屋 瞬间蹦不住看向君莫涵 他好生好气道 这位大老板 你看我们很不容易 要不你就再多给我们分几万吧 对啊 对于你们来说 几万就是几十那么简单 你没必要跟我们计较那么点钱 三家的人纷纷说着 君莫涵知道这几人已经疯动 就是贪财 可他也不是那种被恐吓打的 抱歉 谈好的价格不能比 我们公司已经吃亏 要是你们舍不得这里 可以继续住 不影响 以后你们想拆了 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 到时候 钱房子都没有 抱歉 我有事先离开 见君莫涵要走 那张家的男人 吓得马上跑过去 拉住他的衣服 那指甲缝中的污垢 让君莫涵微微醋眉 他嫌弃地甩开他的手沉声道 你还有事 大老板啊 那我那套房子 是等一下就可以住了吗 签了合同马上可以住 不签的话你也知道 那边房源紧张 挂在网上 不出一天便会被人买走 到时候 这里没电没水 你们得重新找房子 屋子里张家的女人探出头来 张三 你要是赖在这不走 我跟你离婚 老婆发话 忙道 好好好 我这就签合同搬家 身后的徐特助松了一口气 终于解决了一家 另外两家 看着张家签了字 也开始动摇 就在这时 君莫涵假扒接起一个电话 对 房子是我们公司的 才刚贴出来 109万 精装修 拎包入住 那两家人一听 小声道 那里的房子确实好 你看才挂上 就有人问了 我们要是还不签 那房子就是别人的了 那要不我们也签约吧 不然真没了 说实话这么多钱还有房 我们已经赚了 君莫涵挂断电话 对着徐特助道 明天你带着客户去看房 他说 房子好明天就买 好 徐特助知道自己老总 在唱毒脚戏 不由暗探江 还是老的辣 果然那两家人蹦不住了 笑嘻嘻地走上来 其中一个拿出一根烟 递给君莫涵 大老板抽根烟 我们好好谈 抱歉 我不抽烟 家里还有事 我得走了 建君莫涵要走 那两家人左右家公拦着他 那个房子我们签 你还是把房子的 售卖信息撤回来吧 对对 我们搬 之前是我们被人怂恿 现在后悔了 晚了 君莫涵化落 洋装不高兴地离开 那两人继续涌上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 过原谅我们吧 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 而是那房子 已经跟客户谈好了 让他们明天来看 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我又不能食言 你们还是住在这吧 反正你们两家 在这也不影响我们建游乐场 只不过你家的宝贝 估计受不了 君莫涵事先落在那女人 手上抱着的伴随孩子身上 淡淡道 那两家人一听 盲激动出声 大老板 你可不能怪我们 我们也是被那陆家怂恿 说多债你点钱 阻止你开盘 所以才这样做 我们错了 钱可以少要两万 我也是 还望老板成全 又是陆家 君莫涵迟疑好久 缓缓开口 要不是看你们两家有老有小 我也不会答应 算了我跟那刊房的客户说一声 签了合同 那三家人便赶紧搬走 徐特助跟在君莫涵身后 对他佩服的五体投递 君总 你怎么知道他们虚张声势 君莫涵回头 你们这些脑子 没一个中用的 以后记得动脑 抠着脚趾头 想我给他们的条件 都比这里好 他们又不是蠢 只是想多讹诈一些罢了 拿孩子老人当挡箭牌 也真是够蠢 话落 君莫涵把合同丢到徐特助面前叮嘱到 这游乐场让小许盯景点 无论是什么材料 必须要最好的 尤其建好后的游乐器材 必须质量品牌各方面都要最优 谁敢偷工减料 或者在钱以及建筑商做手脚 我定不轻饶 好 我会把这些转告给小许 君总我送你回去吧 嗯 正说着 不远处传来一道女子脚柔做做的声音 君总 终于在这里找到你了 看着君莫涵脸色阴沉 徐特助抓抓头 这徐小姐还真是切而不舍 听说你要来这 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女人在 我这不是瞎忘了吗 如今你跟她爸爸合作这游乐场 可不能轻易得罪这姑奶奶 不然那徐总撤资就不好了 君莫涵沉声道 我知道 徐柔踏着高跟鞋走了过来 那浓妆艳抹的脸上泛着红昏 还带着脂粉味 君莫涵习惯了温馨那种淡雅的清香 对着脂粉味格外敏感 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 徐柔忙道 君总你是不是感冒了 来 喝口水 说着 他把自己怀中的矿泉水递过去 还小心机地扭开喝了一口 君莫涵自然是嫌弃 没拆穿淡淡道 我不可 就是嗅到一股浓浓的脂粉味有点敏感 徐柔尴尬地张着嘴 徐特助忙道 不好意思 徐小姐 我们君总脂粉过敏 尤其是花粉类 哦 原来如此 那抱歉 我下次注意 说着 徐柔便稍微地后退两步 君莫涵这才脸色缓和 君总我都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 也饿了 能不能陪我吃个饭 我还有事 徐特助陪你吧 不要 君总是不是嫌弃我 不想陪我吃饭 所以找借口 徐柔直接的话 让君莫涵冷了脸 徐特助见自家老板要爆发了 忙挡在两人中间笑道 徐小姐确实误会了 我们君总确实有事 所以要回去处理 要不我陪你去吃饭 不要 那我不吃了 既然君总要回程处理事 能不能把我送回家 不能拒绝了 你这是顺路 徐特助无语 君莫涵忍住心中的火焰 沉声道 上车吧 听到邀请 徐柔激动地上车 看徐特助也要上来 他忙道 徐特助刚当那边我的东西 遗漏在施工处的屋子里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是钥匙 改天我来拿 徐特助看着君莫涵张张嘴 见他点头 只好不情不愿离开 上车的那一刻 照片被定格 发送到温馨手上 温馨刚帮孩子 为了水患了尿布 就接到侦探发来的照片 照片是君莫涵与徐柔上车的画面 这次照片清晰地记录了徐柔的脸 他给侦探发了信息 询问女子真名 侦探只回复了两个字 徐柔 温馨起身 来到阳台躺椅 在网上搜索徐柔两个字 徐柔那漂亮的时装照 便弹了出来 有他清楚的家庭背景介绍 尼采集团千金 22岁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长相美丽 身材妖娆 家庭背景强大 算得上是个美貌才华 家世并列的女人 温馨看着她的照片 莫名觉得自卑 也不怪她会对别人感兴趣 这样优秀的女人 就是她也抗拒不了 她莫名烦躁 果然生了孩子的女人 都会变成肖寒那般 被男人嫌弃不说 还会出轨 徐家豪宅门口 君莫涵把车停下 淡淡道 徐小姐你家到了 哦 君总以后可以叫我徐柔 徐小姐太疏远了 嗯 那要不去我家坐坐 君莫涵拒绝的话还没开口 门口便传来徐总的声音 君总 原来是你送柔儿回来的 快请进 不用了 徐总 我家里还有事 哎呀 是工作上的事 正准备去你们公司找你 没想到你就来了 喝贝博茶 柔儿快请君总下来 徐柔高兴道 君总你看 君莫涵眉头微醋 盛情难却 只好下了车 身后的侦探 再次把照片拍下 发给温馨 君莫涵 徐柔 徐总一起进了豪宅 快 凤茶 君总来了 蓬毙声辉 徐总爽朗一笑 引着君莫涵 便去了凉亭边的茶室 徐柔也跟着 顺势坐在徐总旁边 你这丫头 我跟君总有事要聊 你怎么还在这 爸爸 我不是也参与了 游乐场的设计吗 你们工作上的事 我也想听听 君莫涵听着他撒娇的语气 视线微脸 表面上风平浪静 内心实则把徐柔 骂了多少遍 他只是不明白 自己已经公开娶妻 怎么还有人偏偏要涌了过来 尤其是这徐总 他的算计又是什么 徐总执拗不过 徐柔看向君莫涵 君总 你看柔 他既然要留就留下吧 徐柔一笑 谢谢君总 对了 徐总你跟我有什么事要说 就是游乐场 我打算在游乐场的地方 设置一个自住餐厅 王家 王老爷子公司 由于君莫涵的介入 公司短时间内开始盈利 王老爷子高兴不已 闲了下来 便又想到王东的事 心中郁节难定 想到这 他起身对着外面喊道 来人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老爷 你找我 姜涛你去把小少爷叫来 好的 王家小少爷 是王东最小的弟弟王伟 十九岁 刚毕业不久 最近才回公司实习 和王东关系较好 就是很调皮 不服管教 老爷子很头疼 爷爷 你找我 王伟跑了进来 明明已经是大人 可一点沉稳也没学的 反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磕着瓜子 王老太爷看得直叹气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马上结婚成家了 怎么还这么不沉稳 也不向你大哥学习 哎呦 爷爷 都向大哥这么厉害 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就爱平嘴 王老爷子把拐杖放下 然后朝着王伟走去 你想不想你大哥 想啊 不过大哥真的和我们断绝关系 不回来了吗 你想他回来吗 王伟别嘴 当然想了 大哥在 这个家还能镇住 大哥不在 其他哥哥姐姐们 又开始闹了 王老爷子沉思了一下 淡淡道 那你去把他找回来 大哥在哪里 在云南大理那边 可是大哥不是 喜欢那个女人吗 他定是不会回来 我给你出一招 王老爷子凑近他的耳边 王伟眼睛一亮 好 那我今天就去云南 君墨涵跟徐总聊了一个多小时 又被留下吃饭 只好打电话给温馨 温馨看着他的名字 在手机上闪烁 眼中还含着泪 想了许久才接起电话 喂 墨涵 你在哪里 我在和朋友吃饭 今晚就不回来用餐了 温馨沉声道 男的女的 男的 合作商 温馨脸眸 眸子暗淡 他又骗他 明明照片上的是女人 他却说是男人 见他不说话 君墨涵开口 你辛苦了 我吃了饭就回来 嗯 温馨再也忍不住 把手机挂了 孩子的哭声传来 他烦躁的起身 哭哭哭天天哭 烦不烦 温馨烦躁的情绪升了上来 他一吼 孩子声音哭得更大 他的手抓在头上 一抓就是一大把头发掉落 生了孩子后 时间少了 睡眠少了 连头发都掉得快 楚涵刚回到家 在楼下就听到温馨的吼声 连忙把包包丢下上了楼 推开门 楚涵看到孩子哭 温馨一个人睡在床上 用被子把头捂住 他忙抱起孩子沉声道 温馨你这是怎么了 孩子哭你也不管 墨涵不是不上班吗 怎么今天也不陪你 温馨掀开被子 烦躁出声 他根本不管我们 下午又跑了出去 谁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楚涵抱着孩子 看温馨满脸憔悴 语气也不好 忙关切出声 你和墨涵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 妈 温馨语气不好 话落他烦躁的再次抓头发 楚涵看他情况不对忙到 还没吃饭吧 我带着孩子 你下楼去吃点饭 嗯 温馨起身 揉着太阳穴下楼 君墨涵一回来 就看到餐桌上 正在吃东西的温馨 此时天还未全黑 看他吃东西发呆 君墨涵把钥匙丢在桌子上 然后朝着温馨走了过来 见他发呆也没抬头 君墨涵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笑道 怎么这么晚才吃饭 听到那令人烦躁的身影 温馨抬头 对上他那带笑的眼神 无故火大 你怎么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 我每天都这么晚吃饭 你不知道啊 君墨涵你今天 到底又去了哪里 他突然发飙让君墨涵眉头一簇 微微收回 守他陪笑道 我真的弹尸去了 你怎么了 我能怎么 挥开他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温馨起身太重 导致桌子上的碗掉在地上 硬生碎了 君墨涵淡淡道 老婆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 才导致脾气这么暴躁 谁脾气暴躁了 明明就是你的原因 我天天在家 每天就是领孩子 我的世界里只有孩子 我哪有你那么潇洒 天天在外面鬼混 我没有鬼混啊 君墨涵否认 你也知道我公司 我管理的事确实有些多 没你那么多的时间 那你的意思是我闲着 你要天天在奔波 所以你是怪我没工作 太得闲了 君墨涵双手揉着太阳穴 什么跟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体谅我 不能 谁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在工作 温馨你怎么疑神疑鬼 我要是不工作 那你觉得我在干嘛 温馨冷笑 什么时候老婆也懒得叫了 只想叫名字 怎么才生了孩子 就开始嫌弃我了 看着如此猙獰暴躁的温馨 君墨涵只觉得头疼 我没嫌弃你 你是我老婆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 你就有 你滚 我烦着了 楚涵抱着孩子 在楼梯口叫着 吵什么吵 在二楼都能听到你们在吵架 有什么好吵的 楚涵这一吼 两人不再说话 温馨直接蹲下徒手收拾东西 此晚扎进手里 他只是眉头一蹴 手上的痛和心里的痛无法相比 想到君墨涵有了外遇 温馨只感觉一片黑暗 鲜血滴落 似痛了君墨涵的眼 君墨涵赶紧走来 抓住他的手 你别碰这些 我来碰 让开 温馨推开君墨涵 固执地捡起地上的瓷碗 你受伤了 温馨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产后抑郁 温馨歇斯底里的吼道 我没有抑郁 你让开 能不能让我静静 君墨涵看着他苍白的脸 淡淡道 明天我带你去看心理医生 我说了我没病 温馨起身 手中的瓷碗被他再次丢在地上 他朝着外面 去 楼上抱着孩子的楚寒 也被温馨吓得不行 哒哒哒地下楼 看着君墨涵 他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那你还愣着着干嘛 赶紧去追啊 天黑了 这是郊区 君墨涵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夜幕降临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被抽走 天空暗沉下来 紧接着天边开始打雷 温馨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一个人漫无目的地 在公路上走着 路灯随着闪电熄灭 温馨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 竟然误入树林 紧接着大雨落下 树林里没有任何一丝光亮 只有寂静的窒息 雨水交涉他的衣服 他一个人缩在大树下 埋着头落泪 君墨涵冒着雨跑出去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温馨便不在 他吓得大声呼唤他的名字 无人应答 只好跑到家里 叫所有人去找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雨越下越大 一道刺眼的光亮 落在温馨身上 他抬起头 只见黑夜中一个 照着手电筒的男人 朝着他走近 温馨被雨水交打得 睁不开眼睛 他揉了揉眼睛 还没看清楚 就被一只黑色口袋给套住 啊 温馨吓得大叫 紧接着就被一掌劈晕 再次醒来 夜色正浓 腐臭味在他鼻尖蔓延 温馨只觉得 有什么东西 啃咬着他的脚指头 他猛然睁开眼睛 黑暗中一只老鼠 正在啃咬他的指头 他吓得大叫 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 老鼠逃跑 黑暗让他窒息 身上的衣服已经半干 可还是冷得瑟瑟发抖 支呀 铁制大门被人打开 黑暗中一道黑影走了进来 手一伸 上衣就拿着手电筒 脚步声越来越近 温馨吓得抬头 一眼就看到手电筒 映衬下的男人 是你 沐晨熙 你不是在牢里吗 沐晨熙冷笑 然后拿着电筒走近 随即点燃手上的蜡烛 放在那落满灰尘的废弃桌子上 烛光闪烁 照出沐晨熙那张冷笑的俊脸 只见他丢下电筒淡淡道 你男人把我送入狱中 我自有出来的方法 温馨好久不见 你可知道 我在你家门口 足足徘徊了多久 随着他一步步靠近 温馨摇头 你别过来 我可是徘徊一个多月 知道我睡在哪里吗 就睡在你家门口了的那个狗窝 沐晨熙逼近 温馨吓得差点从废弃箱子上掉下去 被沐晨熙一把拽住手腕 随着他用力一拉 温馨被禁锢在他的怀里 你放开我 你个混蛋 放开 沐晨熙好笑地捏着他的下巴细细妈撒 忽然他开始收紧五指 痛得温馨落泪 你和你的男人 害得我们沐家破产 家破人亡 你要我如何放你 那是你们自己贩毒贩卖枪支 这本就是违法的 怎么是我们害的 沐晨熙暴怒 五指收紧 温馨只听到下巴差点碎裂的声音 烛火中他眸子带着森森杀意 要不是你男人举报 带着警察来突袭我们交货 我们如何会走到今天 温馨是你们害的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沐晨熙化落 张嘴咬在温馨肩头 只听到温馨痛得嘶吼出声 君家 君莫涵立在黑夜中 浑身气势冰冷 如处在寒霜之中 外面找了大半夜的人 纷纷已经回来 福伯道 少爷还是找不到 你说这是郊外怎么一出门就不见了 君莫涵睁开眼睛 眼中血丝蔓延 仿佛才从地狱之中爬起来一般 憔悴狼狈 又让人莫名恐惧 福伯低头 这大少爷 好久没有这么恐怖过了 许久 君莫涵开口 监控查了吗 查了 少夫人顺着公路跑走的 然后进入树林之中 没有监控 便没了音讯 你去报警 我带着人再去树林找一遍 楚涵跑了下来 可是树林都找了好几遍了 马上天亮了 莫涵你休息一下吧 找不到他 我不会休息的 温馨有可能生了孩子压力大 所以想一个人静静 躲起来了 你先别急 君莫涵闭上眼睛 心里坠痛 疲惫出声 妈 孩子交给你和福沈了 我没事 他的声音沙哑 眼中含泪 楚涵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他 明明心碎 那眼中的泪依旧被他稳住 心中感叹 希望温馨不要出事 否则 他也不敢想象 自己儿子会如何 见他的背影消失在黑夜中 黑色大伞和黑夜融为一体 楚涵叹了一口气 福沈走了过来 太太 你先别急 少夫人吉人自有天相 会回来的 你说他们两个 是不是吵架很久了 每天看温馨都是心事沉沉 甚至经常发呆 楚涵的怀疑 让福沈想到一件事 福沈道 会不会是少爷 这两个月忽视他 又不帮他带孩子 所以少夫人胡思乱想 觉得少爷不爱他了 有可能 哺乳期的女人最敏感 行了 先带着孩子休息去吧 君莫涵冒雨 带着人进入树林 本就在磅礴大雨之中 那冰冷的声音 让跟着的保镖们下得低头 你们几个从这边找 还有你你你去那边 我从这边找 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找不到今夜 不能睡觉 众人纷纷应了一声 然后跑开 君莫涵干脆丢下 爱手地散朝着身临走去 一边走一边喊 如光摇曳 温馨满头冷汗地 瞪着身前的男子 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他的肩头 被眼前跟狗一般风魔的男人 给硬生生撕下一块肉 鲜血直冒 可他一声未坑 牧尘熙掏出刀子 在他脸上比划着 猙獰一笑 温馨 听说你那首富老公爱你入骨 你还为他生下三胞胎 你说我要是把你这张脸毁了 你觉得你那好老公 还会爱你吗 听说他最近跟徐家千金走得很近 温馨冷笑 那干裂泛白的唇 已经被他咬破 他怒视着他 牧尘熙 你最好杀了我 不然我出去 我老公定不会放过你 威胁我 牧尘熙一笑 手中的匕首就中了一分 他那白皙光滑的脸 便划出一道血痕 触目惊心 你还真以为 你那男人在帝都只手遮天啊 他也就是在帝都能翻起一片天 你说他要是出了这里 还能做啥 温馨听着 他如此狂妄的话 便知道 这男人背后定找到了靠山 而那个靠山 应该比君莫涵厉害 他有些担心 牧尘熙对付好自己 便会对君莫涵下手 他必须套出牧尘熙背后男人 是谁的话 牧尘熙我知道男人厉害 他这么厉害的人 你用什么扳倒他 简直痴人说梦 啪 牧尘熙被激怒 扬起手就在温馨脸上 打了一巴掌 贱人 想套我的话 没门 话落 牧尘熙起身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马上便有人来陪你了 到时候你们好做个伴 温馨心咯噔一下 生怕是君莫涵被抓进来 他紧张地捏住手 想着如何逃离 可此刻 他被绑住无法逃离 只见牧尘熙接了一个电话 很快大门便被人推开 两名光着膀子的男人 压着一个被黑色麻袋 罩住的人走了进来 温馨看着那被罩住的人 发现他穿着高跟鞋 瞬间松了一口气 不是君莫涵便好 牧总 人已经带来了 我们在外面等着 爷说了 随你折腾 死了算他的 牧尘熙哈哈一笑 那就替我谢谢爷了 爷 温馨眉头簇着 不知道他们口中的爷是谁 两名光着膀子的 壮男提起麻袋中的人 就丢在地上 毫不手软 只听到里面传来 女人的闷横抽气声 牧尘熙蹲下 把麻袋从女人的身上取下 温馨这才看到 那女人的长相 温馨惊呼出声 温月 说实话看到是温月 她心还是痛了一下 毕竟是自己的姐姐 虽然同父异母 可终归有血缘关系 她无法对她毒辣 温月睁开眼睛 对上牧尘熙那痴人的毛子 吓得瑟瑟发抖 牧尘熙 你你你怎么出来了 温月 温馨 你们两姐妹 终于可以相聚了 高兴吧 温月回头 这才看到 被绑在一起的温馨 激动出声 你也被抓来了 嗯 牧尘熙拽起温月的头发 逼着她跪下 见人 给我跪好了 你们姐妹俩 还有心思在这里聊天 独死到临头了 心思还挺大的 温月被逼跪下 颤抖地哭道 求求你放过我 求求你了 牧尘熙 放你 当初要不是你合同 温馨搞我 我会变成这样 我们牧家 会家破人亡 温月 我要你们姐妹俩都死 温月吓得后退 那是温馨搞你 我没有呀 你要对付就对付她 你把我抓来干什么 她的话 让温馨对她的那丝 同情瞬间烟消云散 眼中剩下的 只有无尽冷漠 牧尘熙好笑地看向温馨 看到没 这就是你的姐姐 一心要你死 温馨没说话 偏头看着一边 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狗摇狗 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谁要是没死 我便放了谁如何 温月瞪大眼睛 有些恐惧 怎么说 就是把你们脚绑住 手松开 然后你们两个狗摇狗 死了的就死了 变态 疯子 温馨怒骂出声 可换来的 只是温月一记白眼 好 我一定不会输的 温馨吼道 温月你当真以为 她会放过你我 这不过就是她的权益之计 好让你我自相残杀而已 就算我们其中一个死了 另一个也会死 你还要这么蠢 听着温馨的话 温月有些松动 她看向沐晨熙 你要如何保证 如果我赢了 你不杀我 我发誓 话落 沐晨熙抬起手 游游出声 如果我沐晨熙 食言不得好死 温月这才道 好 我答应你 随着温月温馨的手 被沐晨熙松开 温月不给温馨喘息的机会 直接朝着她扑了过来 温馨反击 两人撕打在一起 而沐晨熙意犹未尽地 坐在一边看好戏 精彩 温月只要你干死她 你便能安安全全走出去 这话一说 无疑不是给温月打了一针强心剂 她越发凶猛 骑在温馨身上 就是一阵暴躁 温馨这是她逼我的 为了活下去 我也没办法 你要报仇就找她 温馨被打得头脑发昏 用尽全力 才推开她 然后一脚踹在她的肚子上 反客为主 双手禁锢住温月的手吼道 温月你疯了 你给我清醒点 沐晨熙已经疯了 她不会放过我们 我不管 我要活着 我必须活着 两人在地上滚着 撕打在一起 最后还是 温月败下阵来 奄奄一息地躺在一边 温馨停下 殴打冷冷地看着沐晨熙 沐晨熙逼 我们自相残杀 有意思吗 当然有 温馨我还是小看你了 原来你这么厉害 连温月都收拾不了你 刚到我说过 谁赢谁活 现在温月已经起不来 你去把她杀了 我送你离开 话落 她丢下一把匕首 在她脚下 灵力的刀子 在烛光下闪闪发光 刺痛了温馨的眼睛 她慢慢捡起刀子 看向温月 温月摇头 朝着地上爬去 后退 嘴里嚷嚷着 不要 我是你姐姐 不要 温馨握紧手中的刀子 朝着温月一步步走去 眼看着她的刀子 要落在温月身上 温馨猛然回头 刀子朝着沐晨熙次来 眼看着那刀子 要刺进她的胸口 沐晨熙下意识 抬脚直直地踹在她肚子上 温馨后脑勺着地 痛得哼急出声 温月没想到 她会放了自己 有些震住 明明她要她死 而她却放了她 心口微动 她开始后悔 温馨的做法 让沐晨熙暴怒 她走了过来 拽住她的头发 就是一阵巴掌孝敬 贱人你敢杀我 找死 今天我不弄死 你们姐妹 我就不叫沐晨熙 一个巴掌一个巴掌落下 温馨感觉自己 快要死了 她眯着眼睛 口中鲜血直流 不要 温月的良知被换回 她支撑着身体爬来 双手猛捶沐晨熙 放开她 该死的贱人 刚刚两人不是 打得挺开心吗 怎么后悔了 沐晨熙丢下 摇摇欲坠的温馨 反身朝着温月过来 就是一阵撕扯暴打 直到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沐总 刚刚接到消息 这边有人寻来了 我们必须撤 沐晨熙猙獰的吐出 一口口水在温月身上 其身冷声道 好 我们现在就走 按照我们的计划 把那两具女尸 用汽油焚烧丢在里面 温馨迷糊糊中 扯下自己 脖梗处的项链丢下 闭上了眼睛 孩子 妈妈怕是不行了 老公 对不起 我错了 君莫涵翻遍了整个山 还是没找到温馨 直到有手下打来电话 少爷 我们在一处悬崖边 发现一个废弃的仓库 里面有 保镖欲言幼稚的话 让君莫涵暴怒 他整个人已经失控咆哮出声 有什么 赶紧说 有两具烧焦的尸体 旁边还有一根项链 扯 君莫涵气急功心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他单膝跪在地上 脸上呈现透明 旁边的保镖 吓得跑了过来 少爷 少爷 你没事吧 扶我去悬崖边的废弃仓库 好 少爷 你一定得挺住啊 君莫涵 仿佛被人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整个人摇摇欲坠 必须要人架住才能走 嘴角的血迹 还在渗出 看得保镖不由惊心 少爷对少夫人的爱真实让人心痛 怎么就会出现这种事了 悬崖边 废弃房 狂风呼啸 此时雨早已经停下 清晨的阳光逐渐升起 君莫涵好不容易才来到这 全身湿透 狼狈不堪 那双皮鞋早已经泥土斑斑 守在洞口的保镖剑状 连忙走了过来 双手举着那根纯银钻石项链 眼中泛红 少爷 这是在尸体不远处留下的项链 君莫涵处急到那根项链 口中的鲜血再次翻涌 硬生生被他吞下 他接过毛子一冷 痛苦地握紧项链 这是他送他的 他一直随身携带 忍住撕心裂肺的痛 他朝着废弃仓库走去 一股腐臭夹砸着烧焦味扑鼻而来 映入眼帘的是那两具烧焦的尸体 惨不忍睹 连一丝骨骼都没有完整 不远处还躺着他那毛茸茸的兔子脱鞋 脱 君莫涵再次吐出血 整个人砸在地上 双腿跪着双手处在地上 痛苦地咬住牙 眼睛血红 眼中竟然哭不出一丝泪 项链是他的 拖鞋是他的 就连那其中一具尸体 也和他身高一模一样 他真的死了吗 被人害死了 保镖走了过来 红着眼睛道 少爷 少夫人应该是被仇家给抓到这里 倒上汽油活活烧死的 这是找到的一把匕首 上面还有血迹 君莫涵颤抖地看着那把匕首 许久道 把这匕首送去查验指纹还有血迹 是 那少夫人 把这两具尸体带走看看 能不能查DNA 然后后葬 我相信我老婆不会死 是 保镖们开始行动 君莫涵就跪在那里 不说话 握住他项链很久 再次起身 他砸在地上 眼中滑过一行泪 老婆 我错了 你回来吧 三天后 君家豪宅 满目白 那些黄白相间的菊花 异常刺眼 豪宅里哭声连连 君家大听 那口水晶棺材 已经被白布掩盖 棺木出楚寒 林海燕 周周等人 正跪在一边烧止哭泣 那些跪拜的人 纷纷上了箱边 摇着头离开 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君家总裁夫人 温馨死去的消息 震惊帝都 就连葛秦的军师 李燕 也震惊不已 我们不是 正挑拨他们两口子吗 怎么死得这么意外 之前的侦探摄影师道 应该是仇杀 那天我发了两张 君总和徐柔的照片 就听说温馨和君总 大吵一架 趁着黑色跑了出去 第二天找到 已经被烧死 李燕 眸子一笑 也不知道 是谁为我们解决了 这个大麻烦 要是葛秦知道 那定高兴极了 等一下我便去监狱看他 你去不去 男子脱下口罩 露出一张清秀的脸 去 秦秦的愁 已经爆了一半 现在只有君墨涵了 我不会放过他 这好消息 当然得秦秦知道 君家书房 君墨涵接过江燕 递来的检测报告单 整个人消瘦得让人心疼 胡须冒出 又恢复了开始的狼狈 他沉声道 怎么样 我老婆是不是没死 你的猜想是对的 那两具尸体和温馨没关系 不过匕首上的指纹 只测出温馨指纹 刀上的血迹 是沐晨熙的 君墨涵眸子一冷 也就是沐晨熙绑架了我老婆 然后我老婆用匕首刺伤了她 江燕道 你怎要当时这么肯定 那尸体不是温馨 尸体烧焦 项链不在我老婆脖子上 反而在旁边令人生疑 我怀疑是沐晨熙转移地点的时候 我老婆扯下项链 给我留下的 还有那双鞋子 竟然摆放得那么整齐 也没有烧过的痕迹 我怀疑 这就是两具死尸 然后点火用来迷糊我们的 对了 那尸体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江燕顿了一下淡淡道 那尸体确实不是火烧死的 而是中枪死后 又等了一天才被烧焦 两具尸体里面都有子弹 君莫涵冷笑 这沐晨熙这次头脑好了 没想到竟然有人帮他 江燕 此事先瞒着大家 我要来次梦中捉鞭 我一定要捉到沐晨熙背后之人 顺便你对外宣布 我因为老婆王死 痛不欲生 直接病倒在床 不见任何人 到时候你就说 你是我的家庭医生 江燕点头 那公司 我会叫徐特助 帮我暂时管理 现在陪我去演一场戏 君莫涵被江燕搀扶着下了楼 整个人摇摇欲坠 来道燕的所有人 看到意气风发的君 总变成这样 都不由感叹 好好一对恩爱夫妻 这孩子都没满三个月 便阴阳相隔 大厅里随着君莫涵的到来 哭声停了 林海燕回头看着自己女婿 如今这副样子 泪水滑落 心疼道 莫涵 你得保重身体 还没找出凶手 不能让温馨蒙冤受死啊 碰 的一声 君莫涵跪下沉声道 妈 他颤颤巍巍的起身 然后蹒跚着走到棺木面前 靠在上面泪如雨下 老婆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还有你妈妈和弟弟 凶手我就是 亲近一生 也不会放过 哭 话落 一口鲜血泻洒灵堂 众人皆惊吓 君家乱成一团 哭声震天 君家宣布君莫涵病倒 不见外客 一周后 M国地下室 透着一片死寂 在那地下室的最上方 一张庞大的投影布 正播放着君家灵堂的画面 绑在凳子上的温馨 温月看着那画面 心中五味杂陈 温月眼睛一眨 那眼泪便掉下 他羡慕温馨 他死了 至少有那么多人爱他 牵挂他 而他什么都没有 温馨看到君莫涵血洒灵堂 他的毛子变得嗜血阴狠 甘烈的嘴唇 配着那惨白之脸 仿佛鬼一般 让人后背发凉 旁边沐晨熙冷笑着 听说你死了 你男人气急攻心 沉睡不起 变成了植物人 温馨猛然瞪大眼睛 看着牧尘熙颤抖出声 你说什么 我说君莫涵一睡不醒 变成植物人 估计不出几天 君家便要举行他的葬礼了 木尘熙 你去死吧 温馨挣扎着起身 连着凳子砸翻在地 整个人被凳子压住匍匐着 口中鲜血渗出 他的牙齿 因为刚刚激动撞击 脱落了一颗 看着他这样 牧尘熙笑得疯狂 连眼泪都出来了 君莫涵倒下了 那马上就是 你们君家 林海燕 你弟弟 楚涵 军厂 江燕 君莫柔等所有人 我都不会放过 等你男人下葬 我便把他尸骨挖出来 当着你的面 错骨扬灰 然后又弄死你所有在乎的人 你的那三胞胎 我会把他们养大 和狼狗厮杀 然后自相残杀 木尘熙狂笑着走了出去 铁织大门被关上 阻隔了那一丝阳光 温馨痛苦地趴在那里 那双明媚的双眸 只剩下空洞 他的指尖扣进水泥 指甲断裂 鲜血涌动 温月心疼了 温馨 算来算去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被他这样迫害 我后悔了 温月的哭声传来 温馨闭上眼睛 如同死尸一般躺在那里 心如死灰 夜深人静 君莫寒猛然从床上翻起 脸色煞白 痛苦地喘着粗气 楚涵听到响动 立马看了过来 只见自己儿子脸如死灰 不由心疼道 又做噩梦了 妈 我梦到温馨了 他被沐晨熙折磨 唉 他已经死了 你得想开一点 嗯 我没事 我先出去一下 君莫寒走出君宅 黑夜下 凉亭中 他拨打了电话 沐晨熙人找到了吗 没找到具体位置 只知道去了M国 好 我不能等了 放出消息去 就说我病危 明天下葬在云锦山 为了保护公司 不公开我的死亡 总之引蛇出洞 消息只能从暗处放 好的 君总你放心吧 我们国外的势力 不比沐晨熙的小 挂断电话 君莫寒跌坐在石凳上 他看着天空的繁星 心再次被撕开 离开了这八天 他几乎没合眼 找遍了所有地方 打听了所有人 沐晨熙就像没存在一般 凭空消失 君莫寒知道 沐晨熙身后之人的强大 却查不到 只能等着沐晨熙自己出来 老婆 快了 我们马上便会相见 以他对沐晨熙的了解 这人定会留着温馨的命 毕竟他会等着 带自己跪在温馨面前 炫耀妖功 既然如此 那他就赌一把 这次就让沐晨熙自己滚出来 M国 豪华庄园的凉亭外 沐晨熙一身灰色休闲装 站在池塘边 手中握住于饲料 正在投喂池塘里的金鱼 阳光落在他的脸上 那好看的脸 多了一丝阴雾 他的身后走来一名年轻男子 男子在他身后停下恭敬出声 沐总 帝都暗装传来消息 君莫寒病危 今天晚上秘密下葬在云景山 丢下手中的饲料 沐晨熙回头 眼中带着质疑 消息可靠吗 君莫寒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病危 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 男子回应 暗装传来的 消息绝对可靠 今天早上 我们派人秘密打探了一番 君家此刻悲痛欲绝 君莫寒的尸体 已经装入水晶棺 由于怕军事集团得知 君莫寒死去的消息 高层内乱 君莫寒死前 要求对他的死保密 所以选择晚上下葬 沐晨熙冷笑一声 没想到那女人 在君莫寒心中 还挺有分量 沐总 老板说了 玩归玩 别把火烧到他身上 我明白 哪怕是我死 也不会出卖老板 说到这沐晨熙 双手插在裤兜准备离开 刚走几步他回头 今天晚上 你们去把君莫寒的尸体 抢回来 我要把他错骨扬灰 身后的男子眉头一簇 没有反驳 思索一会便点头 沐晨熙嘴角勾笑 朝着地下室走去 会暗的地下室 温馨躺在地上 那双半眯着的眼睛 空洞无比 不远处 还放着一碗凉了的狗饭 凳子上的温月冷声道 没想到堂堂的 军事集团总裁夫人 竟然如此没用 就因为 一段视频就倒下了 连求生的意识也没有 君总那么爱你 为了你病入膏肓 而你倒好 死气沉沉 若是继续下去 你不吃不喝 便等着饿死 你死了 你的孩子没了妈妈 你那男人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温馨眼皮微动 双手微微蜷缩 他掌心处着地 朝着那碗狗饭爬去 对 他不能死 他要活着 他要出去 泪水滚落 掉在地上 瞬间被灰尘包裹 啪 的一声 水珠炸开 看着他端起那碗狗饭 用手塞进嘴里 温月眉心微醋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哐郎一声 铁门被打开 四眼的光芒照射进来 温馨只感觉眼睛生疼 下意识地 把头转向一边 沐晨熙的皮鞋 在这个空旷的地下室 发着阵阵回应 如同索命的鬼魅 朝着他们走来 步步逼近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温馨 然后蹲下 嫌弃地看着 那碗狗饭冷声笑道 怎么 不想死了 连狗饭都吃了 知道这饭里面 我放了什么吗 温馨怒视着他 把口中的馊饭 朝着他一口吐去 粘腻的饭粒 落在沐晨熙的脸上 身上发丝上 狼狈至极 沐晨熙不怒反笑 抬起他的手 抚摸在自己脸上 一颗一颗 把饭粒取下 告诉你 这饭里面的是狗尿 你觉得 我真的舍得 让你喝烫 一旁的温月干呕 惊恐地看着沐晨熙 怪不得他觉得 那番味道奇怪 原来竟是狗尿 沐晨熙冷笑 恶心 还有更恶心的了 话落 他的手松开温馨下巴 然后起身在旁边的 躺椅上坐下 悠悠出声 最新消息 关于你们军家的 温馨眉子有了一丝光 他看向沐晨熙没说话 沐晨熙笑道 今晚你 便能见到你那男人了 沐晨熙 你到底要干嘛 许久没开口的温馨说话了 毛子依旧是滔天恨意 眼中的担忧 呼之欲出 你家那耸男人 以为你死了 一病不起 今天我得到秘密消息 他已经病危 晚上下葬在云景山 噗 温馨一口血水 伴着狗饭吐了出来 脸色几乎透明 沐晨熙就喜欢 看他如今的样子 像急了落水狗 那无助的破败凋零感 让他很受用 温月震惊地抬头 你胡说 君墨函那么厉害的人 怎么可能死 消息很可靠 我已经派人 去抢他的尸体 晚上你们便能看到 我把他挫骨扬灰 然后兑成水 让你们吃下 沐 陈 熙 你不得好死 你会遭报应的 温月用尽全力嘶吼出声 沐晨熙大步走来 一脚踹在他的心口 他硬生倒地 痛苦的整个身体 在地上蜷缩扭曲 沐晨熙的脚踩在温月脸上 用尽全力揉搓 他的脸开始变形 眼看着温月快死 温星挣扎着爬过去 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他的小腿 随着他的嘶吼声 温星活活地把他小腿上的肉 撕下一大块 沐晨熙暴怒 对着温星 就是一阵猛踢 直到昏迷 昏迷前 他听到温月苦苦哀求 沐晨熙 你杀了我吧 放了他 夜幕降临 君家豪宅门外 听着一辆巨小面包车 很快便有几个人 抬着水晶棺材走了出来 然后上了车 江燕跟着一起上了车 君家院子里 楚寒 君莫柔 君莫笑跪在地上 声声哭喊 让人动容 不远处的大树下 两名男子正在交流 看来君莫寒是真的死了 他妈都哭成这样 商场上一带枭雄 就因为一个女人而落幕 真是可笑 我们先上车行动吧 再者君莫寒水晶棺材的面包车 朝着云景山缓缓驶去 君莫寒睁开眼睛 江燕道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你要是被抓去 后果不堪设想 不入虎学焉的胡子 我身上的定位 定能让大哥找到我 你记得找我大哥里外配合救出我们 可是我担心 那探测器被沐晨熹发现 没事 如果被他发现 我大哥也能找到我们 他已经暗中跟着了 江燕眉头微醋 有些紧张 可为了救出温馨 他不得不放手一搏 莫寒 温馨和你都要活着回来 我等你们喝喜酒 好 半个小时后 就在面包车驶入云景山路口的时候 一辆黑色面包车横在路中间 紧接着一声声枪响 在黑夜中无情地嘶吼着 君莫寒沉声道 江燕 活着回去 话落他按下车底开关 江燕掉下隔层 碰 得一声 车门被人打开 君莫寒在棺木中闭上眼睛 六名戴着黑色口罩棒球帽的男人走了上来 其中一人道 我明明看到这里面跟着一人走上来 怎么如今没人了 不知道 应该是听到枪声吓跑了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走 棺材悬空 很快便被抬到另外一辆车上 车急速行驶 国警生开着车跟着定位走 身后的小林道 宝队 救我们两个 要不要掉些人手来 不用打草惊蛇 我们暂时跟踪 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找不到温馨的位置 会不会被歹徒发现我们 应该不会 我们距离很远 水晶棺木的君莫寒 听到车上传来匪徒打电话的声音 他双手紧握 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 牧总 尸体已经截获 是不是直接回M国 好 那我们估计明天早上的 放心吧 很顺利 没有人跟着 君莫寒的心激动地跳动 马上便能见到温馨了 想到最近和他分离这么久 他痛苦不已 当时要是早发现他不对劲 多陪陪他 忍着点 包容他 又如何会变成这样 心中的愧疚 如同铁链一般敲击着他 让他痛苦不堪 也不知道他这几天 有没有吃好睡好 牧尘熙那个男人 又怎么可能善待他 车子毫不停歇 在当天晚上六点达到机场 然后棺木被运上私人飞机 到达M国庄园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 把棺材运下 悄悄潜入飞机的搏颈身 也随即下了飞机躲在一边 牧尘熙激动地走了过来 第一眼便是要确认尸体 来人 把棺材盖子打开 随着棺材盖打开 君莫寒的那张俊美瘦削的脸 映入眼帘 牧尘熙狂妄大笑 真是君莫寒 终于死了 你们几个把这棺木运到地下室 是时候让他见人知道 自己男人被错骨扬灰的窒息感了 棺材盖被盖上 君莫寒忧地睁开眼睛 心中狂跳不止 想着马上便能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 君莫寒还是抑制不住地高兴 躲在暗处的柏景深 给小林发起信息以及定位 柏景深去M国警察局调人手来 先埋伏好 不要轻举妄动 等我命令 小林 好 博队放心 我们的人已经到了M国 马上便去警察局 水晶棺木放在地下室 保镖们撤退站在一边 地上的温馨被巨大的响声惊醒 微微睁开眼睛 入墓地就是一口白色棺木 他猛然一阵呛壳 痛苦地朝着棺木爬着 慕晨熙走了进来 心情愉悦 还不忘踢了踢陷入昏迷温月 小贱人 知道棺木中的人是谁吗 君莫寒听到声音 脸色越发发白 忍住想出来的冲动 他闭上眼睛 费了很大功夫 才稳定心神 温馨虚弱出声 慕晨熙 你骗我 他不会死 不会 骗不骗你自己来看 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温馨本就在哺乳期掉发厉害 这么一抓 又是一大把 他被逼趴在棺木上 身体痛 心痛 他害怕 害怕看到棺木里君莫寒的尸体 泪水滑落 砸在棺木之上 随着慕晨熙大手一挥 棺木盖子被打开 棺木里 君莫寒那张俊脸苍白得很 就那样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温馨已经哭不出声 口中鲜血翻涌 他硬生生给吞下 不是他 慕晨熙你从哪里找来的尸体 不是他 他不会死 泪水落下 口中的血因为他的激动嘶吼而落下 沾染在他那白衬衫之上 君莫寒抓住裤子 眼角滑过一丝泪 慕晨熙走了过来 冷笑着 尸体已经在这 容不得你不信 啊 我要你死 温馨用头朝着他撞了上去 慕晨熙抬脚 温馨整个身体便跃到棺木 然后直直地掉入棺木之中 巨大的撞击让君莫寒眉头一蹴 他抬起手 捏住温馨的手 那一刻还在疼痛中的女人 空洞的眸子泛出 四清明 他顾不得痛回头看着他 只见君莫寒对着他眨眼 相似的视线喷涌而出 满心苦涩 巨大的兴奋让温馨泣不成声 就在这时沐晨熙走了过来冷声道 看好了 这就是你那死狗男人 今天给你半天时间和这尸体相守 晚上便是他挫骨扬灰 你和他骨灰的好时候 话落 他朝着外面走去 随着哐郎一声 大门被关 阻挡了地下室的光 棺木里两人视线相撞 静静的 没人说话 两人眼中尽是苦涩和思念 你还活着 许久 温馨沙哑出生 如同老奶一般 随着他说话 口中的血一滴 一滴落在他的身上 君莫寒心疼不已 慌乱起身 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吐血 他的激动 他的温度 那种失而复得的幸福感 让他压低声音抽气 我没事 我以为你死了 就吐血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相信我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 嗯嗯 他埋在他的怀里 一道道压抑的哭声传出 君莫寒悲痛出声 你等一下要听话 晚上沐晨熙定然会来处理我 你到时候要忍住气 不能硬钢 我身上有定位 等一下我把定位放在你身上 这样沐晨熙便不会怀疑我 你到时候转移沐晨熙视线 我把他干倒 带着你逃出去 不然这里大哥们 带着警察也进不来 我们不能等死 温馨点头 好 可是温月也在 带着他是个累赘 他对你不好 我们不管他 可是这次是他三番四次救我 不然我已经饿死了 老公我们救他好不好 他的要求 君莫寒无法忽视 想了一下淡淡道 好 我们救他 两人就这样抱在一起 躺在棺木里好久 君莫寒摸着他各手的身体 心快碎了 把他头按在怀里 嘴唇稳住他的头 许久笑道 你的头都有味道了 这话一说 老夫老妻的温馨 还是红了脸 你嫌弃我了 我被抓到这里半个月 别说洗脸洗头了 连吃饭都成问题 牧尘熙眸子一冷 他给你吃什么饭 狗饭 还用狗尿拌饭 岂有此理 君莫寒暴怒 这个畜生 等我们出去 绝对不放过他 很快晚上便到来了 此时温月也已经醒来 牧尘熙给两人 带来最后的晚餐 饭兰被重重放下 牧尘熙踢了踢温月 终于醒来了 温月睁开眼睛 看到旁边的棺木 他一边咳一边道 温馨怎么不在 你把他怎么样了 这不是在哪里吗 君莫寒温馨对看一眼 温馨便开始进入角色 脸色苍白虚弱 君莫寒闭上眼睛 牧尘熙走了过来冷笑道 温馨 陪着尸体一整天 感觉还好吧 温馨只是瞪着他不说话 就是这模样 激怒牧尘熙 牧尘熙一把拽住温馨的头发 逼迫他起身 把他整个人跌制在棺木上 温馨的闷哼声 让君莫寒握住手 把饭吃了 温馨被丢在地上 把这些吃了 这是你们最后的晚餐 温月抬起头看向温馨 妹妹 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你 一声妹妹 让温馨抬起头 她震惊不已 你叫我妹妹 之前我对你确实很过分 可是你并没有伤害我 所以 我愿意叫你一声妹妹 温馨苦笑 不用了 我不伤害你 只是因为牧尘熙 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一个 所以才没动手杀你 这并不代表 我就能认你为姐姐 那也没事 温月花落 苦笑道 反正我们也已经要死了 至少我认了你 不留遗憾 君墨涵死了 你也应该不想活了 无妨 我陪你 温馨没说话 倒是牧尘熙开口 你们要是不吃我可就收走了 今天可没有什么狗尿 饭菜正常美味 吃 我吃 温月花落 端起石盒里的饭就用手抓 温馨眸眸子微动 看着如此狼狈的姐姐 莫名星开始松了一截 她端起饭菜吃着 君墨涵说过 只有保持体力 才能养精蓄锐逃跑 她要和君墨涵 一起活着走出这里 牧尘熙看着两人狼吞虎咽的样子冷笑 要死了 还不愿意当饿死鬼 赶紧吃吧 吃了好色 话落 她走到牧尘熙面前 俯身在她身上一阵乱摸 忽然她觉得不对劲 死人的身上 怎么会有温度 就在这时 君墨涵双手一拉 牧尘熙直接跌至棺木 我梗畜很快就被一把匕首抵住 这样的撞击 让正在吃饭的温馨温月随即一愣 温月激动道 什么声音 放下碗筷 温馨淡淡道 我老公没死 现在牧尘熙被我老公压制住了 在温月威愣的时候 温馨直接跪着去到她的面前 然后帮她把绳索解开 快点 把我的也解开 温月有些激动 可还是帮她把绳索解开 温月温馨两人得到解放 此时君墨涵已经压着牧尘熙站了起来 牧尘熙到此刻还没反应过来 脖梗畜血顺着匕首流了出来 君墨涵冷声道 你要是敢吭声 今天便让你和我们一起陪葬 我不说话不说话 你放了我 我让你们走 牧尘熙惜命不想死 自然害怕 当我傻 君墨涵话落示意温馨 把地上脏了的布条拿来 然后塞进牧尘熙口中 处理好一切 君墨涵看向温馨两人 我们现在趁着夜色 押着牧尘熙一起逃出去 到了庄园外面便有警察接应我们 你们跟着我 小心点 好 老公 我们走 温月发愣之时 温馨牵着她的手 身后传来温月很小的声音 谢谢 温馨听到 没说话 不过肩膀轻轻抖动了一下 用绳索把牧尘熙捆好 几人 透过门的缝隙 看到外面守着两个人 都抱着长枪 君墨涵回头小声道 我去把那两人处理了 你们趁机逃跑 我跟你一起 不行 温馨一开口就被君墨涵拒绝 他看向温馨 你要带着牧尘熙 还有温月逃走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处理了他们 我马上来许你们 好 老公 你要小心点 心中有千万个不舍 可温馨知道 这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他跟着他 只会成为他的累赘 门外两位保镖正在聊天 丝毫没注意到里面的情况 加上黑夜蚊子又多 两人骂骂咧咧 君墨涵走了出去 因为太黑 其中一保镖 只是看了一眼 便淡淡道 沐总 嗯 刚回头 君墨涵便一掌劈晕了他 另外一个听到动静回头的时候 一道黑影闪过 紧接着也被劈晕 君墨涵把两人的枪都拿走 然后带着温馨们 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由于里面有不少保镖在巡视 君墨涵把一把枪递给温馨 并且把怎么用大致说了一遍 然后道 现在我开枪引开这些人 你们朝着这边的小道离开 外面有人接应 此时 门口带人埋伏的脖颈 深看着那定位的移动 也悄悄带着一部分人转移位置 尽量缩短他们的距离 小李你带着一部分在这里守着 我跟着定位走 记住一旦听到枪声就冲进去 好的 我对你放心吧 君墨涵凌厉的身体 朝着地上一滚 有保镖回头怒吼 是谁在那边 给我滚出去 见没有任何声音 他继续带人巡视 君墨涵站在他们的身后 开响了枪 庄园的人瞬间乱了 纷纷收起武器 朝着枪声的地方走来 温馨带着温月 越过灌木丛的后院 朝着外面走去 温月拉着沐晨熙 门外的小林道 所有人跟我冲进去 歹徒开枪了 冲了 一批警察在小林的带领下 开始翻墙朝着里面走去 沐晨熙见温馨温月两人 用力挣脱 使得自己脱离温月的手 然后朝着温月撞去 温月摔倒在地 温馨回头用枪指着他 沐晨熙 你要是赶过来 我杀死你 沐晨熙起身 眼中杀意绽放 他朝着温馨走了过来 一副你有种就开枪的样子 温馨握住枪冷声道 你要是过来 就别怪我不客气 一步步逼近 沐晨熙吐出口中的破布冷声道 你不客气 怎么个不客气 难不成你要杀了我 那你就杀呀 你温馨没那个胆子 更何况你杀了我 你会坐牢的 手上有人命 你以为你 还能见你儿子见你老公 他一步步靠近 温馨一步步后退 沐晨熙拿准了他不敢开枪 温馨慌乱地闭上眼睛 你不要逼我 来啊 杀了我有种杀 碰 一声巨响 温馨的枪打在他的手臂 很快吸引了不少保镖 前院正在开火 后院也跑来不少人 沐晨熙冷笑着吼道 来人 给我把这两个贱人杀了 温馨看着涌来的十多个人 忙道 温馨快出去 你是不是想死 这次我要跟你共进退 温馨朝着他走来 拉着他的手 温馨我们一起走 谁也走不了 否则都死 沐晨熙疯了对着保镖大叫 过来帮我绳索解了 绳索一解 沐晨熙便接过枪 朝着两人走来 温馨两人被逼至墙角 温馨我说过 你不会开枪杀我 刚刚错过了机会 现在就是你的死期 我看未必 忽然一道身影出现 沐晨熙大惊失色怒吼道 还愣着干嘛 杀 枪声四起 温馨身护住温馨两人 你们两个踩着我肩头跳过去 大哥 你小心点 好 快出去 温馨蹲下 温馨你踩着我的腿上先出去 不用 你先出 你最笨 温馨没推辞 然后踩着他的腿 爬到温馨身肩膀上 就在这时 温馨惊呼出声 温馨 小心 那金色的子弹 划过天空 朝着温馨飞来 温馨想也没想 便挡在温馨身以及温馨面前 温馨回头 那颗子弹穿透温月胸口 鲜血四溅 不要 温馨嘶吼出声 整个人从温馨身肩膀上掉下 他捡起地上的枪 疯了一般地打了过去 温馨身健壮 拿着枪冲了过去 温馨你疯了 好不容易爬出去 怎么又跳下来 同声共死 我要跟你们一起出去 很快君莫涵带人赶到 沐晨熙被活捉 警车的声音随即响起 温馨哭着跑了过去 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终于叫我姐 话落 温月陷入昏迷 偌大的医院 温馨被君莫涵搀扶着 从诊断室出来 脖颈身迎了过来 温馨没事吧 没事 还好 只是皮外伤 那就好 温馨急声道 那我姐她怎么样 她的子弹被取出也没事 那太好了 温馨此刻劫后重生 特别年君莫涵 她一不在 整个人就恐慌 沐晨熙给的伤害 导致她心里变得越发脆弱 休养了几天 温馨身体已经好转 她来到医院 温月躺在床上 看着病房的天花板 想着这几年自己的重重 觉得眉眼见温馨 听到她的脚步声 她翻个身 把头塞进被子里 温馨走了进去 扯了扯她的被子 结果怎么也扯不动 她好笑道 你就要这样 一直躲着不见我 以前的事 我们一笔勾销 被子里的温月咬住手背 没骨气地落了泪 第一次见温馨 她就不喜欢她 因为她长得比自己漂亮 又是她爸爸的私生女 所以她不喜欢她 使坏 她以为他们两个 会一直是仇人 可没想到 在关键时刻 她不忍心对自己下手 危险之时 她又莫名地救了她 想想自己此刻的别扭 温月只觉得可笑 姐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明天你就该出院了 温馨的话 让温月掀开被子 她冷声道 要走你们走 我会自己回去 要是我们回去了 你又被坏人抓走怎么办 沐晨熙已经被你们抓了 我们又仇人了 谁还会抓我 怎么这么废话 赶紧起来 我给你带饭来了 温月闷闷地点头 然后坐了起来 诺 这是给你亲自熬的 皮蛋瘦肉粥 我记得 你以前很喜欢吃 闻着那香气 温月眼睛一红 使劲地憋着 不让泪水滑落 温馨摇起粥 递到她嘴前 我已经吹过了 不烫 以后遇到危险 不要成能 这次谢谢你 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 替我挡了一枪 我和我大哥都会受伤 温月闷闷道 吃饭就吃饭 你能不能不要废话 好 你这脾气 怎么还是这么火爆 凡事得忍着点 温月没说话 含着粥吞下 一碗粥进度 病房里气氛变得温暖起来 温馨其实挺高兴的 没想到经历了这次生死 让她和温月关系改善 也算是因火得福 第二天 温馨君莫涵 早早地便来帮温月 办出院手续 办完出院手续 便开始下楼 君莫涵对温月虽然有恨 可这次没有她 自己老婆凶多棘手 所以她 还是对她感激 只不过还是捧着一张脸 温月看着君莫涵就害怕 一直低着头 跟在她的身后 温馨戳了戳旁边的男人眼神 示意她说话 不要 不要我就不理你了 见老婆生气 君莫涵停下脚步 视线冷冷地落在温月 那苍白的脸上 冷月翻起眼皮一看 瞬间下给低头 心砰砰直跳 这个君莫涵 以前她还不怕 现在怎么看怎么吓人 那气势让她喘不过气 或许是自己亏心事做多了 所以才被有压力 那个 君莫涵别扭地说不出话 许久才到 这次谢谢你救了我老婆 不过 我对你以前伤害我老婆的事 还无法真正原谅 如果你真的变好了 请给我时间 嗯 好 君总温月淡淡地应了一声 只见君莫涵已经离开 温馨笑道 走吧 姐 她就是这种别扭 说不来好话 温馨你别这样说 我以前做了那么多混账事 她对我生气 也是应该的 连我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以后 我们还是化清界线为好 跟你在一起越久 我越自叹不如 感觉人都卑微 话落 温月朝着前面走去 背影落寞 她不想和温馨有瓜葛 因为王楚河没有放过她 之前王楚河就逼迫她 跟温馨处好关系 她想着借温馨的关系 求君莫涵放他们王家一马 可是她实在开不了口 王楚河自从公司倒闭 一直酗酒赌博 若知道她和温馨已经化解仇恨 并会让她开口求温馨 这种事 她不会愿意 人都是有骨气的 在外面的餐馆吃了饭 君莫涵便带着他们 坐上了私人飞机 博景深把沐晨熙 押到了警察局严刑考打后 便吩咐小林看好人 自己回家 把警服换成便服去了君家 得知君莫涵温馨要回来 楚河以及林海燕周周狂喜 根本无法相信温馨还活着 所有人都聚在君家 等待他们的归来 林海燕楚河分别抱着孩子 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一边走一边聊 亲家母 你说他们真的好好的吗 当然了 景深已经说过了 可是我还是担心 上次温馨传来死讯 我已经哭了好多天了 经不起这种折磨 周周逗弄着小妹妹抬起头道 妈 姐姐没事 你那天不是看过姐姐的照片了吗 放心吧 唉 想想就是心碎 那个沐晨熙这天杀的 到时候叫景深不要放过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楚河 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在这时 我景深带着宝雪走了进来 心情愉悦 阿姨 莫涵快到了 已经下了飞机 真的 太好了 林海燕把孩子递给宝雪 来 抱抱着 现在谁都没有我闺女重要 我要去外面守仗 博雪笑 这把孩子接过 林海燕就朝着外面走去 楚河没法 要不是自己要领宝宝 她也想出去 温馨君莫涵一下飞机 本想把温月送回去 不过她死活都不愿意 最后自己打车走了 两人只好上车 今天来接他们的是福伯 福伯眼睛含着泪 不细心看根本看不出 温馨君莫涵坐在后面 福伯苦笑 少爷少夫人 能见到你们 真是太好了 尤其是少夫人 你不见的这段时间 家里都乱套了 要不是少爷坚信你活着 温馨心疼道 福伯 没事了 别哭 这次要不是莫涵 我很难回来 话落 她看向脸色 依旧不是很好的男人 心疼至极 当初是她一天到晚 疑神疑鬼 才被贼人趁机 如今想想 确实不改 她不见的这段时间 君莫涵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由牧尘息传递 她心中是震动的 老公 谢谢你 君莫涵回头 温柔地看着她 以后不要质疑我了 没有你 我真的不行 嗯 对不起 等晚上闲下来 我跟你说说 你找的私家侦探是 温馨一愣 随即道 你怎么知道 我找了私家侦探 呵呵 你还有什么事能瞒过我 福伯探道 少夫人 少爷对你的新天地可见 连我看了都羡慕 你该珍惜 相信自己感觉 嗯 好 福伯 我知道了 很快 车子便到了豪宅区 远远的温馨就看到自己妈妈站在那里 半个月不见她头上 已经染上不少白发 心中哽咽 莫名眼眶红了 只见林海燕一个人站在那里 翘首期盼 看到他们的车子 直接跑了过去迎他们 车子停下 林海燕已经鼻子一酸 忍不住就红了眼 妈 温馨激动地喊着 打开车门就跑了过去 撞入他妈妈的怀里 哎呦 温馨 你知不知道到 妈妈差点气死了 要不是有你弟弟 我真的就快不行了 还好你没事 君莫涵这家伙 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 把自己的命也赔了过去 听到他也出事 我直接昏了过去 还好谨慎说 你们没事 一切都是演戏 说着说着 林海燕气不成声 你们怎么这么坏啊 一个两个翅膀硬了 都要气死我不是 有什么事 大家不能一起商量 非要自己单着 君莫涵不好意思地笑了 妈 这是怪我 就怕你们演戏演得不逼真 救不了我老婆 所以才干脆瞒着你们 真是对不住了 不 温馨笑出声 你别说 我妈还真不是演戏的料 得亏你不说 林海燕瞪了他一眼 就在这十周周 跑了出来吆喝一声 我姐姐回来了 这一觉 里面的人都跑了出来 哎呀 真的回来了 他好了 连孩子都哇哇直哭 最近半个月 没有妈妈在身边 小家伙连奶粉都不怎么吃 瘦了好多 温馨听到哭声 就随便跟大家打了声招呼 抱着周周亲了几口 就跑进去抱孩子 君莫涵被大家簇拥着讲他 怎么把温馨救出来 听到惊心动魄的时候 大家都平住呼吸 就在这时 江燕也赶来 被君莫柔指责 说他知道计划也不跟他说 害他哭了好几天 君家处在狂喜中 徐特柱也按照君莫涵的指示 把温馨没死的事宣布出去 这下全网都不由羡慕他 找了一个好老公 君莫涵更是被赋予 全网最优秀的老公 成为三大理想老公之首 当天晚上 大家吃了饭庆祝了一下 各自回家 由于是周六 周周不用读书 林海燕和周周便留在君宅 母女两个说了一夜的话 温馨 不得不说 你眼光真好 找到莫涵 人帅有意气又孝顺 最重要的是 临危不乱 房间里传来温馨和林海燕的声音 房间外君莫涵眉头一簇 这岳母怎么还不回去睡觉 真能聊 掏出手机一看 都快十点多了 还在聊天 也不给他和他老婆留出时间 心中的思念让他发狂 正在泛南 周周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姐夫 你这是在干嘛 君莫涵回头一笑 没有 就站在这想事 我看你是想进去 又不好意思进去吧 嗨嗨 君莫涵窘迫出声 别胡说八道 我自己的房间 怎么会不好意思进去 更何况 有什么好害羞的 那你就进去呗 别走 我困了 说着 周周就往房间走 君莫涵见状忙赢了过去 周周别动 帮姐夫个忙 姐夫你那点小心手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让我把妈妈叫出来 成全你和姐姐的两人世界 对吧 周语好聪明 那你帮帮姐夫 帮可以 我要奥特曼 君莫涵一笑 揉着他的头发 没问题 给你钱 你自己去买 要多少有多少 网库都一掏 直接给他抓了一把现金 周周笑道 姐夫还真是大方 谢了 他也不客气 直接把钱揣好 然后开心地走进房间 见林海燕还在聊 周周揉着眼睛道 妈 周周困了 你能不能给我讲故事 好呀 林海燕拍了拍温馨的手笑道 对穆涵好点 他对你的爱妈妈看在眼里 别辜负人家 好了 婆婆妈妈 生怕我会欺负她似的 你还真会 无理取闹 妈 温馨娇称出声 看了一眼孩子 赶紧推着林海燕离开 周周晚安 姐姐晚安 今晚记得别累着 温馨笑道 又不敢什么 不会累到 看着周周一游未尽一笑 温馨摇摇头 似乎是想到什么 他不由眉头一皱 不是吧 这么小的人 懂这么多 很快 君墨寒便走了进来 由于刚洗了早不久 头发半干 穿着白色睡衣 样子有些诱人 温馨多看了两眼 宝宝睡下了 对 睡着了 只可惜我被沐晨熹关了这么久 本来奶就少 现在奶硬生生给回了 孩子没有母乳 只能吃奶粉 没事 奶粉也好 里面有乳铁蛋白 不比母乳差 说着 他便走过去 从温馨的身后抱住他 袖着他身上的奶香 君墨寒闭上眼睛 老公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君墨寒松开了他 拉着他的手 来到卧室阳台上 抱着他坐在自己腿上 温馨也贪恋地搂住他的脖子 一双眼在月光下饱含情愫 看得君墨寒喉咙一动 他淡淡道 还记得 白天我和你说你找侦探的是吗 哦 记得 我也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找侦探 你不见的时候 我便用了一记 将计就计 没想到引出一个人 谁 温馨眨巴着眼睛 一名年轻摄影师 就是帮你拍照的那男人 他呀 我不认识 他是那侦探公司的 专门偷拍出轨 出轨两字 让君墨寒脸沉了下来 老婆 你对我太缺乏信心了 怎么能找这种公司跟踪我 谁让你两个月以来 都是早出晚归 还和那徐柔亲亲我我 我本就在哺乳胡思乱想 你也不陪我 所以才会疑神疑鬼 算了 这是也怪不得你 是有人钻了空子 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谁这么缺的 君墨寒思索一下淡淡道 葛琴的那军师助理李燕 是他 你怎么知道 我的人抓到那摄影师 逼供出来的 不过李燕逃得快 你又出事 我无心去追究这女人 现在你回来了 这个女人我定要找到她 给她教训 温馨虽然诧异 可以安心下来 毕竟自己老公没外遇 都是坏人钻了空子 由于这次空子 他意识到自己太自卑 和君墨寒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 他必须改变现状 先提升自己 作为一个配得上他的女人 见他发呆 君墨寒的大掌 在他腰间细细妈撒 你最近别乱跑 我怕李燕狗急跳墙 好 老公我听你的 温馨声音难得柔柔地 仿佛要滴出水来 让君墨寒不自觉地 涌起一股想要的冲动 一把抱起他 往床上走 把他整个人禁锢在床上 双手撑在他的耳旁 温馨紧张地张着嘴 红唇如动 休养了几天 他的唇已经恢复光泽 像极了诱人的小樱桃 让人垂怜 被他深情炙热的眼神直视 温馨只觉得心跳加速 仿佛热恋中的情侣 蠢蠢欲动 那个你剖腹产三个月了 他娇羞道 嗯 我想 一口吻在他的嘴 许久他松开它 不行 才三个月 你身体会吃不消 我还是得冷静一点 说着他变起来 温馨健壮拉住他的手 柔柔软软道 老公 要不你抱着我 我们什么都不干 你走了 我害怕 好 那你等我解决一下 毕竟被你勾起了火苗 刷 的一声 温馨眸子不自觉划过他的身体 脸一红 立马害羞地用被子捂住头 君莫涵好笑地走了出去 浴室里的水 喷洒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君莫涵才走了出来 回到房间 温馨已经睡着 他在他旁边躺下 稳落在他的额头 这一夜睡得安稳 连孩子也没哭 让两人睡了一个整夜觉 云南大理 大理的夜很美 天上的星星耀眼 而海边的民宿小街边 来来往往的游客 正在摊位前徘徊 萧涵正在忙碌 即使戴着口罩 那白皙的脸灵动的眼睛 依旧让人移不开眼睛 摊位旁边 王东一身休闲服 抱着一岁三个月的小雪糕 摇着手中的波浪鼓 小丫头时不时地笑出声 萧涵把手中烤串 放进客户手里 然后看向一边坐着的两人 嘴角的笑容一刻没松动 就在这时 王东手机响起 他抱着孩子起身 然后掏出手机一看 不由眉心一促 见他不接电话 萧涵道 王东你手机想好久了 我知道 不想见 萧涵看到他眼中的痛 心中难过 没说话 继续开始制作考串 由于心不在焉 手背不小心被火炉烫到 他痛得叫出声 王东吓得马上抱着孩子 跑了过来 怎么了 没没事 不小心烫到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烫了好大一块 王东拉着他 往旁边水龙头走 把孩子递给他 抱着 我帮你冲一下 萧涵一直盯着他 任由他帮自己冲凉水 心微痛 最近这段时间 王东虽然每天都表现得很开心 可是他还是能感觉他心中的痛 在这里他不开心 毕竟这里的生活是慢节奏 他在大城市习惯了快节奏 不喜欢这里也正常 在帝都他处理工作雷厉风行 应酬帷幄 在这里 他就只能帮他领孩子看摊子 心中微痛 让他窒息 总归是自己拖累了他 处理好伤口 摊子边传来一道声音 大哥 王东一抬头就看到王伟 眉头一蹴 你怎么来了 大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见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几天 说着 王伟走了过来看着萧涵 这就是大嫂吗 一声大嫂 萧涵脸红得滴血 还不等萧涵解释 王东道 你来干嘛 爷爷病了 病得不轻 连你打电话你也不见 还有公司也出事了 君墨涵沉声道 爷爷怎么了 公司出事 他心肌梗塞 昏倒了 现在还在医院 萧涵见王东心疼了 抱着孩子悄悄退下 王东看着王伟 你说实话 爷爷到底有没有病 当然病了 我都亲自来找你 你还不信 那公司怎么了 出了内鬼 导致损失好多钱爷爷气的吐血 你要是不回去管理公司 公司可就破产了 王东没说话 看了一眼萧涵 他走过去接过孩子倾笑道 我来报 你先忙 好 我给你弟弟考一些 接过孩子 两人坐在桌子边 王伟逗弄着孩子 大哥 你别说这孩子确实可爱 怪不得你喜欢 我都喜欢 只可惜不是你的 王东没眼一冷 你要是继续胡说八道 那就滚回去 大哥 你平时那么宠爱我 今天怎么就这样 更何况爷爷都要死了 你也不管 我已经和你们断绝了关系 被老爷子逐出去了 不会回去 爷爷死你也不管 王东没说话 可那俊朗的脸上浮出一丝痛意 即使低着头萧寒 也能感觉到 他走了过来淡淡道 你回去看看吧 对啊 至少送他最后一程 爷爷培养你不容易 我不会回去的 公司已经给了你们 跟我没关系 王伟起身 大哥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话落 王伟起身 直接离开 消停了几天 李燕终于现世 君莫涵正在上班 接到莫衬的电话 莫涵 你要我们盯的人出现了 在哪里 去了一趟世纪广场 然后进入了洛京酒吧 人我交给你了 你能拿下 莫衬一笑 开什么玩笑 我当然能拿下 毕竟我的魅力无人可挡 那就看你了 君莫涵挂断电话 拿起西装 便朝着外面走去 还给温馨打了电话 告诉温馨 有李燕的下落 让他在家里 待好不要出去 灯火阑珊 歌声飞扬 洛京酒吧 舞蹈正盛 酒杯相碰 欢声笑语 接连不断 莫衬拿着酒杯 看向不远处 自顾自地喝着闷酒的女人 嘴角一勾 优雅起身 朝着角落处的女人 走起 然后俯身把酒凑了过去 美女 喝一杯 李燕挑起眼皮 一眼就碰到莫衬 那张俊美的脸 心口一动 是你 你认识我 莫总大名鼎鼎 又有几个不认识你 莫衬一笑 哦 是吗 话落 她看向莫衬手中酒 并不打算接 见她不接酒 莫衬把酒放在她的面前 行 你担心我的酒有问题 那我喝你的 结果她唇碰过的酒 莫衬一口饮尽 唇上还沾有李燕的口红 这一幕 李燕震惊不已 你 姑娘应该是有心事 我也有 所以一起喝几杯 嗯 李燕笑着端起她送来的酒 两人喝了起来 君莫涵一走进来 就看到这一幕 在他们的不远处坐下 李燕看着莫衬的俊脸 加上醉意 胆大的把手 抚摸在她的腿上 莫衬低着的头 毛子一冷 有些嫌弃的 把她手拿下 见她快不省人事 莫衬起身 用湿纸巾把手一擦 然后走到君莫涵面前 人已经放倒 你得如何感激我 君莫涵挑眉一笑 本来我想把这女人 带回去严刑拷打 现在我改变注意了 你比我更好用 什么意思 你的美男计 对她很有用 比严刑拷打更好 莫衬俊脸一黑 你让我勾引这个丑八怪 你就不担心我会吐 事情办好 我欠你个人情 这是你说的 我要你原谅陆总一家 还有孟婷 君莫涵想了一下淡淡道 好 我答应你 君莫涵回到家 温馨还在等着她 听到脚步声 温馨走了出来 老公 你回来了 怎么样 我把李燕交给莫衬了 让她用美男计 套出李燕背后真正的人 我怀疑她身后还有其他人 而这个人 跟沐晨熙背后的人有联系 到底是谁要针对我们 温馨眉头一簇 马上就知道了 回去 君莫涵揽着她进入房间 李燕猛然惊醒 睁开眼睛 看到一片天花板 她挣扎着起来 还没清醒 就看到阳台上站着的男人 李燕大惊失色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莫衬转身朝着李燕走来 那俊美的脸上染上一丝笑意 她淡淡道 放心我什么都没做 你喝醉了 我便帮你开了房间 可是我的衣服 你衣服脱了不少 所以我帮你换了浴袍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换的 话落 她给她递了一杯水 温柔出声 来 喝水 李燕接过水放在嘴里 眼睛看向一边的莫衬 心跳加速 她好像有点喜欢这男人 许久 李燕娇羞出声 谢谢 不用 为美人服务 在所不辞 李燕喝了水 把杯子放下淡淡道 你有什么目的 莫衬一笑 在她旁边坐下 食指挑起她的下巴 对 我确实有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喜欢你 想要你做我的女人 深情眸子 伴着温柔的语气 一滴一滴落在李燕耳旁 聊起她的心口 她不好意思地 把头偏到一边 她继续开口 昨晚你喝醉酒吻了我 所以我喜欢你 对上她啄啄的眸子 李燕娇羞地低下头 脸颊爆红 好了 不逗你了 你先在这里休息 男女受受不清 我先走了 明天又来看你 看着莫衬起身 李燕张张嘴 娇羞出声 谢谢你 莫衬给了她一个 迷死人的笑容 然后离开 第二天早上 君莫涵一起床 就给莫衬打电话 好好的瞌睡被吵醒 莫衬抗议出声 莫涵 你太过分了 昨晚为了你 我可是又牺牲色相 又牺牲身体 一整夜没睡 你不知道 那个丑八怪 看着我流口水的样子 我多么恶心 君莫涵笑道 那可委屈你了 这不是你的强项 你当初可是和我妹妹 也干这种事 得得得 你打电话给我 到底要干嘛 事情怎么样了 这得循序渐进 哪有一开始就问出来的 他没那么蠢 君莫涵眉头一簇 你这么不行 一晚上还没搞定 这么一说 莫衬差点气得吐血 谁说我不行了 就是那丑女人 我肯不下去 所以便只能靠温情来套话 哪有用身体套话的 君莫涵一笑 这是你看着办 我只要结果 无论什么方法 好好 那你给我一周时间 行 挂断电话 温馨抱着孩子走了过来 你说莫衬的美男技型不行啊 怎么就不行 莫衬长得帅 又花心 这是对于他来说小意思 那就好 对了 你今天不上班吗 上 耽误了好久 公司的事情太多 晚上加班你会不会 话未落 温馨道 你放心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 疑神疑鬼了 傻瓜 君莫涵并没有去公司 而是去找了博锦深 他想见慕陈希 警察局停车场 博锦深淡淡道 他现在被关 你见他到底要干嘛 不干嘛 就问他一点事 大哥你就看在我死里逃生 帮你结获这个大坏人的份上 通融一下 让我见见他 博锦深自然不相信他 他担心君莫涵冲动 做出对他自己不好的事 不行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去找湘血 博锦深无语 行 你要见可以 不能动手 还有我要陪着你一起 好 君莫涵由博锦深 陪着一起去了监狱的提审室 很快 慕陈希便被御警带着走出来 你先下去吧 博锦深吩咐御警离开 门被关上 安静的审讯室 透着一丝寒霜 慕陈希看着君莫涵 冷笑着 你来干什么 不会是来取我命的吧 来啊 我死了 便解脱了 看着君莫涵 脸色越来越沉 博锦深冷嗤出声 慕陈希不想死 就给我闭嘴 要我闭嘴 我偏不闭嘴 君莫涵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你老婆 她被我碰了 这话一说 审讯室立马席卷了阵阵寒意 君莫涵放在裤兜的手紧了又紧 你不信是吗 你回去看看 她的肩头 还留下我的牙印 泽泽 你别说我对你老婆 还真是欲罢不能 只可惜 她在床上太过死板 就这样的女人你也当得宝 碰 一声巨响 君莫涵的拳头 落在慕陈希脸上 紧接着 就是一下又一下的殴打 慕陈希被君莫涵起在身上 那拳头如同冰雹一样 砸在她的头上 痛得她蜷缩着哼起出声 眼看着慕陈希 快要被君莫涵打死 她这才走了过去 拽起君莫涵 莫涵 不要这么冲动 她是故意激怒你 好让你把她打死了 你也要坐牢 莫颈身被拽开 她揉着手腕冷声道 慕陈希 我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慕陈希匍匐在地 冷笑着抬起手 把嘴角的血擦干 那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莫涵我们走吧 等一下 君莫涵看了一眼保景深 然后从自己的衣服里 掏出一个很小的罐子 这是什么 大哥 他给温馨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法律不会判他死刑 就算判死刑 那对他也是最轻松的 我想给他一个 生不如死的教训 你别冲动 这什么教训 君莫涵打开罐子 只见里面一条 很细很红的小蛇 正吐着杏子 睁着眼睛四处观看 博景深眉头一蹴 你别冲动 要是他死了 你可真就完蛋了 放心大哥 他不会死 只会让他肚子不舒服 说着他朝着牧尘兮走来 牧尘兮惊恐地看着他 你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红蛇 君莫涵把小罐子凑过去 一眼就看到那熊啾啾 在罐子里爬行的蛇 惊恐出声 你要干嘛 一 说出你背后撑腰的是谁 二 吞下这蛇 你放心它不会让你死 不过会让你痛苦 直到它朝着你屁股钻出来 你的痛苦才会结束 我不要我不要 牧尘兮害怕了 他从小就讨厌这种软体生物 尤其是这种极小极细的蛇 像极了蚯蚓却不是 比他粗几倍 还有蛇的灵力 莫涵 这真不会死人 放心吧 大哥 我还不想因为这渣男 陪上我的一生 不过就是让他痛苦而已 随着他的逼近 牧尘兮吓得后退 君莫涵你 不如一刀杀了我 杀你太简单 我要让你跪在我的脚下求我 君莫涵话落 毛子一冷 直接捏住他的下巴 他取出一个夹子 用手把那红蛇拿出来 然后凑近牧尘兮嘴角 啊 救命啊 牧尘兮紧咬住牙齿 拼命抗拒 跪下 道歉 饶你不死 君莫涵冰冷的话 如同索命罗刹 让人后背发凉 牧尘兮眼中的惊恐被放大 那瞳孔仿佛要蹦出来一般 他想也没想直接跪在他的面前 额头撞击在地面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该打温馨的注意 君总 求你跟我一次机会 让我这条狗命活着 君莫涵冷笑 晚了 你说过 只要我道歉就饶了我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我只是说 饶你不死 可没说不让你痛苦 话落 君莫涵那深邃的毛子 染上一丝杀意 紧接着 他一只手捏住他的下巴 另外一只夹着蛇的手 凑近他的嘴 牧尘兮口中的气息 在蛇的头上蔓延 嗅到臭气 那蛇眼睛发着奇异之光 他的头使劲地 朝着牧尘兮嘴角去钻 牧尘兮紧咬牙齿 恐惧地趴在地上 君莫涵捏住他下巴的手一紧 牙齿被他撬开 那蛇便趁机朝着口中的黑暗 钻去 痛一袭来 牧尘兮一边干呕一般 忍住肚子传来的钻心之痛 拼命地蜷缩扭曲 他能感觉到 那冰冷柔滑的东西 从他喉咙钻入食管 最后到肚子 嚼得他痛不欲生 好痛 救我 我仅身不安地走过去 莫涵要是被上面知道 你可知道 你我都逃不了关系 放心吧 大哥死不掉 只会让他吃点苦头 顺着洞口出来 要么就是顺着嘴出来 要么就是顺着屁股出来 只是让他痛而已 等上法庭那天早好了 柏锦身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踢了踢地上痛苦蜷缩的男人 脸色阴沉 你若是敢说出 我们给你吃了蛇 那我们便会把最恐怖的东西喂给你 比如壁虎 蚯蚓 泥丘 白蚁 这话一说 吓得牧尘兮忍痛一阵抽搐 换来狱警 狱警看到地上的人 忙看向柏锦身 博队这是怎么一回事 刚刚还好好的 应该是肠胃炎 聊着聊着 就痛得睡地上了 不会有事 带下去吧 是 狱警并没有怀疑 对于牧尘兮这种十恶不赦之人 也没啥好态度 直接拽起 就拖着往奸牢走 柏锦身 君莫涵走了出去 此时阳光正好 照在人的身上 暖洋洋的 君莫涵看向柏锦身 我先去上班 有空带阿姨回家吃饭 还不等柏锦身回答 君莫涵已经甩手离开 只剩下一道背影 可这背影却让柏锦身嘴角勾住 他说的是回家 而不是去他家 心情愉悦 连带着小玲说话 他也没有听到 宝队 宝队 咦 小玲拍了拍他的肩膀 柏队你发什么蛋 没有 他尴尬地回头 毛子还然找一丝笑意 你叫我干嘛 门外有个女人找你 谁 小玲色咪咪一笑 你心中惦念之人 话落 小玲离开 柏锦身那刚毅的脸上 浮出一丝疑惑 他心中惦念的 除了他妈只有香雪儿 香雪儿从来没有找过他 所以不可能 他以为是他妈 大步走了出去 大门口 一道鲜兽的背影站在那里 手上提着黑色小布袋 身上穿着黑色马甲校服 两根辫子在肩头 柏锦身那俊逸的脸上 浮出一丝红 心中有些激动 没想到会是香雪儿 看香雪儿没看到自己 他连忙去到门口的保卫室 然后借了镜子一照 整理衣服 这一股动作下来 把保安的下巴都 惊了掉下来 不对 你这是 又弄了弄警察帽子 这才笑道 看看我这样还行吧 行 非常好 太帅了 一脸正气 那就好 话落他大步走了出去 保安看到他那笑意不俭的脸 就知道 他是要见心上人 不由探头出去 果然看到柏锦身 朝着一个女孩走去 哟 警局一朵花 终于情斗出开了 听到脚步声 香雪儿回头 看到柏锦身军装革履 那俊美的样子 让他不由猛吞口水 有些紧张的双手无处安放 好不容易见到自己 朝思暮想的男人 香雪儿紧张道 宝大哥 你来了 嗯 雪儿 你怎么会来 我 我来给你送东西的 话落 他低下头 从自己手提袋中 掏出一张琴帖 然后娇羞地递给他 全程不敢看他的脸 这是 下周六是我的生日宴 爸爸妈妈 本来想给我举办宴会 被我拒绝了 我只想请我的朋友 跟我吃个饭而已 希望宝大哥能赏脸 好呀 到时候我一定来 香雪儿娇羞地点头 对了 我下午还有课 给温馨姐姐的琴帖 能不能请你帮我转交 可以 香雪儿把温馨的琴帖 拿出来 放在她的手心 然后道 宝大哥 那我走了 见她转身离开 博锦身还一脸呆愣 身后传来小林的声音 博对 你不送送人家香小姐 从这里到学校 可是还有一个小时路程 这话一说 香雪儿背着的身体一僵 她其实真的很想 她送自己 可是看薄大哥那个 一样也不会送 正在失望的时候 身后传来博锦身的声音 对 我送你吧 正好马上到五时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 嗯 谢谢薄大哥 心中激动 他跟在她身后 仰视着她那高大的身躯 不由沉沦 心跳得太快 以至于她不自觉的 双手抱住胸口 博锦身是个直男 一回头看到她捂住心口 脸红红的 不由担心出声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啊 没有 那你脸红红的 心脏也痛吗 说着 她伸手过去 玉途探在她的脑门 吓得香雪儿后退 博锦身尴尬地收回手 抱歉 我越聚了 没事 两人坐上车 博锦身便俯身过来 替她系安全带 由于两人靠得太近 她几乎能看到 她小麦色皮肤下的汗毛 以及那长长的睫毛 微微抖动 抑制不住的心跳 几乎要从香雪儿心口蹦出 她紧张地咬住唇 直到咔的一声 安全带系好 她直起身体淡淡道 坐好了 好 车子启动 车上气氛凝固 狭窄的车子 却弥漫着阵阵粉色泡泡 博锦身有些肝大道 你喜欢吃什么 嗯 随便吃一点就好 那你想吃什么 你呢 香雪儿眉头一簇 这男人太不解风情了 许久 她淡淡道 麻辣烫 博锦身一噎 怎么女孩都喜欢吃这种东西 虽然她不喜欢 可是香雪儿喜欢 她也不是不能陪她吃一次 好 那我们去哪里吃 学校外面 一小时后 车子在学校门口的停车场停下 博锦身由于一身军装傍身 一下车就鹤立鸡群 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香雪儿从车上下来 更是在学校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波 就连正在打篮球的斯洛 也听到学生们的议论 丢下篮球 就朝着外面走去 喂 斯洛你这是要干嘛 不打篮球了 不打了 有事 那男生追了上来 有什么事啊 不会又是香雪儿之事 斯洛不耐烦道 听说他和他男朋友来学校了 我要去看他 啊 你还不死心 人家都拒绝你了 没人会拒绝我 我只是不甘心 我输给什么样的男子 丝落花落 大步跑了出去 学校门口的麻辣烫店 由于香雪儿保景深的到来 瞬间宾客满棚 好多人把麻辣烫店围的水泄不通 坐得吓得纷纷点餐 坐不下的 干脆在外面等着 那手机正对两人 香雪儿紧张地看着那些女生男生 然后拉了拉博景深的衣服小声道 我们要不走吧 太吓人了 他们都是冲着你来的 博景深看了一眼那些女人色眯眯的目光 眉头一蹴 没事 吃完我们便走了 可是这么多人 看着也不好意思吃啊 不怕 两人只好坐下 很快老板娘便端着麻辣烫走来 心情大好 这两位可是贵客 平时一天到晚没几个人吃 今天他们一来 瞬间来了不少人 这要是有他们在 这生意还不蒸蒸日上 姑娘 帅哥 今天这顿我们请 你们慢慢吃 要多少有多少 不用了 博景深花落 掏出一百地给老板娘 这一幕 让外面的姑娘们纷纷尖叫出声 啊 好帅啊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异动 笑草来了 思洛来了 快让开 随着思洛的到来 人群纷纷让开一条路 一下子两大美男 那些女子们 觉得养眼极了 纷纷喜欢地大叫 只见思洛直接走了进去 在香雪儿旁边坐下 这一坐 惊得香雪儿支起身体 你 你怎么来了 博景深挑眉 眼睛深深地看着思洛 那会暗不明的毛子 染上一丝冷意 这男人就是上次 温馨发的视频中 对雪儿表白的男人 长得不错 就是太嫩着点 他不喜欢 思洛那好看的脸上 染上一丝笑意 他看向雪儿 温柔出声 听说你带人来学校 所以能一起吃吗 香雪儿微红着脸 紧张地看着博景深 博景深道 可以 思洛一笑 这位就是雪儿你的男朋友吗 香雪儿一噎 刚想否认 只听博景深开口 对 我是他男朋友 这话一说 香雪儿震惊不已 在思洛的目光下 只能微微点头 思洛笑道 这位警察叔叔 你确实长得不错 气质也挺好 不过你都这么老了 老牛吃嫩草不好吧 噗 香雪儿被自己口水噎到 他忙看向博景深 只见博景深脸色阴沉 眼看着要发火 忽然博景深笑了 这让他意外 小朋友 你觉得我老 小小朋友 你开什么玩笑 我都二十三了 思洛被小朋友 三个字气得不行 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 被叫小朋友 简直没面子 博景深好笑道 你二十三不是小朋友 那我三十一就是叔叔了 还老牛吃嫩草 你和雪儿相差八岁 你这不是老牛吃嫩草 那是什么 香雪儿刚大道 要不你们两个不要说话了 我也吃饱了 要回学校了 博景深 不准 思洛 不行 雪儿 你就是为了这叔叔拒绝我的 思洛的话让香雪儿很懊怒 他瞪着他 思洛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帅的叔叔 他充其量就是哥哥 再说 我就是喜欢他 博景深挑眉 脸上扬起笑意 他挑衅地看着思洛 雪儿是我女朋友 小朋友你 以后还是离他远一些 不可能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我不会跟你竞争的 毕竟她是我女朋友 你已经没了资格 这话一说 思洛看向香雪儿 雪儿这男人那么木讷 不懂风情 你就不好好考虑一下我 毕竟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不在乎你过去 也不在乎你 现在有男朋友 我只在乎你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么赤裸裸的表白 倒是让香雪儿不知所措 他淡淡道 思洛 对不住了 我已经拒绝了你 更何况我喜欢的只有他 请你别搅合进来 真的没有一点机会 抱歉 在思洛炙热眼神的直视下 博锦身起身 把香雪儿拉进怀里 香雪儿脸红得低血 她抗拒地想走出她的怀抱 无奈被她抱住 耳旁还传来她 低沉沙哑的声音 别动 你要是不想让这个麻烦 缠着你 就配合我 这么一拉 外面的女生惊呼出声 纷纷羡慕 这香雪儿太幸福了 有那种遭遇 竟然还能被这么多 优秀男人喜欢 哎呀 思洛和这警察叔叔 都好好啊 是我太难选了 没事 香雪儿选了那警察叔叔 那思洛就单身 我们便有机会了 相比那些人的想法 香雪儿却有点难受 还以为博锦身真的喜欢她 不曾想人家 就是为了帮她演戏 赶走桃花而已 想到这里心微微一痛 她赌气地挣脱她的怀抱 思洛 我不会喜欢你的 我还有课就先走了 话落 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博锦身便离开 博锦身眉头一蹴 她这是生气了 难不成自己碰了她 她就生气 该死 她刚刚确实把她抱在怀里 想到这 博锦身脸色苍白起来 见香雪儿离开 思洛也不想呆了 看了一眼博锦身道 我看了 雪儿对你也不怎样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 正好本少爷 以后可以追她 思洛快步离开 萧涵端着做好的饭菜走了过来 王东背着孩子 正在清洗晚上要用的烧烤餐具 把饭菜放在桌子上 萧涵又开始出神 王东本应该发光发热 如今却跟她在这里摆摊 想到这 她做了一个决定 想什么 王东背着孩子走了过来 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 萧涵一笑 没什么 吃饭吧 好 你先吃 我背着孩子站着吃 萧涵看了她一眼 端起桌子上的饭 为她盛好菜递给她 我今天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不属于这里 所以我希望你回去 王东一愣 不可能 我跟你一起回去 萧涵的话 让王东震惊地看着她 口中的饭被她吞下 她激动到 你真的愿意回去 嗯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不开心 你该回到你以前的地方 王东想了一下淡淡道 如果你真的愿意跟我回去 你就不怕我爷爷 有你在 我不怕 以前我太懦弱了 所以一个劲逃避 如今我不会逃避了 更何况我想温馨 我今天才听说 她之前被沐晨熹给带走 差点死了 想想真是后怕 所以我还是决定回去看她 顺便陪在你的身边 本来还有顾虑 如今她没了 只要能回去 她重掌大权 那么爷爷也管不了她 王家的天改变了 想到这里 王东蹲下 把饭放在桌子上 深情地凝视着她 小涵 你相信我 这次回去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好 当天晚上 温馨刚吃了晚饭 抱着孩子哼着摇篮曲 就见手机响 楚涵在楼上抱着孩子下来 然后顺便把温馨手机也带下来 温馨 小涵给你打的电话 啊 温馨一喜 抱着孩子起来 迎了过去 小涵好久都没给我打电话了 又经历过之前的事 今晚我得好好跟她聊聊 行 那我叫扶神来抱孩子 夫人 少夫人我来了 扶神走了过来 笑着接过孩子 来 宝宝 我抱抱小可爱 温馨笑着把孩子递给扶沈 然后自己接起手机 朝着外面走去 梁亭边 食堂里 鱼儿游 威风轻浮 吹起她的马尾 她温柔的声音传来 小涵 你个坏蛋 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 你是不是都忘了我了 小涵一笑 怎么可能 之前给你打电话 你手机一直关节 这两天才知道 你出事 没想到沐晨熙这么恶毒 竟然如此对你 你先生太厉害了 我听王东说他孤身涉险救你 温馨笑道 你不也幸福 王东对你那么好 嗯 今天我找你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们打算回帝都了 明天就回 啊 可是你回来 王家老头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 小涵淡淡道 他爷爷出事 我不得不回来 王老爷子出事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他爷爷听说 公司损失了不少 病倒了 再加上王东在大里格格不入 不开心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回来 温馨点头 回来也好 你放心我这次 一定让我老公促成你们的事 嗯 谢谢你温馨 电话刚挂 君墨涵的车子便朝着庭院驶来 他忙起身迎了过去 君墨涵把车停下 看着月光下那单薄的身影 不由眉头一蹴 下车便把自己外套脱下 披在他的身上 今晚风大 有点凉 你怎么穿这么少在外面 我高兴 他拥住他 月光下两人相互依偎 听着耳边他温柔的呢喃 高兴什么 萧涵要回来了 和王东一起 他们此时回来也不是坏事 王家的公司现在群龙无首 确实需要他这个领导人回来 温馨眉头一蹴 听说王老太爷病了 没有啊 生龙活虎 要是能早点死 他们也不会被逼离开 君墨涵的话 让温馨震惊不已 你的意思是 老太爷没事 对啊 今天还去公司视察 我帮他们公司处理了不少内鬼 业绩也开始慢慢上升 温馨正脱开他的怀抱 你先进去 我给萧涵打电话 就说他们中计了 回到房间 温馨走了进来 君墨涵淡道 怎么样 哎 萧涵只说了一句话 无论什么原因 他们已经决定回去 所以这次 他们是决定回来共同面对了 老公 你可得帮他们 君墨涵抱住他 可以帮 有什么好处 你想要什么 你明天陪着我出去一趟 好 就在君墨涵 温馨入睡的时候 楼下传来一阵警车的叫唤声 紧接着那警车的灯光便照了上来 巨大的动静 吵得三个孩子同时哭了起来 温馨从君墨涵怀里退出 连忙打开灯 他朝着孩子走去 四眼的光芒照得君墨涵睁不开眼睛 他用手遮住光 语气微怒 深更半夜 怎么会有警车的声音 把孩子都吵醒了 不知道 老公我哄孩子 你去楼下看看 嗯 君墨涵起床把衣服穿好 这才下了楼 温馨在卧室隐隐约约觉得除了事 忐忑不安地给孩子充奶粉 君墨涵到了楼下 就见四个警察在他家客厅 其中小林也在 他眉头一蹴 小林警官 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 还不等小林说话 楚涵 军场急声道 莫涵 快回去睡觉 没事 小林不好意思道 君总 抱歉 慕晨熙出事了 你需要跟我们去警局一趟 他出事 关我什么事 小林看到 你和博队昨天见过慕晨熙 今天慕晨熙就出事了 现在博队已经被控制起来 上面重新任命了领队 来代替你大哥的位置 所以 命令我们来 带你回警察局 君墨涵 眸子幽深 并没有抗拒 而是交接了楚涵一声 便上了警车 这次连累博警声 让他很懊恼 不过他不后悔 要是时间能倒退 他依旧会做同样的选择 害自己老婆心里有阴影 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 坐在警车之上 听着那警笛声 君墨涵闭上了眼睛 思绪万千 慕晨熙出事 不可能是巧合 这一切 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等着他一步步跳下去 然后摧毁 看似是针对温馨 实际是针对他 他被小林带到医院病房 还碰到江燕 江燕看着他 跟着两名警察 有些意外 他忙营了过去 大哥你怎么半夜三灯在这里 还跟着警察 小林看了他们一眼淡淡道 君总 我们在前面等你 好 谢谢 看着小林点头离开 君墨涵眼神中的灵力有些柔和 他小声问江燕 慕晨熙在监狱出了事 现在在你们医院 住着你可知道 知道 照了片子 发现体内有蛇 君墨涵冷笑 是我放的 啊 江燕诧意出声 怪不得警察要抓你 这蛇并不会致命 只是会痛苦 等他找到出口 便会从他口中钻出 怎么他会出事 江燕想了一下淡淡道 他出事不是因为那蛇 而是被人下了毒 果然 君墨涵拍拍他的肩膀 江燕麻烦你帮我看好他 不要让他死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他 更何况 他死了 我便百口莫辩 放心吧 人已经脱离危险 暂时不会死 他肯定是 被他背后的那人给下了毒 这次不死定 还会有所行动 你给徐特助打电话 让他调些人来医院暗中守着 好 放心我会做好 和江燕简单地聊了一下 君墨涵便跟着小林 去了一趟牧尘西病房 小林淡淡道 他肚子里有蛇 已经被取出 不过不会致命 就是还被下了毒 君总你太糊涂了 你明知道这是大恶人 就是法律也不会饶他 你怎么就等不了 还害得我们队长也 抱歉 这是我会和你们新来的领队说 还有他出事并不是那蛇的问题 而是有人给他下了毒 温馨得知 君墨涵被警察带走 急得不行 他把孩子安抚好就跑下去 此刻的君家有些沉闷 沙发上楚寒 军厂两人坐着 彼此沉默 压抑的气息 让温馨感觉窒息 他快速地跑了下来 拖鞋在偌大的别墅 发出一声声咔咔的响动 爸妈 墨涵怎么被带走了 楚寒叹了一口气 好像哭过眼睛红红的 军厂还算稳定 直到 没事 就牧尘西出了事 出事前见过他 所以人家怀疑他 做了什么 带他回去做笔录 温馨紧张道 出了什么事 哎 不知道 他只是让我们转告你 不要担心 他会回来的 温馨怎么可能不担心 一个人浑浑噩噩地上了楼 床上还放着君墨涵 没来得及带走的手机 他打开正好看到 博锦绳给他发来的微信 博锦绳 牧尘西出事了 到时候 你就咬定蛇 是我让牧尘西吞下去的 跟你没关系 听到没 博锦绳 收到回我信息 别让我担心 博锦绳 温馨省眉头一蹴 他没想到君墨涵 竟然这么糊涂 放舌那可是大事 就算只是惩罚那自由法律 他怎么救 如今 想这些也没用了 温馨拿着君墨涵的手机 给博锦绳拨打了过去 那边传来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这才想起 君墨涵出事 那博锦绳想必也出事了 看着摇篮里睡着的三个孩子 温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急得不行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越想越不对劲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早上 他赶紧往警察局跑了一趟 没想到 正好碰到小玲 嫂子你怎么来了 小玲 我老公怎么样了 没事 他现在和博队都被关了起来 就是因为他们 说法不一样 博队说 君墨涵只是冷眼看着 蛇 是他塞进牧尘溪嘴里的 可君总又说 跟博队没关系 是他自己塞的 温馨眉头一簇 没监控吗 他是这样想的 与其两个人被关起来 还不如一个人被关 另外一个人可以出来想办法 偏偏这哥俩总觉得 为对方牺牲才是最好 按照他的了解 博锦身定然不会做出这种事 那就只有君墨涵 他虽然有些自私 希望自己男人出来 可还是觉得 博队出来 对君墨涵而言更好 毕竟博锦身是警察 这方面的事 他才是专家 小玲摇头 那段监控被删除了 只有博队带着君总进去 然后变黑平 不过我们从江医生那里找到证据 牧尘溪出事 跟蛇没关系 而是有人投毒 我们已经派人去病房守着 估计背后的人还会下手 温馨眉子一紧 脑中生了一戒 我知道了 小玲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麻烦你帮我照顾好他们 放心吧 温馨没回家 而是早早地去了医院 此时江燕正在手术 他等了很久才见到江燕出来 温馨你怎么来了 江燕 对不起我又来打扰你了 江燕一笑 说的什么话 走 去我办公室聊 来到江燕办公室 温馨直接开门见山 江燕你跟我说实话 那个牧尘熙还会醒来吗 会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 只是没有生命危险 温馨有些着急 现在唯一能让君莫涵 博锦身没事的路子 那就只有牧尘熙了 如果牧尘熙出事 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们两个 最后他们能不能出来 还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 有钱不一定能买来真相 有钱也不一定能逃过法律制裁 所以人还得遵纪守法 温馨 你别急 就是牧尘熙醒来 也不一定会还君莫涵清白 毕竟他恨极了莫涵 温馨冷笑 双手攥紧 只要他能醒来 我自然会让他说出真相 所以江燕 求求你帮帮我 不过你放心我定让他们竭尽全力就好 谢谢你江燕 此刻的温馨眼睛红红的 表面上平静 内心犹如被什么东西 把心脏掏空一般 他害怕 恐惧 总觉得挡在自己身前的大树 突然之间倒了 他无助极了 以前的他明明那么坚强 如今却变得脆弱 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好 让他变成了一种依赖 有时候被保护得太好 并不是好事 温馨装成护士 跟着江燕去了一趟牧尘熙的病房 门外是守着的两位警察 不远处 还有好几位穿成便衣的警察 伪装在一边保护着 温馨心中逐渐安了下来 现在对于牧尘熙来说 他一死 君莫含铁定 受到牵连 关上门 江燕道 你试图换换 能不能把他唤醒 温馨点头走了过去 轻声唤道 牧尘熙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牧尘熙 呼唤了好几声 根本没有反应 温馨有些急躁地摇摇头 江燕安抚道 君莫含的手机便响起 他下意识接起 那边传来一道 阴森寒凉的声音 还有歌声 让他的心开始发毛 空洞带着大悲咒的哀悼音乐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天 掀起阵阵寒意 温小姐 你好 你可得守好牧尘熙 否则他死了 你男人也就完蛋了 空洞的笑声传来 温馨苍白着脸吼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害他 我是要害他吗 对我就是要害你们两个 他必须死 而你只能陪葬 温馨激动出声 如果你有什么冲我来 不要伤害他 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嘟嘟嘟 电话那边 传来手机被挂断的声音 温馨眼睛的泪已经流下 他站在人行道上 如同一个疯子一般 路上的行人 纷纷回头看着他 是谁 那男人到底是谁 声音明显被改变 他听着很陌生 确定自己记忆里 没有这好人物 此刻的他安静不下来 那道声音像鬼爪一般缠着他 让他窒息 温馨去找了小林 让他帮忙查那个电话的IP 结果得到的消息是 电话不存在 IP也不存在 仿佛那个电话 根本没有打过一般 连号码都是空号 温馨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晌午时分 他吃不下饭 和楚涵说了一声 便回了房间 军场看着也心疼 福神给少夫人送饭上去 不必了 楚涵摇摇头 放下碗筷 连我都吃不下 更何况是他 让他静静吧 遭受了这么一遭 还没缓和过来 如今又出事 想必连他自己 都还在浑浑噩噩中 福神退下 和保姆一起照顾孩子 楚涵也起身 没有食欲 只能看下宝宝 温馨拿出本子 在本子上记录了 自己认识的好多人 以及熟悉的和不熟悉的 他想了很多 把没仇不来往的统统化掉 只留下一部分 电话又响起 他吓得比掉在地上 看着君莫涵手机上 跳跃的莫称两个字 他脸色发白 喂 莫称 嫂子 怎么是你 莫涵不在 温馨疲惫地 闭着眼睛 揉着鼻翼道 他出事了 简单地把事情和他一说 莫衬许久道 我去看看他 忽然想到什么 温馨道 对了你找他 是不是李燕的事情 有进展了 莫衬有些意外 这是莫涵也跟你说 对 委屈你了 莫衬 那李燕并不好看 你能用美男计 着实委屈 说到这 莫衬就是一把心酸泪 大嫂你不知道 这个女人多难搞 我被她亲过摸过 才套出一些消息 还好守住了身体 不然我得把自己 泡在水中弄死 温馨感激道 你这牺牲太大了 还好是为了莫涵 不然我是不可能 做这些 对了 你看出什么消息 莫衬犹豫着 要不要告诉他 为难的时候 温馨开口 你放心 我不会乱来 今天晚上 李燕要进山 就是你之前出世的那里 听说要见一个重要的人 我怀疑那人 就是他背后的大佬 正要请示莫涵怎么办 问 心中砰砰直跳 他有种预感 那个男人 跟今天打电话的 那人是同一个 如果他能摸到 那人的确切位置 那就好办了 大嫂 你怎么不说话 莫衬 我没事 有些走神了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温馨心中有了盘算 他要去闯后山 他一定要知道 那个男人是谁 莫衬去了警察局 看着自己好友在狱中 依然丝毫不狼狈 风光济月的模样 不由叹道 你还真是在哪里 都发光发热 君莫涵面不改色道 你来这里 找我是打算看我笑话 谁看你笑话了 我就是听你老婆 说你出世才来看你 顺便跟你说一下 葛青身边人李燕的进展 什么进展 今天晚上 李燕要进山间一个人 我怀疑那人就是背后之人 本想让你跟我一起去看 现在你出事 我看算了 君莫涵听后沉默着 放在膝盖上的手一动 他淡淡道 这是 你没有跟我老婆透露吧 有 他问过 这话一说 君莫涵猛然起身 身后的木凳子 因为他的动作 太大重重地砸在地上 完了 莫衬眉头一蹴 你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你老婆又不会去跟踪 你懂个屁 话落 君莫涵就敲响铁门 看他紧张的样子 莫衬脸色也不好 你的意思 是他晚上会去山里 如果我没有出事 他不会去 不过我出事了 那就说不定了 莫衬 你简直就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莫衬抓抓头 那你别急 我跟李燕身后 顺便保护你老婆 我老婆轮不到你保护 莫衬眉头一蹴 看着架势这家伙要越狱 完了 他这张嘴 简直就是吃了屎 门被重重敲响 小林连忙跑了过来 刚打开门 君莫涵便道 小林 我老婆出事了 背后的大鱼 在上次温馨出事的山上出现 我需要出去一趟 你放心 等把他救回来 我马上来这里 不可能 这不被允许 君总 让开 君莫涵此刻已经失控 想到上次温馨的事 他心中便如千斤重 他二话不说 直接推开小林 就往外面走 巨大的动静 惊扰了其他狱警 有狱警纷纷持枪围了上来 小林急声道 君总 你这是越狱 会有严重后果 命令其他人不要开枪 众玉警只是围住 也不敢随便动手 莫涵跑上来 拉住君莫涵 你别冲动啊 欲试是重罪 大嫂还有我 我不会让他出事 不行 你们这些猪队友 靠你不如靠自己 莫涵气得要死 君莫涵不顾手枪指着自己 大步朝着外面走去 就在这时 传来一道灵力的咆哮声 君总要是赶出去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所有人持枪准备 顺着声音看去 君莫涵看到了门口 沐浴着夕阳的男人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那男人竟然是王楚河 温月如今的丈夫 也是那个 一直基于自己老婆 得不到便要伤害 他的那个男人 小林芒跑了过去 王队 不能冲动啊 君总只是救人心切 救人心切 就可以随便越狱 如果所有犯人都这样 那还设置什么监狱 警察 王楚河话落 也持枪走了过来 毛子嘲讽 为了取代薄锦身的位置 他做了多少 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家因这男人破产 家破人亡 他还欠了不少赌债 要不是遇到那个人 他永远翻不了身 如今有机会 踩在君莫涵头上 他比谁都想看他死 君莫涵冷笑 即使在那么多的枪下 他依旧淡定自若 脸上没有一丝恐惧 反而那以身具来的 金贵气质 让人不敢忽视 王楚河看到这张脸 就恨意难消 不是因为这脸太美 而是因为这张脸 杀伤力太强 让他看了 不但心中自残行贿 还生出卑微 他就像浩瀚星辰中 簇拥着的月亮 浑身散发着光 而他就是连边上的 那颗星都不如 手中的枪 握紧他冷哼出声 要么乖乖进去待着 要么死 君莫涵冷笑 朝着他一步步走来 用整个胸膛 凑近他的枪口 众人吓得平住呼吸 莫衬也冷汗淋漓 早知道他今天就不来 如今怕是要害了他 小灵催促着 君总你快回去待着吧 求你了 君莫涵看着王楚河 眸子中的惊慌 冷笑 王楚河 你有种就开枪 我给你机会 我数到三 这是你唯一能杀我的机会 错过了再也没有 三 二 一 王楚河暴怒 你别逼 就在这时君莫涵握住 枪口的手一转 那枪口直直对着天花板 一声巨响 头顶的灯破碎 王楚河手中的枪 随即被君莫涵夺过 那枪便对着他的脖梗处 莫衬叹了一口气 吓死他了 他以为君莫涵已经死了 看着围上来的警察 君莫涵在王楚河耳旁轻声道 本来我还不知道 谁是背后之人 毕竟没想到 是你 如今你的出现 让我知道了 背后之人是谁 王楚河 我该谢你才是 王楚河眸子微愣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不知道 那就跟我走一趟 说着 他用枪紧紧抵住 王楚河的喉咙冷声道 谁要是跟来 这个人必死无疑 华落 他看向小林 小林 你放心 马上你们宝队长就没事了 小林没说话 他看到君莫涵眼中 对他的承诺 加上他本就看不上这个王楚河 毕竟什么垃圾 一来就取代自己头头的位置 这让他很不满 所以他决定放手一搏 如此狂妄的话 在偌大的大厅回荡着 如同杀人言罗 让人不敢不听 君莫涵挟着王楚河走出去 莫衬紧紧跟上 然后贴心地打开车门 让他们上去 警察围了上来 小林沉声道 你们还要跟去 就不怕那新来的队长出事 有胆大的警察道 那这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群龙无首 先把博队放出来 等把那条大鱼钓了再说 可是林警官 王对他 小林没好气道 他什么他 一个肮脏的男人 谁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爬上这个位置 难道你们服他 当然不服了 名声那么差 那还愣着干嘛 让博队带我们干一场大事 只要追到那大鱼 我们可就长脸了 小林这话一说 成功说服了大家 紧接着博锦绳被放出来 小林把今天的事 和博锦绳一说 博锦绳立马召集人手 朝着山里而去 天逐渐暗了下来 躲在山上入口处灌木丛的温馨 等了两小时 终于看到李燕从车上下来 随即他的身后 还跟着两名男子 他被人发现 温馨悄悄跟随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山中七拐八拐 要不是有人带着很容易迷路 温馨一边走一边留下记号 半个小时后 李燕在一处山洞停下 紧接着 有人照着手电筒走了出来 然后带着李燕 朝着山洞里走去 温馨看了一眼四处 把最后的记号 绑在洞口的树枝上 然后尾随着走了进去 狭窄的洞口却别有洞天 让温馨震惊不已 里面的摆设装饰 像极了久住的豪华别墅 还好道路窄 所以并没有人看守 温馨走了很久 听到有脚步声 立马站在另外一个插路的小洞里 黑漆漆的小洞 把他完全隐藏在里面 随着脚步声消失 温馨再次跟了进去 直到他看到一处庞大的大厅 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路灯 以及一些身穿黑衣 腰间挂着枪的男人们 他们在里面四处走动 就在这时他听到李燕的声音 主人 我来了 嗯 李燕你好大的胆子 是不是我不照见你 你就不回来 温柔想好睡吗 那冰冷的声音 力气熏天 可温馨却震惊不已 这声音他听到过 可是他不敢确定 他仗着胆子看过去 那倒黑色的背影很熟悉 是谁 就在这时 那身影缓缓转了过来 就那么一刻 温馨感觉时间都停止了一般 因为他没有想到 那男人竟然是他 是他 是他 一股巨大的心疼充斥着他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君莫涵 楚沛 身为君莫涵的外公 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温馨怎么也想不通 心中痛意难消 导致他脚步虚晃 楚沛听到轻微的响声 瞬间怒吼 是谁 有滚出来 温馨没想到 自己会被发现 心中虽然恐惧 可是怒火未消 他仗着胆子走了出来 小脸在灯光下发白 眸子冰冷地看向楚沛 是你 好大的胆子 竟然赶来这里 楚沛没有慌乱 而是眸子散发着危险气息 这女人胆敢独自寻来 还真是不要命了 李燕有些意外 不明白这女人怎么进来的 不过她听到楚沛发飙 顿时心中泛起期待 楚沛心狠手辣 没人知道她的事例 如今这女人 戳破她的伪装 定不会轻易绕过她 李燕有种兴奋的快感 希望温馨在今天死去 楚沛 我真的做梦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就是背后之人 你对我下手 我能理解 可是君莫涵是你外甥 你为什么要如此对她 要是我婆婆知道 该多心寒 你没资格教训我 楚沛咆哮出声 然后迈步朝着温馨走来 既然来了 就再也走不出去 温馨冷声道 你杀我 我能理解 虎毒不食子 你凭什么伤害君莫涵 从小你就不喜欢她 她到底哪里查了 你要如此不公平伤害她 楚沛你不是东西 楚沛被她激怒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杀了 楚沛命令一下 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 便走了进来 把温馨按在地上 拳头便要落下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急吼吼的声音 爷 出事了 君莫涵带人上来了 温馨眉头一蹴 君莫涵不是在监狱吗 怎么会上来了 她不会自己闯出来的吧 完了完了 如今温馨只觉得 是她自己拖累她 楚沛把君莫涵的道来 归咎在李燕身上 啪 得一声 凌厉的巴掌落在李燕脸上 直打得她匍匐在地 主子 李燕 你把君莫涵引来 该死 现在下去领罚 李燕被架走 那些残酷的刑罚 她懂 却只能硬撑 君莫涵带着莫衬 王楚河顺着温馨给的记号 很快便来到洞口 王楚河有些慌乱 想趁机跑 被莫衬一脚踹在地上 还敢跑 死到临头了 还不把身后人告诉我们 王楚河紧张道 君总 莫总 这里千万不能进 进去是必死无疑 君莫涵没管他 命令莫衬提起王楚河 便朝着洞里走去 随着洞口的深入 除了洞里有人存在过的痕迹 仿佛这里好久没有居住过 莫衬疑惑出声 这里好像许久没人住了 君莫涵握住温馨留下的碎步沉声道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 你看好王楚河 我去里面看看 这里铁定有通向外面的密道 行 你快去吧 君莫涵找遍了洞里每一个角落 直到看到一丝光亮 从墙壁的缝隙中冒出 这才走过去 里面传来细微的响声 君莫涵找开关的时候 踩到地上的东西 他眉头一蹴 低头捡起那枚戒指 瞬间眸子一紧 果然是他 一路以来 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脑中的推算 如今看来八九不离十 心中悲催 他嘴角勾起一丝嘲讽之笑 如果温馨出事 他不会放过他 楚沛带人转移 一路上有人清扫痕迹 半个小时候 莫衬看到君莫涵走来 忙道 找到人了吗 没有 从后面的山跑了 不过 我已经知道是谁 这话一说 莫衬急声道 谁 走 跟我去一趟暑假 莫衬一愣 好像想到了什么 不由为君莫涵悲哀 君莫涵准备下山 便看到不远处的手电筒 黑压压的人 朝着他们迎了上来 还是莫衬惊呼出声 那不是保景深吗 他也出来了 君莫涵顺着手电筒看去 果然是保景深 他急匆匆地走过去 大哥 你怎么在这 来找你 你这小子 怎么这么倔强 人找到了吗 没有 不过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现在你们跟我走一趟 君莫涵带着众人直奔楚家 顺便还给楚涵打了个电话 让他来楚家一趟 接到电话的楚涵有些不解 可又紧张 匆匆穿好衣服 便让福伯送他回去 福伯 你说这小子 怎么大半夜让我回去 应该是楚先生出事了吧 啊 那快点 偌大的楚家 素颜一片 只有几盏路灯 静静屹立不倒 楚沛躺在床上 还没来得及听人禀报 便听到楼下大门 发出哐郎巨响 紧接着枪声四起 君莫涵带人闯了进来 楼下管家惊慌出声 少爷你怎么来了 他呢 老爷睡了 君莫涵冷笑 他倒是逃得很快 这么快就回来睡着了 少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请外公下来吧 好好 管家准备上楼 就在这时楚沛一边倾壳 一边走了下来 莫涵你来了 外公别来无恙 楚沛走了下来 看着那么多保镖以及警察 便疑惑出声 莫涵你这是 抄家 对 我来抄家 哈哈 就会开玩笑 我可没有开玩笑 外公自己做了什么 不用我说吧 嗨嗨 楚沛坐在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看来你是来者不善 君莫涵眸子一冷 也懒得和他继续表面工作 直接拍拍手 带进来 莫涵提着王楚河走了进来 一脚踹过去 王楚河硬生生跪在楚沛脚底 一抬头就吓得嘴角抽搐 瞳孔放大 不过 楚沛眸子依旧冰冷 显然没有被震撼到 他只是淡淡道 此人不就是王家那孩子 呦 穿着警服 这是当官了呀 外公还记得他 也不枉费他 叫你一声主人 楚沛脸色一暗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君莫涵握住杯子的手 细细抹撒着 脸上的笑容在灯光下 却清冷是寒 忽然他把手中的杯子 重重地砸在地上 杯子破碎 发出一阵框框巨响 外公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装 这一声怒吼 让院子里刚下车的楚沛 吓得不轻 他忙跑了进来 发现整个楚家 都被警察给围住 爸 爸 你们这是怎么了 莫涵你叫我来这里干嘛 哎呦 你们怎么气势逼人的样子 君莫涵指道 妈 你先看戏吧 外公要杀人 华洛 他看向楚沛 外公 把我老婆放出来 否则今天我踏平这里 什么 爸 你把温馨怎么了 楚沛冷声道 楚海你好好管一下 你这个逆子 不知道说了什么混账话 我能把他老婆怎么了 我一直在家睡觉 是吗 楚沛你还敢狡辩 外公我竟然不知道 你为何如此独辣 让沐晨熙带走温馨 又用他的命逼我去死 甚至设计 把我弄进监狱 引我老婆去找你 这一切 你该当何罪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们 楚沛震惊不已 爸 莫涵说的可是真的 他胡说八道 啪 君莫涵手中的匕首筒 在王楚河肩膀之上 他灵力出声 王楚河这个男人要你死 你还不说实话 既然不说实话 那我就先解决了你 王楚河痛得倒在地上 楚沛冷笑 你这是屈打成招 君莫涵咆哮出声 你到底把我老婆藏在哪里 我说过我不知道 那这是什么 这是在后山的山洞发现 你敢说不是你的 楚沛看着他手上的戒指 眉眼一冷 还不等他说话 楚沛已经抢过那戒指 瞬间泪流满面 爸 这是你的戒指 我买给你的 你到底把温馨怎么样了 楚沛深吸一口气 眼尖大势已去 冷声道 楚沛 这次的事容我不会听你的 爸这一生最在意你 可是我的所有东西 都因你这个儿子 弄得一无所有 所以你就要害死他 害死他们夫妻 他可是你的亲外甥 这个逆子对我又何曾好过 什么外甥 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我这个外公 如果有的话 我用了一辈子才打下的江山 又岂会毁在他的手里 楚沛哭道 所以你非要他们死 是 既然如此 那就先让你这个女儿死吧 楚沛抢过君墨涵手上的匕首 抵在自己的脖梗 一道血痕清晰可见 楚沛吓得尖叫 别别 哈尔 你不要这样威胁爸爸 那你把温馨交出来 你若是不交出来 那我就去死 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么一说 楚沛看着这个女儿心碎了 罢了 他对着管家道 来人 把温馨带出来 温馨被人带了出来 人站在二楼 他看到君墨涵 瞬间一阵心酸 君墨涵想赢了上去 那黑衣人直接把枪抵住温馨的脑门 吓得君墨涵呼吸一致 楚沛忙道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 你你把他给放了 这话一说 那杀手无动于衷 二话不说 直接把温馨给推下楼 现场惨烈一片 再次醒来 已经是一天后 温馨只觉得眼前一片白 他看着那熟悉的天花板 猛然翻起身 只听到旁边孩子哇哇直哭 温馨顾不上孩子 忙叫君墨涵 楚河听到声音 忙跑上楼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墨涵怎么不在 他是不是又被警察带走了 他逃狱 楚河哭道 是 逃狱得罪免了 可是他下毒给沐晨熙 还没有备免 那个沐晨熙又不醒来 墨涵又进去了 温馨急声道 那楚沛呢 提到楚沛 楚沛更加痛苦 他没说话 一个人朝着房间走去 温馨一直去医院 终于在一周后唤醒沐晨熙 看着床上的男人 温馨眸眸子冰冷 他已经没有耐心了 沐晨熙 明明我老公就没给你下毒 你怎么总是咬住他不放 沐晨熙翻个身不想搭理他 他醒来的这几天 被这女人烦得 已经快要死了 喂 沐晨熙你 要是不还我男人清白 我便天天来缠着你 直到你烦为止 沐晨熙翻起身 靠在床上不耐烦道 温馨你有毛病吗 这次是你男人要害我 我巴不得他坐牢 怎么可能让他出来 那你老实说 他那天有没有给你下毒 你不说话 就是包庇楚沛 你可不要忘了 是他派人给你下毒 提到楚沛 沐晨熙情绪有些激动 他说过 只要把君莫涵弄进监狱就行 那毒不会伤害我的 所以 你需要糊弄我 温馨冷笑 这么说你承认 那毒是楚沛下得了 承认了又如何 反正我是不会为他作证 他让我吞舌 痛不欲生 他活该被抓 进来吧 温馨朝着门口喊了一声 很快小林便推门而入 跟着他的 还有另外两名上面派下来的警察 沐晨熙看向温馨 你竟然套我话 温馨掏出手机 把录音保存笑得绝美 如今证据确凿 我老公马上出来了 沐晨熙你也该回监狱去了 小林沉声道 沐晨熙 你身体已经好转 我们是来带你回警局的 走吧 博警生恢复原职 君莫涵也被放了出来 他一出门 就被那刺眼的阳光 弄得睁不开眼睛 不远处 温馨 楚寒军场 林海燕等人 抱着三个孩子来迎接他 看着这一大家子 君莫涵心中涌出感动 他朝着他们走去 第一下便抱了温馨 老婆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出不来 老公 我也谢谢你 温馨眼睛模糊 鼻子酸涩 那天晚上 要不是他冲出来 用自己的身体 抱住掉下楼的自己 他如今怕是已经成了残废 他总是在自己危险的时候赶来 如同王子一般护住他 温馨抱住他的手一紧 泪水滑落 希望再也没有波折 我们一家人平平淡淡过一生 不会了 有我在 就算有也不怕 哇 林海燕手中抱着的孩子 突然哭了起来 君莫涵松开温馨 大步走了过去 想把孩子抱在怀里 又觉得自己身上汗臭味太大 又晦气 便笑道 还是回家洗干净 去去晦气又抱 儿子 回家 妈妈给你接风洗尘 车上 楚寒抱着孩子 看向君莫涵 你晚上打个电话 让景深也回家吃饭 我有事要问他 君莫涵 知道他要问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他外公的事 这才他不会退让 他做了那么多措施 也该受到惩罚 当天晚上 君家热闹非凡 姜燕君莫柔莫笑 都回来 庆祝君莫涵出狱 柏景深也挟着宝雪道来 一家子开开心心地吃了个饭 饭饱九足 楚寒拉着柏景深坐下 虽然不想提及自己爸爸 可看他被抓 甚至要判死刑 他已经好久没睡过个好觉了 柏景深见他欲言又止 便主动开口 阿姨是想问楚沛的事吧 景深啊 我知道我爸爸做了很多错事 甚至还要害我儿子 可是你也知道 这一生他孤苦无依 只有我 对我这个女儿 也算是含在嘴里怕话 捧在手心怕掉 我实在不忍心 他就这样死去 所以 我想知道 他还有没有可能减刑 柏景深沉思了 大概一分钟才到 阿姨 这是不好说 他身上布置这些事 最近还查出他为黑帮老大 手上还背负着几十条生命 所以他这次无法减刑 君墨涵走了过来打断他的话 不能减刑最好 他这是咎由自取 是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话一说 楚河眼睛红了 他好歹是你外公 你怎么一点不顾及妈妈的感受 那我还是他外甥 他又如何对我 妈 要不是我和温馨命打 死的就是我们两个 他这一生要强 总是不念人情 只知道争权好胜 那些为他死的人 就不是命了吗 见这边吵起来 温馨忙走了过来 拉了拉君墨涵的衣服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楚河起身擦干泪 所以你是盼着你外公死 对 他必须死 啪 楚河的巴掌落在君墨涵脸上 那白皙的脸 瞬间被五个红色指印镶嵌 触目惊心 这清脆的巴掌声 让整个大厅 陷入一片尴尬安静的气氛中 所有人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就连抱着孩子的福神 也不知所措 这是夫人第一次打大少爷 温馨看着自己 男人被打 心情不好 他沉声道 妈 这事确实是你的不对 墨涵的外公 他是罪有应得 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爸 你就包庇他 更何况 这是我们在这里争执也没用 他的生命是要交给法律 人做错了事 就该承担责任 就像前几天 墨涵伤了沐晨熙 依然要受罚一个道理 你不能打墨涵 楚河被温馨说得无地自容 手上传来炙热的疼痛 他知道自己把他打痛了 这一下确实好重 可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失控 君墨涵看向他 没说话 然后转身上了楼 温馨忙追了上去 林海燕看着楚寒哭了 便和宝雪一起走来安慰 整个军家因为楚沛的事 再次陷入一片焦虑中 温馨来到房间 直接君墨涵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不说话 他知道他难过 只能默默地在他旁边躺下 然后抱住他的腰 把整颗头埋进他的怀里 许久他道 我知道你恨你外公 我也一样 可是 你不要在你妈妈面前这样说 你妈妈毕竟是你外公一手养大的 哪有人盼着自己父亲死的 所以给他时间 我看妈最近天天以泪洗眠不容易 你应该体谅 君墨涵睁开眼睛 那血红的眼睛染上血丝 看起来疲惫 又带着一丝疲惫的痛意 他缓缓开口 我外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打我即使起 他就不喜欢我 总是对墨笑墨柔和颜悦色 好吃的好玩的给他们 每次来这里 他都会给他们带礼物 就唯独我一个人站在一边 什么都没有 我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温馨静静听着 抱着他的手一紧 他能想象到那种感觉 就像所有人都讨好温月 贬低自己一样 温国强也是得温月一切 甚至连丫鬟的孩子 都有他随手送的礼物 就他没有 他也和君墨涵现在一样委屈 偷偷地哭 我一直以为他有难言之隐 直到这次 他要逼死你我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什么狗屁难言之隐 他只是单纯要我死 要我不幸 后来我越来越优秀 他便更加排斥我 看不起我爸 看不起我 我和他比仇人还仇人 我看不得他继续做坏事 所以有能力的时候 便捣毁了他闯下来的大业 那年要不是我 提前把他产业散尽 让他跌落神台 他已经进了牢狱之中 这辈子都出不来 我记得那天接到消息 他贩卖枪支 警察等着他交货的时候 把他一网打尽 是我摧毁了他的东西 害他一无所有 才逃过一劫 温馨睫毛微颤 所以你是救他 不是害他 可惜他不会知道 一直以为是我害了他 想要报复我 说到这里 君墨还沉默了 算了不说了 你下去陪下客人 温馨点头 然后叹了一口气 走了下去 博锦身见他下来 又上去找君墨涵 温馨看着一边 还在哭的楚涵 走了过去 妈 其实你误会墨涵了 他是什么人 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如果可以 他也不希望他外公死 只可惜 楚沛做了让人 不能原谅的事 就是我们大家原谅他 法不容情 他最终还是得成 担自己的责任 送走众人 抱着孩子回了房间 黑暗的阳台上 君墨涵一个人 蜷缩在角落里 手中的烟放在嘴角 烟雾缭绕 他的脚底是好多啤酒罐子 还有烟头 温馨抱着孩子 把熟睡的孩子 放在小床上 紧接着 福沈也把另外一个孩子 放床上 最小的跟着保姆 回房间睡了 随着福沈出去 温馨来到阳台 关上玻璃门 阻隔了那烟雾飞进房间 他抢过他手中的烟头 还有酒到 别吸了 也别喝了 还有孩子 我出去喝 君墨涵我知道你难过 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难临头 就不该独自飞 有什么事 你就跟我说啊 憋在心里 有什么意思 没事 你回去休息 我只是想平静一下 温馨知道他此刻的心情 很矛盾 他不想楚沛死 可楚沛又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总要给那些死去的人 一个公平 只是他身上又留着楚沛 多多少少血液 他是那么善良的人 舍不得也正常 温馨淡淡道 好 我可以进去睡觉 但是你不能再喝酒 还有抽烟了 好 我答应你 月光下 他笑得俊美 可眼中全是苦涩 温馨的心被折痛 难受得起身 第二天早上 萧涵和王冬回来了 君莫涵昨晚喝了酒 起床的时候浑浑噩噩 看到王冬快到的消息 还是起床 准备带着温馨去机场接他们 温馨端着醒酒汤走了进来 见君莫涵坐在床上按压太阳穴 他把碗放在床头柜温柔道 头还痛吗 对 痛 不过不碍事 那还能去接萧涵吧 可以 听到他说可以 温馨一喜 我为你喝醒酒汤 然后下去吃早餐 不去 他语气微沉 脸上的巴掌印 经过一夜的消除 已经淡了不少 可那口气还在 温馨知道他的别扭 他心中有气 不想面对楚寒 所以才拒绝下去吃饭 好了 妈妈也是一早上 你的小宝宝没有下楼 我们吃了早餐就走 自然碰不到他 我不是因为他 又不是我的错 凭什么要我躲着 这次他不道歉 我不会见他 噗 温馨被他此刻别扭的样子逗笑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非要分出对错不可 而且跟他平时完全就是两个样 行 是他的错 跟我男人没关系 我男人可以大摇大摆下去 又没什么好伤面子的 啊 张嘴 君莫含脸色缓和 张开嘴 接过他送来的醒酒汤入腹 还不忘咬着他的勺子 一双情欲的毛子 直勾勾地看着他 烦 多久才能做 温馨随口一说 做什么 你 这话一说 温馨休得无地自容 知道他困了三个月 不由有些心疼 快了 你若是不担心 我身体其实也可以 这话一说 君莫含挫败道 算了 忍忍 下楼的时候 果然楚汉不在 君莫含温馨来到餐桌 军场看了一眼 顶着黑眼圈的儿子也没说话 弄了弄眼镜 继续看报纸 楚汉发话了 不能理这儿儿子 他还是得保命 好不容易他和那婆娘关系才缓和 看着公公这个样子 温馨好笑 又看向君莫含 只见他低着头包鸡蛋 脸色也是绷得紧 那个吧 吃早餐了 他爱吃就吃 不吃就算 你赶紧管你自己 君莫含闷闷地说着 一边说 一边把手中包好的鸡蛋 放在温馨碗里 温馨尴尬地坐在那里 怎么气氛好诡异 君长也不怒 合上报纸吃早餐 脸上没有怒意 这场早餐明明吃得风平浪静 却暗藏炮火 而家在两人中间的温馨 却成了炮灰 在君莫含吃完准备出门的时候 君长也起身 从他旁边经过小声说了一句 儿子你没错 爸爸欣赏你 以外公坏事做 竟该受到惩罚 不和你说话 总该是要给你妈妈几分面子 君莫含背着的身体一僵 他回头 只见君长已经上了楼 他脸上的怒气 也因为君长的话消失 整个人变得好看起来 神采奕奕 温馨走过来小声询问 刚刚爸爸 是不是又警告你了 他敢 哈哈 走吧 小寒闷快到了 嗯 孩子交代好了吧 温馨一笑 放心有咱爸咱妈保姆夫婶 没问题 车子朝着外面驶去 楼上楚寒抱着老三冷声道 没良心的家伙 我饭都没吃 也不见他关心我 打他一巴掌活该 有异性没人性 君长正好进来 就听到这话不由道 这是你不能怪咱儿子 这是你错 君长你也开始指责我 行行行 不指责 你对 咱们儿子错 为了自保君长大骂君莫含 那混账小子就是欠揍 等我晚上回来揍他一顿 非把他打残 怎么能这样和你置气 还有吃饭 也不叫你 小辈错了也不道歉 该打 楚寒瞪着军场 你要是敢揍他 我饶不了你 我就说 你是刀子嘴豆腐心 机场之上 王东推着轮椅 轮椅上他妈妈闭着眼睛 应该是睡着了 头大拉着 身后还跟着机场的人 帮他们推着行李箱 提着大兜小兜东西出来 而萧寒抱着孩子 小雪糕长大了很多 戴着一顶帽子 那慈白的脸上 因为长途跋涉 导致脸粉嫩粉嫩 那葡萄般的大眼睛四处看着 可爱极了 温馨远远便看到叫了一声 萧寒 温馨 你们来了 温馨跑了过去 高兴地接过孩子 孩子一沾他身 立马就哭了起来 哎哟 阿姨抱抱你也不要 就还认人了 对啊 毕竟他好久没见你了 小孩子这个时候 就是认人的时候 萧寒话落 然后看到君墨寒笑着走来 便叫了一声 君总也来了 对 来看王东这小子 说着他便去迎王东 顺便找机场工作人员 接过东西 王东对他甚是感激 听自己弟弟说公司 经过景君墨寒 雷厉风行的手段 内鬼除了 财务开了 公司也开始盈利 省了他很多麻烦 墨寒 谢谢你 这次我给你带了礼物 君墨寒一笑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礼物要是太轻 我可不一 哈哈 放心吧 我没那么小钱 温馨凑了过来 墨寒订了餐厅 我们去吃饭吧 好呀 今天我们请客 小寒开口 不用 今天给你们接风洗尘 我们出钱 你们以后 请我们先欠着 小寒笑道 谢谢你温馨 小寒温馨 抱着孩子走在前面 后面两个大男人跟着 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君墨寒道 你也没事 王伟应该是故意骗你回来的 我知道 那你今后如何打算 晚上我带着小寒 亲自回一趟家 如果他们愿意接纳 小寒我便留在公司 如果他们 还是不接受 君墨寒眉头一蹴 你不会 又要带着他离开 不 公司本就是我以前 妻子回生的 不然早倒闭了 股权又是我最多 我得拿回我的公司 这次为了肖寒 我要敢为自己的主权 君墨寒会心一笑 你终于想通了 你这公司 本来就是 你的心血 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 给他们就是浪费 他们只会败家 不会经营管理 你说的对 除了爷爷 其他人 我也没有义务养着 在盛世华厅吃了饭 君墨寒 又把他们送回王东那套房子 两个男人泡了茶水 在阳台上抱着孩子喝 而温馨 则帮肖寒收拾东西 王东妈妈 因为脑子有问题 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说话 看着一处发呆 温馨对着肖寒小声道 伯母是不是脑子 对 还有老年痴呆症 不能照顾好自己 那你辛苦了 肖寒幸福一笑 这是我的福气 见他笑得幸福 温馨倍感欣慰 不有感叹 他终于找到良配 王家 王老爷子听说 王东回来了 那可是大喜 本想出去 把那臭小子叫回来 正好公司需要他 可刚走出门 就想到他们此刻的关系 瞬间停止了脚步 老爷啊 一家子哪有隔夜仇 要不我们去把少爷叫回来吧 不去 老爷子冷哼一声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凭什么要我这个老的叫他们 管家叹道 如今公司 只有大少爷 有本事管理 所以老爷应该想清楚 提到公司 老爷子也是无语 养了这么多孙子孙女 结果没一个 有商业细胞 这就算了 还能拜公司 好吃懒做 败家第一 就这样吧 等他主动回来再说 反正我是不可能妥协 那女人配不上他 想到那女人 答应自己离开这里 没想到他又回来 就觉得这女人人品有问题 自己那混账孙子 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 长得虽然还行 可天下美女一大把 真是搞不懂 管家摇摇头 那老爷 我先下去 坐了一会 温馨帮萧寒 把东西收拾好 因为挂念孩子 便和君墨寒回了家 回去的时候 君墨寒告诉王东 老爷子的事 他会帮忙 让他放心大胆去 萧寒把孩子哄睡走出来 然后给老太太 冲了一杯芝麻糊 为他吃下 王东看在眼里 心中也是幸福 他拉着萧寒来到房间里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亲了一口 晚上跟我回去 怕吗 不怕 有你在 我就放心 好 到了七点钟 萧寒和王东背着孩子 一起回了王家 此时王家的其他人 还不知道王东回来 所以家里只有 老爷子和管家 老爷子端坐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 仿佛睡着一般 管家引着王东 萧寒走了进来 对着老爷子道 老爷 少爷回来了 老爷子没说话 依旧闭着眼睛 萧寒紧张得手心冒汗 被王东握住 轻轻捏了捏 不要怕 他的手很暖很热很大 让萧寒 悬着的心开始放下 王老爷子睁开眼睛 视线落在他们 相交叉的手上 眸子凌厉 回来了 嗯 爷爷我们回来了 老爷子猛然起身 拿起身后的匕首 下一刻凌厉的匕首 朝着萧寒丢去 这突然的发动 让人始料未及 吓得萧寒心口一致 小心 王东惊恐出声 千军一发之际 王东用整个身体 挡在他的面前 徒手接住那把匕首 鲜血顺着手掌低落 老爷子没想到 王东为了这个女人 竟然做到如此 王东手中的匕首掉落 他眸子凌厉 满眼力气 爷爷就是这样 对待你的孙息孙子的 既然断绝了关系 还回来干嘛 爷爷既然不欢迎 以后这里我们夫妻 定不会回来 不过我来这里 是要带走我自己的东西 老爷子冷声道 你要带走什么东西 王东没说话 拉着萧寒在一边坐下 温柔出声 萧寒你乖乖坐着 其他事交给我 好 你小心点 王东朝着老爷子走来 爷爷可还记得 曾经公司濒临倒闭 是你说 谁要是能把公司 起死回生 便答应把公司给谁 如今的公司 应该算我的吧 老爷子一听 挑眉 你什么意思 爷爷两个选择 要么接纳萧寒 我回来管理公司 这个家 我还是会养 要么不接纳我们 但是公司还我 这个家 我也不会养 毕竟我只是他们的哥哥 没业务养他们 萧寒震惊地 掐着自己的手 有些不敢置信 背着的孩子一阵蠕动 好像要醒来的迹象 他没想到 王东竟然为他做了这么多 说出这种话 老爷子一听暴怒 王东 岂有此理 你为了这个女人 竟然要抛弃 生你养你的人 还有这个家 你就这么稀罕他 对 我就是稀罕他 爷爷要是不选择 我就带着萧寒回去了 公司明天 我会亲自去拿回来 见他要走 王老爷子怒吼出声 公司给你可以 但是你必须和这个女人 一刀两断 不可能 既然爷爷还是不能接受他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萧寒我们走 话落 他牵起萧寒 就要往外面走 老爷子见他 如此绝情 一个没忍住 直接栽在地上 这一栽 管家吓得不行 老爷 老爷 少爷 老爷晕死过去了 就在这时管家看到 老爷子睁开眼睛 示意他放心 管家这才知道 原来老爷是演的 简直就是戏精啊 管家也开始戏精 上身大喊着 少爷 老爷出事了 走到门口的王东 听到管家声音 吓得不轻 立马松手 就朝着屋里跑来 果然看到老爷子 睡在地上 管家快送老爷子去医院 王东抱起老爷子 朝着外面跑去 萧寒见壮 也吓了一跳 忙跟上 管家紧张道 少爷 老爷这是老毛病了 休息一下就行 怎么可能 爷爷都晕倒了 快去背车 管家抹把汗 完了完了 老爷子这下完大了 背好车 到了医院 王东慌乱地 抱着老爷子 对着里面一声大叫 医生 快来 救人啊 萧寒也急地叫着 医生 救命啊 一场诊断下来 老爷子根本没事 医生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可是病人 就是不行 王东和医生 去外面谈话 病房里面 只有萧寒 老爷子在 萧寒开始还以为 老爷子装晕 如今并不觉得 他走了过去 伸出食指 戳了戳床上的老爷子 爷爷醒来吧 你这装婚露出马脚了 老爷子一听 大惊失色 他睁开眼睛 语气微怒 你怎么知道 我装婚 萧寒笑道 没想到爷爷 还是挺在乎王东的 不然也不会为了留下 他演了这么一场戏 你有本事 就把这事告诉他 萧寒一笑 放心吧 爷爷 我不会告诉他的 爷爷你继续装 背在身后的孩子 突然之间醒来 没哭 而是眨巴着眼睛 看着老爷子 抱抱 他还伸出胖胖的双手 想要去拉老爷子 水汪汪的大眼睛 在那瓷白的脸上 看起来好可爱 那泛着光的唇微微张着 时不时还笑 老爷子 这才正是看萧寒身上的孩子 甚至有种 想摸他的冲动 想着整个人抬起手 好久没见 这么可爱的宝宝 小雪高健壮一双手 抱着老爷子的大拇指 然后就往嘴里放 萧寒震惊地看着 生怕宝宝惹怒老爷子 小小的嘴裹住老爷子的手 时不时还咯咯笑着 痒痒酥酥的 老爷子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这孩子还挺可爱的 爷爷喜欢就好 谁喜欢了 正说着脚步声传来 王老爷子 吓得一屁股 躺在床上 萧寒看得那是一个震惊 卧槽 爷爷你这是练家子 这麻利的动作 让人震惊 老爷子听他这样说 有些傲娇出声 老子当练家子的时候 你还在你妈肚子里 是 爷爷你最厉害了 快躲好 王东来了 老爷子挑眉 这女人突然这样 来者不善 知呀 一声 王东走了进来 萧寒道 医生怎么说 医生也觉得奇怪 明明没有病 怎么就昏迷不醒 床上的老爷子 嘴角抽搐 萧寒悄悄地看了 老爷子一眼笑道 该是气急攻心昏倒吧 嗯 没事就好 等他醒来 我们又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老爷子微微睁开眼睛 听到声音 萧寒急声道 爷爷醒来了 谁是你爷爷 老爷子一起来就冷哼 可是语气显然缓和 连王东都察觉到奇怪 萧寒笑道 爷爷不喜欢我可以 可是不要气到自己身体 哼 你们两个滚吧 王东冷声道 萧寒 我们走 王东 要不你抱着宝宝出去一下 我跟爷爷聊聊 想到自己爷爷 昨晚拿着那匕首要杀萧寒 王东质疑地看着他 我不放心 王老爷子一听冷哼出声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能吃了他不成 王东你赶紧出去吧 我没事 嗯 接过孩子 王东深深地看了一眼萧寒 便走了出去 关起门 萧寒笑着朝着老爷子走了过来 爷爷 要不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老爷子挑眉 说 别妄想贪图我们家的财产 否则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萧寒摇头 爷爷不 是所有人都会贪图钱 其实我尝试着离开王东 可是他对待感情专一 我根本没办法 我不理他 他便追到大理 甚至为我放弃一切 爷爷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 你越是反对 他越是反抗 老爷子低吼出声 你到底要说什么 爷爷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证明 我不是为了王东的钱 你放心我只要三个月时间 我对他的爱是纯粹的 不能用钱来衡量 萧寒走了出去 王东见他没事 这才放下心 萧寒你没事吧 爷爷没说什么难听的 没事 这几天 你照顾你爷爷吧 他始终是你爷爷 心中在乎你 可是你 哎呀 我没事 我自己打车回去 记住不能跟他置气 老爷子嘴硬心软 温馨借口 要去找自己妈妈 便让君墨寒先回来家 他自己去了监狱 被关了几天 楚沛整个人都变了 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 人也疲惫不少 一夜之间他老了不少 温馨忽然有些 心疼这个老人 威风一世 静落的这个下场 本该是安享老年的时候 楚沛看到温馨 便非常厌恶 一股无名火生气 他冷声道 你来干嘛 楚老爷子 原谅我不会喊你外公 放心 你也不配叫我 温馨也没生气 淡淡道 我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的秘密我不感兴趣 反正也要死了 你倒是挺淡定 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什么如此讨厌默寒 直到你那天 说他把你毁了 我才知道 原来在你楚沛眼里 是有钱权没有亲情 楚沛淡定的样子 由于他的话而激怒 他冷声道 你没子指控我 楚老爷子你可知 当年默寒 为何要把你所有的东西摧毁 不提这还好 一提楚沛便火冒三丈 他咆哮出声 那是因为 他看不得我拥有的一切 他还是个吃里扒外的贱东西 背叛自己妈妈 支持小三 君默寒该死 放屁 温馨冷声反问 你自己做的什么交易 你自己不知道 要不是默寒当初你的走私 已经被警察发现 他们早已经等在交货地点 准备把你们一网打尽 要不是他不想你坐牢 他又怎么会冒着 被你厌恶一辈子的威胁 去摧毁你的一切 楚老爷子你 没了财富权利 可是你有命 你的命是他给的 你不敢激 还要杀了他 楚沛震惊的瞪大眼睛 他不敢相信 事情会是这样 温馨继续道 你误会他了 你对他那么恶毒 从小忽视他 不要他 可他从来没有 对你有一丝狠心 甚至一直叫你外公 他对你一直好 楚沛闭上眼睛 泪水滑落 不可能 他恨我 他不喜欢我 楚沛你 还要如此执迷不悟 那就好自为之 温馨甩手离开 楚沛砸在地上 他不敢相信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他真是畜生 心中撕裂般的疼痛 让他窒息 不可能他不会错 温馨回到家正值晚餐 大厅里传来楚汗的声音 宝宝笑了 好可爱 哈哈 快拿手机来帮他照下来 温馨走了进去 看了一眼大厅 见君莫涵没在 他笑道 妈 莫涵怎么不在 楼上 他不愿意见我 我也懒得见他 你帮我端份饭给他吃 好 你们先吃 温馨去吃饭洗手 然后端了饭朝着上面走去 书房里 君莫涵正在处理事情 温馨直接走进去 吃饭了 回来了 妈还有粥粥可好 温馨一笑 挺好的 他没有把剑楚配的事告诉他 看着他在吃饭 温馨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君莫含挑眉 含着一块呕凑了过来 温馨一愣 随即跳眉 你这是 你不是想吃吗 我喂你 噗 温馨笑着咬了上去 怎么样 好吃吗 老公喂的就是好吃 那老婆也喂我一口 温馨脸一红 你要吃什么 我要喝汤 温馨被他这话 弄得面红耳赤 他笑道 你要是喝得下去 我不介意 那来啊 老婆口中的汤最美味 温馨被他这么一说 决定逗逗他 毕竟这男人洁癖 那么严重 不可能会喝他嘴里的 他拿起勺子 喝了一口 然后嘟嘴 君莫含一笑 大掌放在他的后脑勺 一按 温馨瞪大眼睛 吓得准备起身 不料 君莫含的俊脸附了上来 就这样嘴唇相碰 卷走了他口中的汤 温馨震惊地看着 你你竟然不嫌弃 傻瓜 我爱你 哪怕是你的口水 都喜欢 徒流楼上大笑的男人 看着急速跑下楼的女人 楚涵挑眉道 见鬼了呀 下楼跑这么快 温馨稳住身体 然后在楚涵身边站好 他笑道 没有 怎么脸这么红 楚涵不由抬手摸了过去 妈 我没事 吃饭吧 即使到此刻 他都没有回过神 心跳加速 原来老夫老妻了 也还是会心跳 楚涵没看出他的不对劲 然后来到餐桌前 对了 那小子有没有吃饭 温馨挑眉看向他 也不知道 这母子是怎么回事 明明彼此在乎 最后搞得两看相艳 不看又关心 妈 当当沐涵问我 你有没有吃饭 有没有生气 楚涵一喜 真的 当然 他知道你心情好 让我去厨房 给你准备你爱吃的绿豆汤 这小子还挺有良心的 温馨挑眉 果然婆婆 吃软不吃硬 沐涵很在意 你还有他外公 只是嘴硬心软而已 其实他跟我说过 他希望他外公没事 可惜他 做了那么多坏事 不是他希望 就能让警察放了他 楚涵没说话 只是心里想着自己儿子 也不是那么绝情 心里好多了 他淡淡道 不说了 吃饭 楚涵嘴上这样说着 可温馨知道 他已经不怪沐涵了 吃了饭 孩子又哭了 楚涵嚷嚷着 快 三个先后拉屎了 啊 我来了 肖涵正换纸尿裤 君墨 涵端着碗下来 正好楚涵拿着裤子下来 两人就这样撞在一起 楚涵尴尬道 这次的侍妈 跟你道个歉 君墨涵震惊不已 能让自己妈道歉 实属不易 他也不好意思绷着脸 妈 这事就过了吧 嗯 那妈去帮孩子换纸尿裤 看着楚涵率先下楼 君墨涵道 谢谢妈 楚涵回头一笑 没事 转眼之间 就到了香雪儿的生日宴 其实不算生日宴 就是简单的吃个饭 香雪儿很自卑 只请了温馨家两口子 以及脖颈身 只是没想到思洛 也跟着他出来 我说你跟着我干嘛 思洛今天穿得很成熟 退去了青色的学生装 穿了一套银灰色西装 头发打了辣 看起来又精神又帅气 尤其整个人朝气蓬勃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盛景大酒店的空中餐厅 思洛 香雪儿一边喝咖啡 一边等着温馨们的到来 天气很好 微风轻浮 金色的路灯 落在两人身上 看起来就如一对金童玉女 脖颈身站在一边 看着两人的背影 脸色优得一暗 心中极其难受 心也痛得紧 这个思洛还真是难缠 大哥 你怎么不进去 温馨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脖颈身回头笑道 你们两个终于到了 我在等你们 见他脸色不好 君莫喊打去道 我看你是因为某些人吃醋了吧 这么一说 温馨也看到了和香雪儿 坐在一起的男人 男人好像很喜欢香雪儿 总是凑到他面前说话 而香雪儿偶尔应一声 视线看着手机 温馨笑道 哦 原来如此 没想到这家伙追老婆 追到这了 大哥你可要小心点 继续这样不浪漫 老婆会跑 脖颈身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视线却一直不满地 盯着香雪儿两人 走啊 一个矛头小子 就把你给吓倒了 君莫喊推着 他走了进去 雪儿 香雪儿回头 惊喜出声 我以为你们不会来的 怎么可能 大哥盼了好久了 柏颈身脸一红 抓抓头 别胡说 你看 害羞了 温馨调侃的话 让香雪儿跟柏颈身 同时脸红的紧 倒是旁边的思络道 你们两个还会害羞啊 上次还骗我是情侣 我就说雪儿 怎么可能喜欢老大叔 这话一说 柏颈身还没发怒 君莫喊脸色已经暗了下来 原来在你们年轻人的眼中 我们已经是叔叔了 也是长不大的小屁孩 和我们对比起来 确实年轻 斯洛一夜 刚想反驳 温馨打断 雪儿我们给你买了礼物 快来看看喜不喜欢 几人坐下 两个女人开始拆礼物 男人们开始较量 君莫喊帮着自己不成器的大哥 可偏偏人家只会闷头喝酒 斯洛挑衅道 警察叔叔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扑 斯洛笑道 怪不得你这么不浪漫 这喜欢的女人过生日 你怎么连个礼物也不准备 博锦身握住酒杯的手一紧 语气不好 谁说我没有准备 那你准备了什么 博锦身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自己编织的小铃铛 编织工艺显得粗糙 但是那黄金打造的小铃铛却很精致 仅仅一眼香雪儿便已经喜欢 可是还不等他说话 斯洛已经嘲讽道 你就送这个 太没诚意了吧 又不值钱 君莫喊一听 立马沉下脸 他接过博锦身手中的小铃铛道 这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就是好看 小屁孩这叫理清情义重 不知你送的又是什么 钻石项链 斯洛有些得意的 掏出那包装精致的钻石项链 和君莫喊一起递到香雪儿面前 在博锦身斯洛期待的视线下 香雪儿低着头 害羞地看着眼前的铃铛 然后结果说了声 谢谢 斯洛眉头一措 把项链放到香雪儿面前 你怎么不收下我的 抱歉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斯洛 谢谢你的礼物 心意我收下了 这项链 请你送给配得上你的人吧 斯洛急声道 可是我喜欢的 就是你啊 抱歉我配不上你 如学校里所说 我早已经不干净 甚至生过孩子 又如何能配得上你 我不在乎这些 我在乎 斯洛今晚过了 希望你我不要有纠葛 毕竟你家人 也不会喜欢我 斯洛委屈地低着头 那双桃花眼泛着红 心里难过极了 平时都是其他女人来巴结她 今天她却被这女人推来推去 温馨见斯洛要哭 忙打圆场 好了 我们先坐下用餐 试完又说 抱歉 是我打扰了 斯洛转身便走了出去 薄景深转身 要不我去叫她 不用了 香雪儿叹口气 此事已经这样 没必要了 总归要让她意识到 自己和她就是两个世界上的人 温馨君 莫涵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送上 然后陪他们吃好饭 两人便撤离 徒留香雪儿 薄景深在一起 漫步在街上 温馨拽住君莫涵的 手臂淡淡道 你说雪儿和大哥能在一起吗 当然 就如同我跟你 萧涵和王东一样 那她好了 老公我们去坐摩天轮吧 就你我 嗯 听说情侣两个在摩天轮上一吻 便能白头到楼 永结同心 看着温馨亮晶晶的眼睛 君莫涵笑了 揉了揉她的头 揽着她朝着游乐园走去 帝都最大的游乐园 庞大的摩天轮上 闪着七彩之灯 有不少情侣在里面 温馨君莫涵站在下面看着 路灯下两道相拥的身体 格外温馨 让人咽现 有小朋友手中抱着鲜花 朝着温馨走来 哥哥 买朵花送给姐姐吧 好 说着君莫涵掏出好多钱 我把你这些花都买了吧 这样 你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谢谢哥哥姐姐 祝哥哥姐姐 永远幸福 摩天轮上 温馨君莫涵 看着天上的星星 嘴角勾笑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家人健在 而孙满堂 有米吃有水喝 博锦绳看着 正在许愿的女人 嘴角一勾 香雪儿你 答应做我女朋友 啊 如果你不说 我就当你答应了 我没有接受 博锦伸起身 凑近她的身边 那你脸为何红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我 你不说我就亲你了 博锦身话落 勾住她的脖子 就稳住她的脸 三个月后 王东的公司 因为君莫涵的参与 已经开始大盈利 萧涵也在这三个月的时间 拿住王老爷子的心 老爷子承认了他的身份 两人即将结婚 老爷子爱及了萧涵的孩子 小雪糕刚学会走路 便跌跌撞撞地朝着 王老爷子走来 还抱着他的腿 乃声乃气喊着 爷爷 抱 爷爷抱 这一叫 闷化了老爷子的心 他大笑着 对他爱不释手 来 小雪糕 爷爷抱 哎哟 真的好可爱 怪不得我那臭孙子喜欢你 哈哈 看着笑得可爱的爷孙两 王东揽着萧涵走了过来 两人面面相去 这一言恍如隔世 王东谢谢你 给我带来幸福 我也谢谢你喜欢我 愿意相信 我一次 两人深情对视 王老爷子见状 不由打拒道 哎哟 现在的年轻个 这眼神受不了 来 雪糕 爷爷抱着你去外面玩 年轻人的恋爱 看了会长真眼 楚沛判了死刑 立即行刑 在楚沛要死的前一天 君莫寒 温馨来看了他 人之将死 其言野善 老爷子看着隔着铁栅栏的俊美男子 心中如被蜂窝盯过一般 痛得他撕心裂肺 从温馨见过他以后 告诉了他实情 他便后悔 后悔自己那么绝情 一直把他当成 自己事业上的踩脚石 后悔自己对他 从来没有一丝心软 泪水滑落 老爷子的头发已经雪白 整个人疲惫不堪 这样的他 让君莫寒震惊 也让他心疼 君莫寒那俊美的脸上 浮出一丝痛意 他淡淡道 外公 好孩子 我不配当你外公 我这一生罪孽深重 对你也不好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谢谢 谢谢 看着他颤抖的身体 温馨只觉得有些难受 偏过头抹泪 君莫寒心中的恨意消失 他淡淡道 外公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我尝试过要帮你减刑 可是你为什么 以为要求死刑 外公我杀了好多人 该偿命 不要为我费心了 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确实该死 外公死了后 好好对你妈妈 不要让他伤心 君莫寒听着楚沛的话 只能忍住难过点头 温馨从手上 拿出楚沛最爱的馄饨 递了进去 外公 这是莫寒亲手 为你做的馄饨 他说 你和我婆婆都爱吃 谢谢 谢谢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外公 这馄饨 我馋了好久 没想到是莫寒为我做的 外公开心 楚沛寒累吃完馄饨 还给君莫寒准备了两封信 一封给楚沛 一封给宝雪 他把这一生所有的罪孽 还有道歉 我写在里面 只希望获得宝雪原谅 第二天 楚沛军场目送着楚沛 从监狱里出来 然后上了车 赶往刑场 楚沛哭得痛昏过去 楚沛死了 一年后 帝都爱秦海的豪华游轮之上 君莫寒温馨补办婚礼 而跟他们一起的 还有君莫柔 姜燕 宝景深 香雪儿 以及肖寒 王东 四对新人身后 跟着五个长得如年华中 走出来一般的孩子 其中最大的周周 牵着小雪糕 以及三个粉状玉器的孩子 跌跌撞撞地走来 三个小不点 口中还奶生奶气的 叫着爸爸妈妈 楚沛见状马上把他们抱到一边 然后小声说着 你爸爸妈妈正在行结婚大礼 所以要乖乖地 等下给你们买奶酪棒 周周也安抚着 等下舅舅带你们去拿糖果 好嘞 谢谢舅舅 谢谢小舅舅 周周牵着几个孩子跑出去 身后还跟着一个 身穿公主裙的小姑娘 她叫着 周周哥哥等等小雪糕 雪糕也要吃糖 好 哥哥等你 慢一点 台上的四对新人 看着下面奔跑的孩子 不由微微一笑 君莫笑带着一个 靓丽的女人走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 那女人肚子已经不小 楚寒一回头就看到这一幕 不由一愣 忙营了过去 你你怎么牵着一个孕妇 这是不是影后乐渊吗 这一声乐渊 让在场的人纷纷探头看来 看到乐渊还有君莫笑 不由震惊不已 天 这是影帝和影后 他们竟然在一起了 乐渊吸引好几个月了 原来是怀孕了 影帝影后在一起 太痒痒了 可是他们两个之前 老死不相往来 怎么会在一起 乐渊吟吟吟吟 微微俯身 伯父伯母好 我是乐渊 爸妈 她是我的女朋友 楚寒看着乐渊喜欢得不得了 他忙推开君莫笑 搀扶着乐渊 乐渊我好喜欢你 你演的那电视剧太催泪了 你怎么就成为我儿媳妇 老头子你掐掐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军场头疼道 不是 你这混账儿子 先斩后奏 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这才带回家 乐渊笑得优雅 谢谢伯父伯母喜欢 其实我乐意 怎么还叫伯父伯母 对啊 叫爸妈 乐渊俯身 爸妈 这边的躁动 让台上的新人纷纷走了下来 博锦身看到乐渊震惊不已 忙推开围着的人走过去 你 竟然是你 众人看着他 面面相去 君莫笑不好意思道 大哥 你还记得他 当然记得 这不就是 和你拍床戏的那个 这话一说 众人愕然 温馨笑道 莫笑可以啊 君莫笑笑了笑 拥住乐渊 还多亏大哥 我和约儿那场戏后 假戏真做 所以才在一起 你这家伙 你就不能早说 看把人家肚子都弄这么大了 扑 香雪儿没忍住笑出声 这话不该你说 温馨笑道 今天是大喜日子 干脆你们两个 也和我们在一起结婚吧 直接结婚 说着温馨拉住乐渊的手温柔道 乐渊你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谢谢嫂子 我看行 话落 他看向君莫笑 那白皙的脸上浮出一丝羞涩 如同水座的女人一般 让人心动 莫笑 要不就今天吧 省得我们 下次还要操办一次 很麻烦 你知道的 我不喜欢麻烦 君莫笑宠溺的点了点她的鼻子 好 都应你 三个月后 乐渊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君乐了 君家豪宅 洋溺着孩子的笑声 小舅舅 你看这里有鱼哦 好多好多鱼 小舅舅 你明天要去读书 能不能带我们去 不可以 你们还小 院子里三个男孩 带着一个女孩 在院子里玩耍 君莫柔揽着温馨 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 三楼的房间里 乐渊正躺在床上 给宝宝吸奶 君莫笑安前马后伺候 哎呀 老婆 你能不能别动 坐月子不能太累 君莫笑 你怎么连孩子纸尿裤 都不会还 早知道我就不嫁你了 哎呀 老婆我错了错了 我这就学 奶粉完了 你去拿一罐 楼下的君莫涵笑道 你说莫笑这小子 怎么这么笨 天天被老婆骂 那还不是跟你以前一样 温馨 我愿意为你洗手汤羹 只要你喜欢 那是你说的 明天我要去公司任职 没问题 你当我秘书 说着 君莫涵俯身 稳住温馨 就在两人稳得 难舍难分之时 楼下四个孩子 抬头看着君莫涵 小舅舅 为什么他们亲亲 那我也要亲亲 精致的小姑娘 伸出肉嘟嘟的手 抱着周周 便亲了一口 惹得楚汗林海燕等大笑 故事到此结束 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